肆意爽朗的笑声传得很远 到了龙山湖 南郡王他们翻身下马 远处几个姑娘站在树下道 是他们吗 四位锦衣华服气宇不凡的公子 肯定是了 其中一姑娘道 楚顺把他们的马拴好 几个鸟挪拼亭的姑娘就过来了 寒娇待妹道 几位爷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可是叫我们好等 南郡王几个面面相去 你叫的姑娘 楚顺小声问道 我没有啊 那是谁叫的 肯定不是我 我没钱 北宁侯世子说道 几位姑娘则不停地唤着 爷 爷 南郡王不厌其烦呢 你们去那边晒太阳吗 爷 太阳这么大 您忍心吗 其中一姑娘 往南郡王身上蹭 让你们去 你们就去 湖里凉快 你们要不要去 南郡王怒道 几位姑娘仗红了脸 没见过这样的 花大价钱请他们来 居然在湖边晒太阳 可人家花了钱 出门之前妈妈叮嘱他们小心伺候 万不能慢带了 不然回去让他们好看 楚顺他们坐船去钓鱼 几位姑娘就在太阳底下站着 站了两刻钟 崇国公世子四个 骑马过来 看着几位姑娘晒得汗流加倍 苦不堪言 她眉头拧得紧紧的 望向涌成波世子 这就是你挑的几位美人 你确定不是傻子 永成波世子脸上 有点挂不住 他特意叮嘱花楼 挑几位好看的 陪着他们一起游湖泛舟 怎么挑来的 都是这么蠢的 大热天的 不知道再说一下避暑 居然晒太阳 他们来了还爱搭不理的 这是怎么办事的 他回头瞪向小思 小思呵斥了几个姑娘的 几位爷到了 还不赶紧过来迎接 那几位姑娘晒懵了 这小思他们认得呀 就是他去花楼挑的他们呀 几位姑娘赶紧上前当 刚刚来了几位锦衣华夫的少爷 我们以为是几位爷 是他们让我们在太阳底下暴晒的 他们是谁 永成波世子问的 不知道是谁 他们坐小船去湖心了 我们还以为爷花钱 是让我们来晒太阳的 你看啊 把我都晒黑了 出了一身的汗 永成波世子随手勾着那姑娘的腰 在他耳边的 哼 待会上了船 把衣裳脱了 爷帮你擦汗 讨厌 那姑娘羞涩的 永成波世子用这姑娘往画房走 以便对崇国公世子道 唉 等上官兄娶了浮云郡主啊 往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出来玩了 今儿一定要玩尽兴 陈兄此言差矣啊 在家从父 出嫁从父 等浮云郡主嫁给了上官兄 还不都得听上官兄的吗 武安博世子笑道 除了武安博世子 还有兵部尚书府大上爷 永宁侯世子没有跟来 自打上回被苏锦坑了一笔后 永宁侯世子和崇国公世子他们的关系 就没那么好了 明着和他们闹掰 永宁侯世子不敢 他借口去探望外祖父 已经离京半月有余 永宁侯世子不在 添了永成波世子 正好四个人 锦衣华服 气宇不凡 比起崇国公世子四个 南郡王他们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怪花楼的姑娘会认错了 上了花楼 清歌慢舞 功仇交错 极尽奢靡 看着远处的画坊 再看看自己的一夜片周 差距不要太大哦 南郡王他们郁郁垂掉 他们不惹事 但事情总惹上他们 那几位姑娘 在太阳下晒了半天 想起来就一肚子火气 在画坊上嬉闹 远远地看到他们 其中一姑娘 在崇国公世子胸口处 画圈圈的 爷 就是他们害得我们姐妹 几个晒了半天 爷可得为我们 出了这口恶气啊 崇国公世子 搂着姑娘的腰 姑娘的胸贴着他 他说的 这口气肯定是要出的 把船划过去 直接撞翻他们的船 嗯 南郡王他们带着斗篷 再加上离得有些远 崇国公世子 没看清他们的容貌 这一撞 直接撞铁板上了 南郡王他们一心垂掉 不惹事 但谁要惹他们 那肯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小船一翻 他们纵身一跃 上了画坊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崇国公世子 南郡王道 熟悉的声音 让武安博世子头皮一紧 他们四个和南郡王他们 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这一次撞翻他们的船 怕是没那么容易善良了 崇国公世子 正在求取云王府的福云郡主 虽然请了太后出面作媒 但亲事还没定下 管一闹大了 给了云王府不结亲的理由 武安博世子盲表示 这都是误会 他朝南郡王走过来 哼 误会 南郡王笑了一声 他脚一抬 直接把武安博世子 踹湖里去了 撞翻我们的船 居然想一声误会就把我们打发了 我踹你脚 真当我们好说话了 武安博世子一头栽进湖里 紧接着就是他叫救命 画坊上的小丝都会浮水 赶紧下去救人 崇国公世子早就想教训楚顺他们了 现在南郡王踹了武安博世子 武安博世子是跟着崇国公世子混的 武安博世子被打 他若是不出头 那还算什么好兄弟呢 楚顺他们正愁没机会教训崇国公世子呢 爹娘不许他们和崇国公世子起争执 事宜还算是相安无事 可竟然是崇国公世子先招惹他们的 没有挨打不还手的道理啊 崇国公世子要教训南郡王 然后画坊上就打得不可开交了 那几位姑娘吓懵了 在画坊上待了这么半天 他们伺候的是什么人心里一清二楚 崇国公世子那可是京都数一数二的世家少爷了 没想到还有赶部将他们放在眼里的 好好一搜画坊被打得七零八落 楚顺一脚踢飞兵部尚书大少爷 他飞进画坊 撞得桌子上的瓜果糕点掉余地 崇国公世子武功不错 但比起苏崇差太远了 楚顺他们四个勉强和苏崇打个平手 虐崇国公世子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为了不给爹娘教训他们的理由 所以没有揍崇国公世子的脸 其他地方那就没那么顾忌了 打得崇国公世子吐血 脸上还一点伤都没有 不知道的还以为南郡王他们伤得更严重呢 兵部尚书大少爷捂着胸口过来道 你们疯了吗 吉儿姐放过你们 再有下回 看我们不揍得你们满地找牙 南郡王拍手的 北宁侯世子走过来道 钓得一拳打翻了 晦气 今儿不钓鱼了 回去了 南郡王说道 楚顺他们四个纵身一跃 清点水面上了岸 他们骑马准备走 结果先看到崇国公世子他们的马 楚顺记上心来 南郡王他们骑马离开 永成伯世子走过来道 没事吧 回去了 崇国公世子脑道 哎 他们骑马回京 只是从闹街路过的时候 马拉西 一边走一边拉 那场面不要太丢人了 真的 崇国公世子从来就没那么想杀人过 他恨不得江南郡王几个千刀万剐的泄愤呢 永宁宫 云王妃走到宫门前 秀眉微醋 不懂太后传召她进宫所为何事 但直觉告诉她不是什么好事 将心中不安压下 云王妃迈不走进去 太后中暑这么久 经过太医悉心调养 已经痊愈了 看上去虚弱 是太后不想好 因为皇上说过 要送太后去避暑山庄 要是以往 太后还真不乐意待在京都 只是如今 崇国公在朝中的威望大不如前 太后走得不放心 她得留下来看看 殿内 太后坐在罗汉榻上 宫女在帮她打讪 云王妃上前 扶身给太后行礼道 许久没进宫给太后请安 太后身子可好些了 已经好多了 太后笑道 赐座 云王妃谢过太后 然后坐下 宫女上了茶 云王妃喝了两口后 忍不住问道 不知太后传召臣妾进宫 是 太后笑着把崇国公世子夸了一遍 云王妃心底有了几分猜测 脸色不是很好看 红儿到了娶妻之灵 冲过功夫 再给她物色世子妇人 哀家头一个 就想到了浮云郡主 她是哀家看着长大的 怪巧懂事 甚得哀家欢心 哀家想替他们 欠根红线 云王妃的意思 如何 太后问道 云王妃有些惶惶不安 虽然太后是在询问 但并不真的是在征求她的同意 太后要的是云王妃点头 可这个头云王妃不能点呢 虽然崇国公还没有等 但在云王妃看来 她已经大势已去 就算没有 云王妃也不想把自己疼爱的掌上明珠 嫁给崇国公世子啊 可拒绝太后 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胆量和勇气 云王妃胆子不大 回绝太后的时候 声音都有些颤抖 承蒙太后看重 是浮云和云王妃和云王妃的荣幸 只是浮云她 云王妃话还没说完 一个小公公上前来的 太后 贵妃娘娘来了 李贵妃 她能用宁宫做什么 太后眉头微醋 让她进来 太后道 小公公退出 李贵妃扶着宫女的手走进来 上前给太后请安 太后望着她等 李贵妃忙着打点后宫事务 你怎么来哀家的永宁宫了 李贵妃笑着 把苏锦夸赞了一通 都怪了镇北王世子妃的麻将 后宫嫔妃在这炎炎烈日 有了打发时间的消遣 后宫和睦 臣妾管理起后宫 可比皇后掌管 奉命的时候容易多了 臣妾嫌得无聊 想着有两日没来太后宁这儿了 特来请安 太后厌恶苏锦 宫里也算是人尽皆知了 李贵妃当着太后的面夸苏锦 是存心的惹太后不高兴 太后不高兴 皇上就高兴了 皇上高兴 才不会轻易的把凤印收回去啊 太后的脸阴沉了几分 李贵妃的眸光 望向云王妃 云王妃起身 给李贵妃建立 李贵妃知道 太后传召云王妃进宫 所为何事 永宁宫里也有她的眼线 太后找云王妃来 是保媒拉线的 李贵妃掐着这时候来 自然是想插个打混 缴了这桩情史 李贵妃笑了笑 说道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打扰太后和云王妃说话了 不曾 太后传召我进宫 只是闲话家常的 云王妃笑道 她望向太后道 承蒙太后看重浮云 前几天 王爷还和我说 纪北侯替孙儿求取扶云 王爷说 考虑几日再给答复 我也不知道王爷 有没有应纪北侯 太后眼底闪过一抹寒意 说是考虑 其实就是回绝了 只是云王妃拿纪北侯做幌子 太后也不能要云王妃允诺 将扶云郡主 嫁给崇国公世子 而把纪北侯的求取不当回事 太后端察清楚 李贵妃聊起别的 没人再提起求取扶云郡主一事 金玉阁 苏崇骑马在门前停下 下马后 他直接走进去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单子 递给小伙计 小伙计道 稍等 我这就去取单子上的首饰 前几天 皇上赏赐了不少红宝石给苏锦 苏锦一时兴起 画了一只金簪和一对耳坠 送给唐氏 他把红宝石和图纸送来金玉阁 让金玉阁定制 单子塞给了苏崇 让他带去 接二个便是来取首饰的 小伙计去取首饰 苏崇待得无趣 打算上楼看看 结果他上台阶 扶云郡主正好下台阶 四目相对 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 马车出事那一幕 扶云郡主脸上 腾起一抹红云 因为慌乱 脚下没踩稳 身子往旁边一倒 他没摔下来 但是手里的首饰盒飞出去了 苏崇一个漂亮翻身 就把首饰盒接住了 姿势很俊了 无可挑剔 但结果却没那么好 扶云郡主的首饰盒 是定制的 像火柴盒 苏崇握住了首饰盒 可里面装首饰的一层 滑了下来 啪哒一声 盒子摔在地上 里面的白玉簪 碎成了好几结 刚刚苏崇 按首饰盒有多潇洒 这会儿就有多么的尴尬 手还保持着 抓首饰盒的姿势 苏崇默默把手收回来 扶云郡主脸红得能滴血了 他在犹豫 要不要向苏崇道谢 道谢吧 玉簪没有保住 不道谢吧 人家毕竟伸出了援手 虽然没有成功 可他的脚步 像定在了地上一般 郡主 丫鬟患道 扶云郡主头一低 飞快地下了台阶 从苏崇身边走了 丫鬟倒还心疼玉簪毁了 只是扶云郡主走得太快 断裂的玉簪 他都没机会捡起来 四下有挑首饰的 偷偷捂嘴笑 苏崇弯腰把断裂的玉簪捡起来 那边小伙计取首饰来的 让客官久等了 苏崇把玉簪递给小伙计问道 能不能修复啊 小伙计看着玉簪断裂的程度 摇头道 不能修复了 这玉簪就算修好野仇 没有修复的必要 修复不了 那重新定制一只一模一样的 总可以吧 可以 小伙计写了单子 收了五十两定金 上苏崇十天后来取 丫鬟扶扶云郡主上马车道 郡主 你给王妃挑的玉簪摔碎了 那王妃的生成鹤里 该怎么办啊 扶云郡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要不是苏崇 她肯定回去再挑一只了 可苏崇在 她没那胆量 你把我之前看中的那只青玉簪卖下来 扶云郡主道 我先回府了 车夫赶马车离开 压坏目送马车走远 马车前脚走 后脚苏崇出来 她翻身上马背 往另外一边走 一路上走马观花 见小摊上有卖首饰的 还有卖雕刻的木簪 她想了想 骑马去了一间木头铺子 挑了一块上等的紫檀木 云王府 扶云郡主在马车内发呆 想到那天马车出事 她就脸颊发烫 车夫道 郡主 坏到王府了 扶云郡主拍了拍自己的脸 让自己冷静下来 马车徐徐停下 扶云郡主掀开车帘 就看到面前一顶软胶 那软胶她再熟悉不过了 是她的母妃的 云王妃从软胶内钻出来 快步进府 扶云郡主刚准备喊母妃 云王妃已经进府了 脚步很快 显得有些凌乱 扶云郡主有些不安 太后传召母妃进宫 母妃这么急进府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她赶紧追上去 云王妃下台阶 问丫鬟道 王爷在哪 王爷在书房 丫鬟回道 云王妃直奔书房 书房内 云王爷正在欣赏字画 见云王妃走进来 脸色还不大好 云王爷心生担忧 出什么事了 云王妃道 太后替冲国公世子 求取扶云 书房外 扶云郡主正要抬手推门 正好听她这么一句 她小脸一白 你答应了 我能答应吗 我借口纪北侯 替孙儿求取扶云 回绝太后 太后不大高兴 你得去和纪北侯说一声 免得漏了线了 屋外 扶云郡主就站在门边 云王世子走过来 他站在扶云郡主的左边 抬手拍扶云郡主左边肩膀 扶云郡主转过身来 云王世子已经卖不进书房了 云王爷和云王妃 正在商议扶云郡主的婚事 既然拿纪北侯府少爷 做了挡箭牌 扶云郡主要嫁的 就只能是纪北侯府的少爷了 沈老夫人对扶云郡主喜爱有加 如果云王爷找纪北侯说 纪北侯不会不答应的 只是纪北侯府 逝联了少爷有两位 云王妃不知道该选哪位好 云王世子走过来的 纪北侯府逝联的少爷 不是有三位吗 哪来三位 云王妃蹙眉道 东乡侯府大少爷呀 他还曾救过浮云 我觉得苏大少爷和浮云 更有缘性 云王妃望着云王世子叹歇一声的 苏大少爷有勇有谋 不输其生父先崇故宫世子 当得起世家子弟之首 多少人想把女儿嫁给他 可连提一生的胆量都没有 他是救过浮云 若是他有心求取 早登门了 哪用得着我云王府提呀 苏大少爷是别想了 当初东乡侯府半桥千燕 想趁机替女儿物色夫婿 没人登门 逼不得已 东乡侯的女儿上街抢了 镇北王世子 当初看不上东乡侯府 如今哪有脸高攀呢 云王爷和云王妃 是不敢打苏崇的主意 云王世子则道 那父王母妃 也别急着给浮云定亲 只要你们不允诺 太后也不能直接下旨赐婚的 总不能因为太后要止婚 就把浮云赶牙子上架吧 我先出去一趟 云王世子转身离开 他出门 屋外早不见浮云郡主的影子了 郡主呢 他问小思 郡主刚刚哭着跑远了 云王世子上小思背马 等他走到王府大门前 小思已经把马牵过来了 云王世子打算找谢景臣帮忙问问 但想到苏锦就是苏崇的妹妹 万一苏崇不愿意 到时候拂云尴尬 所以云王世子走到半道上 却改主意去了醉仙楼 他和南郡王关系不错 这事可以拜托他们帮忙 这会儿时之正午 他们在醉仙楼吃饭的可能性很大 云王世子进了醉仙楼 询问小伙计 小伙计笑道 南安郡王他们正在楼上芙蓉间吃饭 我给世子爷带路 不用了 云王世子迈步上台阶 走到芙蓉间 云王世子就听到屋内有说话声传来 来来来来 为今天痛揍了冲锅氏公子干一杯 楚顺道 今天其实没发挥好 我们应该揍了人 再狠狠敲他们一笔的 没有反省就没有进步 我相信还会有下一回的 南郡王道 来来来 为下一回再干一杯 云王世子抬手敲门 屋内南郡王他们把一碗酒一饮而尽 听到敲门声楚顺道 进来 滋嘎一声 云王世子推开门走进去 南郡王见识他 有些诧异道 云王世子怎么来了 云王世子走过来笑道 刚刚在门口 听你们说揍了崇国公世子 怎么回事 南郡王上小伙计添了一副碗筷 北宁侯世子把龙珊瑚发声的事 说与云王世子听 云王世子眉头拧得紧紧的 一边让太后帮忙求娶他妹妹 一边居然找花楼姑娘寻欢作乐 云王世子只恨他不在 否则绝饶不了崇国公世子 这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云王世子生气做什么 定国公府大少爷道 云王世子望着定国公府大少爷 太后军啊 找我母妃进宫 替崇国公世子求取浮云 南郡王则眉头拧成一团 云王府没答应吧 暂时回去了 云王世子道 我来找你们 就是为了浮云的亲事 南郡王几个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当初南郡王不就是不想娶寿宁公主 南郡王府火速给他定亲 结果现在丢了玉佩 退不了亲不说 还连未婚妻是谁都不知道 南郡王生的几分同病相怜之感 他望着楚顺和北宁侯世子道 你们俩 谁把福云郡主取了 楚顺望着南郡王道 怎么会是我和沐兄呢 要轮啊 要轮到苏兄 他可救过福云郡主呢 南郡王拍脑门道 我真把这事给忘了 云王世子有点懵 来的路上 为了怎么拖谢景臣和南郡王帮忙 他想了不少 结果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南郡王他们就主动提到了苏崇了 南郡王望着云王世子道 回去让福云上个调 去回右相千金那回差不多 我们去帮你逼婚 苏兄救福云郡主 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才上调 是不是太晚了呀 北宁侯世子说道 好像有点晚了 那怎么办啊 苏兄重情重义 我们如是和他说 他未必不会帮忙 南郡王望着云王世子道 虽然比起我们四个苏兄 是差了点 但他取福云 云王府没意见吧 这叫我怎么接话 你们高兴就好 云王世子没有留下吃饭 告辞离开 等南郡王他们吃完饭 下楼结账 最下楼掌柜的笑道 云王世子走的时候 已经把账结了 还留了三千两在柜台上 是请几位爷吃饭的 楚顺他们几个面面相去 云王世子出手够扣处 楚顺笑道 就宠云王世子这份好情 我们也得把苏兄给卖了 顶国公府大少爷 姚玉善道 东湘侯府 南郡王几个骑马停下 没有小四出来招呼 几人下马后 自觉地把马拴好 进了府 走了十几步才看到小四 对于东湘侯府 这么松散的管理 南郡王他们也是心累 每次来都有种担心 会被以擅闯民宅的名义 给打出去的担忧 苏兄在府里吗 北宁侯世子问小四道 大少爷应该在书房 小四回道 回答完 小四就走了 完全没有别家府邸 腰带路的自觉 楚顺他们直奔苏重的书房 院子里没人 书房外更没有守门小四了 书房内 苏重正拿匕首削木头 专注认真 门被敲响 进来 他头也未抬 南郡王他们推门进去 四人远远就看到 苏重在削木头 地上一堆的木头屑 他们刚走进去 苏重就知道 把地上的木屑扫了 南郡王一脸黑屑 他好歹也是堂堂郡王 居然让他扫木屑 扫把在哪儿 南郡王问道 苏重这次发现 原来是南郡王他们 他一向警惕性不错 但在东乡侯府 他就没那么高的警觉性了 尤其是在专心削木头的时候 苏重望着他们道 不是在训练耐心吗 怎么来东乡侯府了 苏兄 你的消息未免也太闭塞了吧 楚顺走过来道 南郡王则对苏重削木头感兴趣 书桌上除了木头外 还有好几根长短一致的木条 整个房间里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紫檀香 苏兄改行做木匠了 南郡王好奇道 他很佩服东乡侯府的钻研精神 对什么好奇就想去钻研 不只是苏重 还有苏阳 不像他们 喜欢什么 想的只剩满 北宁侯柿子 看着苏重手上削得差不多的木头 好奇道 苏兄 是在做筷子吗 苏重默默地翻了一记白眼 他们几个是来侮辱我手艺的吧 虽然只做了个大概 但距离筷子也差太远了吧 做好了送我一双 南郡王道 喂呀 北宁侯柿子道 苏重眼角抽出 你们来找我有事 苏兄 有件十万火急的事需要你帮忙 不帮 苏兄你都不问问什么事就这么拒绝了 你们脸上的轻松表情 我没看出来十万火急 只看到有坑 有谁十万火急的事不是跑着来 而是这么闲庭散步的神情 还聊几句再说正事的 连忽悠人都不会 苏重也是替他们着急呀 南郡王他们也着急 钱都收了 结果苏重不帮忙怎么办啊 信誓旦旦 最后事情办不成丢人呢 看着他们着急的模样 苏重还真生了几分好奇 说说 你们是打算怎么坑我的吧 楚顺望着苏重道 苏兄 我们给你准备的不是坑 是温柔香 什么温柔香啊 云王府 扶云郡主 苏重眉头一拧 他眸光机不可查地 从桌上的紫檀幕上扫过去 你们想我做什么 我们希望你挺身而出 把他抢了 南郡王道 苏重没说话 南郡王继续说 今儿我们去龙山湖钓鱼 崇国公世子 在画坊上 与花楼的姑娘循环作乐 太后帮他求取扶云郡主 云王世子舍不得扶云郡主 跳火坑 找我们四个帮忙 我们一致觉得 应该苏兄你去扶云郡主 南郡王努力说服苏重答应 他接着说道 首先 整个京都港和崇国公世子斗的 就没几个 你采讨几回了 第二 你救个福音郡主 当众抱了他 有了肌肤之亲 你应该对他负责 第三 反正你也娶不上媳妇 前面两条 苏重听得只是醋眉 等南郡王说第三条 苏重差点直接吐血了 楚顺望着他道 之前你是飞虎寨少主 没大家闺秀敢嫁给你 如今你恢复身份 是崇国公府大少爷 飞虎军少将 我们还以为 东乡侯府的门槛 会被人踏破呢 没想到这么多天过去 一个上门替你说没的都没有 楚顺几个一脸 替他操碎心的模样 苏重表示不想说话了 那是他娶不上媳妇吗 那是没人敢觊觎他好不好 娇有不慎呢 苏重 你不说话 我们就当你答应了 南郡王继续道 苏重嘴角抽抽 你们确定 福云郡主愿意嫁给我 这个 南郡王望向楚顺他们 楚顺望着苏重道 福云郡主愿不愿意 我们不知道 反正云王世子 肯定是愿意的 真的 苏重一口老血涌到了喉咙里 差一点就喷出来了 他要娶的又不是云王世子 他愿不愿意重要吗 苏兄 我们就当你答应帮忙了 苏重耳根微红 给自己台阶下 这事得我爹娘答应才行 南郡王他们面色凝重 只顾着找苏兄 把东湘侯和东湘侯夫人给忘了 婚姻大事 当然要爹娘统一才行 否则就是私定终身了 失策呀 感觉三千两要飞了呀 南郡王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 去找唐氏 说苏重取福云郡主的事 唐氏微微挑眉 虫儿愿意帮忙 楚顺他们不敢撒谎 如实的 苏兄让我们来问伯父伯母的 唐氏眉头微挑 笑道 那我没意见 南郡王几个见了惊呆了 你们去问问 崇国公府大太太 唐氏又说道 本来苏重的婚事 唐氏和东湘侯就没有想过强迫的 当初苏重进京 不让他回府时就说了 他的亲事得自己拿主意 即便苏重回来了 这话也没有收回 南郡王他没有去找崇国公府大太太 哼 崇国公府大太太不止答应 还把他和先崇国公世子定亲的玉佩 交给了南郡王几个 当作是苏重和福云郡主的定亲玉佩 出了院子 南郡王看到手里的玉佩一脸心塞 同样是做娘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我母妃要是我他们一半好说话就好了 叹息过后 南郡王他们就带着玉佩去找苏重 书房内 苏重听到南郡王他们的脚步声 纵身一跃从窗户跳走 南郡王他们进书房 书房内空荡荡的 苏重人呢 可能去了训练场吧 他们几个去训练场找苏重 苏重也不在 定亲玉佩是一对 苏重的那一块 南郡王他们走之前交给了林总管 鉴于南郡王逛街 把自己的定亲玉佩丢了 苏重的定亲玉佩 他们也不敢随身带着 万一丢了怎么办 那可是崇国公府大太太 和先崇国公世子的定亲之物 意义非凡呢 丢玉佩的只是南郡王 但楚顺他们都有了心理阴影 这不 出了东乡侯府 就直奔云王府了 得知楚顺他们来 云王世子心底忐忑不安 怕他们是来告诉他不行的 结果见到楚顺 一块玉佩就朝他飞过来 云王世子伸手接住 这玉佩是 他问的 这是苏兄和福云郡主的定亲玉佩 这办事速度也太快了些吧 不是与我开玩笑的 云王世子不敢相信呢 骗你做什么 这玉佩是崇国公府大太太 交给我们的 这是他和先崇国 氏公子的定亲玉佩 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拿到 云王世子还是不敢相信 但这么大的事 他们应该不会和他开玩笑才是 云王世子作意谢道 几位师兄进府喝茶 云王世子请南郡王他们进府喝茶 时候上早 他们就随着云王世子去了他的住处 那块玉佩则让丫鬟送去给云王爷和云王妃 云王世子对南郡王他们的话是将信将疑 云王爷则是深信不疑 这块玉佩他认得 是先崇国公世子随身携带之物 云王妃松了口气 催云王爷道 这下可以放心地去纪北侯了 汉诞院 是福云郡主的住处 从书房偷听回来 福云郡主脸上就没了笑容 他不想嫁给崇国公世子 他也不想嫁给纪北侯府两位少爷 可他知道自己被太后看中了 他的亲事要么很快定下来 要么就要被太后赐婚给崇国公世子 本来他几天高高兴兴出去 给母妃挑选礼物 没想到回来就要面临人生大事了 福云郡主心头沉重 仿佛压了块石头般移不开 外面一个小丫鬟飞奔进来的 郡主 你的亲事定下来了 几乎是瞬间 福云郡主眼泪就涌了出来 快说定给谁了 福云郡主身边的丫鬟 珊瑚急问道 是东乡侯府大少爷 珊瑚先是一愣 随即欣喜道 郡主 是东乡侯府大少爷 福云郡主争得回不过神来 精盈泪珠灌在修长的睫毛上 欲落不落 仿佛清晨小草上的露珠璀极了 他慌乱地把眼泪擦掉 怎么是他呀 小丫鬟摇头 奴婢不知道 反正南安郡王他们 带来了东乡侯府大少爷 和郡主的定亲玉佩 世子爷请他们喝酒了 世子爷让小丝 拿了好几坛王爷珍藏的好酒 说是要不醉不归呢 崇国公府 屋内 崇国公世子趴在床上 小丝在帮他上药 轻轻触碰 崇国公世子就疼得倒吸气 外面小丝高呼道 夫人 您怎么来了 崇国公夫人要进屋 小丝拦着不让 崇国公夫人 眸底闪过一抹不渝 丫鬟则训斥道 夫人你也敢拦 小丝缩着脖子 不是他敢拦 而是世子爷吩咐 不许任何人进屋 崇国公夫人迈不进去 小丝胆怯地把胳膊收了回来 崇国公夫人 快步走进去 就见到崇国公世子 慌乱穿衣服的样子 因为穿得太快 碰了伤口 崇国公世子疼得眼貌尽心 崇国公夫人 一眼就看出他受伤了 问道 怎么受伤了 娘 我没事 崇国公世子道 崇国公夫人不信 要崇国公世子 把衣服脱下来 身上一块青一块紫 崇国公夫人 心都疼得纠成了一团 这是谁打的 他声音冰冷 如寒霜 其实崇国公世子 一点都不想让崇国公夫人知道 自己挨揍的事 崇国公夫人知道 崇国公就会知道 到时候 他就要挨训斥 只是他没想到 崇国公夫人 会在他上药的时候找来 崇国公夫人追问到底 崇国公世子 也只能如实相告了 儿子被揍 做娘的岂会不生气呢 崇国公夫人 气得浑身颤抖 崇国公世子 赶紧转移话题 娘 我只是皮外伤 对了 我娶扶云郡主的事情 怎么样了 云王妃没同意 说是纪北侯府 也在求娶扶云郡主 崇国公夫人 压下怒气 崇国公世子眉头隆紧 这怎么可能 我收买了云王府的下人 没告诉我说 纪北侯府 要求娶扶云郡主 我看云王妃是在 唐瑟太后 明天让你爹试探一下 说真是唐瑟太后 云王妃把扶云郡主 嫁给崇国公府便罢了 若不答应 太后必定会 治她一个不敬之罪 义日早成 崇国公还真旁敲侧击 纪北侯有没有求娶扶云郡主之意 我找云王爷 是给我的大孙儿 也就是你崇国公的侄儿 求娶扶云郡主 这桩亲事 云王府已经答应了 崇国公眉头拧紧 娶扶云郡主的 是亭儿 纪北侯点头 崇儿在街上救了扶云郡主 我怕有损扶云郡主 轻语和王爷提过一句 只是那时候 崇儿还未认祖归宗 我让云王爷不急着答应 先考虑一段时间 先崇国公世子的儿子 云王府怎么会不答应啊 恭喜崇国公府要办喜事了 崇国公脸隐隐难堪 纪北侯这一声恭喜 崇国公不想接 也得接着 苏崇任祖归宗了 如今是崇国公府大少爷 他娶进门的自然 就是崇国公府大少奶奶了 云王爷远远地看着 无比庆幸 事情解决了 自己还白捡了个好女婿 只是这事有人高兴 就有人不高兴了 崇国公世子知道 是苏崇抢了扶云郡主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他拳头攥紧 用力一锤 最先楼的窗户就裂开了 敲门声响了两下 一个小厮走进渠道 爷 云王府的眼线告诉小的 昨日南安郡王 他们去了云王府 如果南安郡王和楚顺他们 只是去云王府 没有什么好禀告的 可是他们去云王府 是帮苏崇抢扶云郡主 那就是和崇国公世子作对了 小厮禀告完 崇国公世子的脸上 仿佛凝了一层寒霜 那个倒霉挨了一拳的窗户 遭南安郡王牵连 又挨了一拳 这事绝不能这么算 永城博世子煽风点火道 屋子里 除了崇国公世子外 还有武安博世子 和兵部尚书府大上演 这事怎么可能会算呢 这是夺妻之恨呢 京都大家闺秀那么多 能说他崇国公世子演的 就只有福云郡主一人 没想到最后被苏崇抢了 抢光了他所有的风头 让他沦为京都笑柄还不够 现在又跑来抢他的女人 这是在找死了 崇国公世子眼底 杀意流血 武安博世子脸上 还带着没消的余青 他望着崇国公世子 说道 苏大少爷 能和南安郡王他们 打个平手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昨天被打的仇还没报 又添了苏崇 武安博世子 有点吃不消啊 可要崇国公世子 找苏崇报仇 他们能袖手旁观吗 做不到袖手旁观 那就做好挨打的准备了 武安博世子 希望崇国公世子 能打消这个念头 武安博世子 就会长他人志气 念自己威风 永成博世子道 武安博世子 望着永成博世子道 看来永成博世子 是有必胜的把握了 永成博世子脸色一僵 崇国公世子看向他 永成博世子眸光一动 近上心来 他望着崇国公世子道 咱们何必和苏大少爷 硬碰硬 哪里丢到的里 从哪里找回来 关键还在 浮云郡主身上 兵部尚书府大少爷 望着永成博世子说 你的意思是 生米煮成熟饭 如果这样还不够消上官兄的怒气 咱们还可以从东乡侯府其他人身上 把这口恶气出了 永成博世子道 他凑到崇国公世子耳边 嘀咕了几句 崇国公世子眼底 闪过一抹志在必得 想到什么 崇国公世子拿到桌上的折扇 回了崇国公府 他直接去找了上官凤儿 问道 你们是不是打算去千鹤湖游玩 上官凤儿望着他问 哥 福云郡主都被抢了 你还有心思玩 我的人 岂是他能抢走的 崇国公世子声音泛冷道 他把想法和上官凤儿一说 上官凤儿道 渝王府一宁郡主 是邀请我去千鹤湖游玩 但天这么热 我哪都不想去 已经回绝了他 我也不知道 福云郡主会不会去 一旁的丫鬟劝道 姑娘 您可一定要帮世子爷呀 这还用你说 我去一进王府问问 上官凤儿说道 起身带着丫鬟出门 外头天热 太阳炙烤着大地 走了没一会儿 上官凤儿就有点扛不住了 丫鬟跟在身后扇风 上官凤儿擦汗道 这也就是我亲大哥了 换成旁人 我才不会为了他奔前跑后呢 待会儿回来 怎么也要他送我一套头尸 丫鬟笑道 等世子爷抱得美人归 别说一套 就是十套也应姑娘你 大少爷妄想和世子爷争服于郡主 那不是他吃尽妄想吗 主婆俩有说有笑地走远 谁也没注意到 远处一个丫鬟在擦回廊 丫鬟抬头 目送他们走远 东乡侯府 崇国公府大太太高高兴兴地把苏崇定亲的事 禀告崇老国公知道 虽然崇老国公说不了话 但能从他脸上感觉到喜悦 崇国公府大太太是迫不及待的小苏崇 早点把福云郡主娶进门 他望着唐氏的 弟妹 你看亭儿的亲事怎么办好啊 唐氏笑道 大嫂问我可是问错人了 我久居青云山 对京都的迎亲嫁娶不甚了解 当初锦儿的婚事办得匆忙 乱糟糟的 崇儿娶亲还得大嫂拿主意 我帮着打个下手 侯爷的要求是 要扮得风光体面 不辱没了崇国公府和东乡侯府就成 有崇国公府大太太帮苏崇筹备喜宴 唐氏放一百二十颗心 再者 崇国公府大太太毕竟是苏崇的亲娘 儿子娶媳妇这么大的事 唐氏一手拿主意 心里过意不去 唐氏不是拘泥于刑事的人 只要苏崇娶了媳妇 至于怎么娶回来 他不会在意 唐氏顾着崇国公府大太太 崇国公府大太太也顾着唐氏 他虽然是苏崇亲娘 可唐氏将养了苏崇十五年 悉心栽培 完全是当亲儿子养大的 如今儿子娶媳妇 做娘的却做不了主 崇国公府大太太 怕唐氏心里不舒服 只要儿子平安顺遂 他就心满意足了 两人你谦让我 我谦让你 李大夫夫人看不过眼 建议一人管一半 这个建议唐氏欣然采纳 就这样 崇国公府大太太 负责准备聘礼 唐氏负责筹办喜宴事宜 李大夫给崇老国公施针后 两人和崇老国公告退 有伤有良地出了院子 走了没一会儿 一个丫鬟飞快跑来 扶身道 太太 崇国公府那边有消息传来 崇国公府大太太眉头微醋 什么消息 世子爷不甘心大少爷抢了福云郡主 要把人抢回去 丫鬟回道 崇国公府大太太脸上笑容凝质 她望着唐氏面带担忧 这事该怎么办好呢 大嫂不必担心 这点小事 崇儿会解决的 大嫂只管准备聘礼便是 唐氏笑道 唐氏反应这么轻松 崇国公府大太太觉得 自己过于胶着了 等她回屋子 禀告苏崇的丫鬟正好回来 大少爷说什么了 崇国公府大太太问道 大少爷说她知道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大少爷在做什么呀 在削木头 崇国公府大太太脑壳疼 别人都要和她抢媳妇了 她还有心思削木头 到底哪个更重要啊 书房内 苏崇看着做好的木簪 眼底有淡淡的疲惫 废掉多少根木簪 总算有个满意的了 想到丫鬟禀告的是 苏崇想到谢景臣 她和谢景臣 也算是走极端了 谢景臣担心 媳妇上街抢人 她要担心 媳妇上街被人抢 不是谁都和她妹妹似的 别人招惹她 倒霉的都是别人呢 也不知道 福云郡主会不会上当啊 云王府 云王妃正兴致勃勃地 和仙妇妈妈商议 福云郡主的嫁妆 对未来女婿 云王妃是不能更满意了 女儿嫁得好郎君 做娘的高兴 只希望她能风光大嫁 福云郡主刚走到门口 就听云王妃道 福云针线太差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嫌弃 这嫁衣肯定是秀不了了 干明儿去进宫找李贵妃 看能不能从宫里 请个秀娘回来 福云郡主脸一红 转身就走 丫话珊瑚跟在后头 无嘴笑道 郡主几次都过梦不入了 您和苏大少爷定了清 王后王妃少议您出嫁的时候 还多着呢 难道您都不打算见王妃了 在福云郡主的瞪眼下 珊瑚的声音越来越弱 福云郡主前脚出院门 后脚一小丫鬟 就拿了张败帖过来道 郡主 御亲王府一宁郡主请您游胡 福云郡主眉头微脸 珊瑚则道 前几日一宁郡主不是送过帖子来 郡主回去了吗 怎么又送来了 福云郡主接了帖子道 看来她是真希望我陪她游胡 那郡主去吗 去吧 这一天 阳光明媚 天上难得有云 清澈的湖水 倒映着天上的云 美不胜受 等福云郡主坐马车 到千鹤湖的时候 逸宁郡主他们都已经到了 怎么来得这么晚呢 逸宁郡主说道 福云郡主抱歉道 是我来晚了 一宁郡主则说道 我带了国酒来 待会儿你多喝三杯 当作是来迟的惩罚 上官凤儿走过来道 玉京王府的国酒可是一决 一宁郡主 这到底是惩罚还是奖励啊 往后你约我出来玩 我也得迟到一会儿 哪能少得了你的份啊 一宁郡主称笑道 走 我们上船吧 一行七八位姑娘 踩着船板上了船 清风徐徐中 船往湖心驶去 站在船板上 跳目远望 即便头顶上是烈日当空 也没那么热了 远处 一夜偏舟 也不知道那小船是谁的 一夜偏舟 泛舟湖上 倒是比咱们大船更有意境 有大家闺秀道 这场景适合作画 一宁郡主说道 哎 不知道谁有兴趣 把这一幕画下来 她笑问 大家闺秀你推我上 然后说道 我们之中 福云郡主的话最好 非她莫属 福云郡主谦让 但被一宁郡主推了桌前 福云郡主没辙 只能提起画笔 把眼前一幕画于纸上 她作画 远处隐隐有琴声传来 上官凤儿望着远处道 那边有船 我们过去看看 船夫把船 划向远处那艘大船 嗯 那艘船上 这是崇国公世子几人 两艘船靠近 上官凤儿惊讶道 哥 怎么是你们啊 怎么不能是我们了 崇国公世子道 易宁郡主 下意识看向福云郡主一眼 崇国公世子 求取福云郡主 结果福云郡主 许给了崇国公府 大上爷的事 她有所耳闻 走而上官凤儿来找她 问游胡的事 因为去的人不多 易宁郡主 都打消了游胡的念头 上官凤儿说 再下道帖子 在府里待的人 实在是鞭闷 出去散散心也好 她也是待得无趣 便听了她的话 没想到 看到崇国公世子 易宁郡主 有些后悔了 直觉告诉她 没有好事 上官凤儿 邀请崇国公世子 上这条船 易宁郡主想拒绝 结果话还没出口 崇国公世子 纵身一跃上了船 还有武安博世子他们 也都过来了 易宁郡主 画在喉咙里 转了一圈 还是咽了下去 脸上带了 几分不渝之色 崇国公世子 朝扶云郡主 走过去 那场面有多尴尬 就不提了 扶云郡主 内心十分后悔 她就不应该来 易宁郡主 站在她身边 低声道 对不起 扶云郡主 便知此事与她无关 扶云郡主 和苏崇定亲的事 知道的人还不多 也没有几个 大家闺秀 知道崇国公世子 轻慕扶云郡主 兵部尚书府 大上野抚琴 一大家闺秀 跳舞 画坊上 添了几位男子 热闹多了 谁也没注意到 有艘小船 朝他们越来越近 那姑娘跳舞 上官凤儿闭上 一不小心 撞到了扶云郡主 眼看着 就要将她撞下船了 易宁郡主伸手 拉了扶云郡主一把 扶云郡主 惊魂未定 连拍胸口 易宁郡主 望着上官凤儿 称怪道 你小心些 差点就把 扶云郡主撞下船了 上官凤儿 暗恼易宁郡主多事 脸上略带歉意 是我不好 光顾着看跳舞 没有注意那么多 多亏有你在 苏虫躺在小船上 她把挡住脸的 抖力移开 坐起来道 哟 这么热闹啊 她的声音 唇后响亮 直接砸向大船 几位姑娘往下一看 就看到了苏虫 苏虫站起身来 一眼就看到 扶云郡主 她勾唇道 这么巧 扶云郡主也在呢 扶云郡主 脸疼得一红 分外的想死 一天之内 见到两个 她不想见 不敢见的人 偏偏这两个人 都盯上了她 尤其是苏虫 她是不知道 什么叫做 委婉的人 笑道 下来陪我游湖吧 虽然定了亲 但毕竟没有成亲 甚至连知道 他们定亲的人 都不多 她怎么能提 这么梦浪的要求呢 崇国公世子 额头青筋抱起 扶云郡主 出来游湖 是她拜托 上官凤儿 出马搞定的 要是最后 扶云郡主 陪了苏虫了 她是再一次 给他人 做嫁衣裳了 她走到船边 居高临下道 扶云郡主 不愿意 你何必强人所难啊 苏虫看着 崇国公世子 笑道 欠道大哥 都不会叫吗 崇国公世子 拳头一紧 苏虫看向 扶云郡主 扶云 告诉她 你愿意不愿意 亲密的呼唤 扶云郡主心底 像是被鹅毛撩过一般 她知道 东乡侯府大少爷 之所以愿意娶她 是因为南安郡王 他们逼的 她要不给她面子 她肯定不愿意帮自己 我 我愿意 扶云郡主低声道 苏虫满意一笑 她胳膊张开 嗯 下来吧 大船很高 扶云郡主是从凳子上下来 都要押还扶的人 居然就这么让她跳下去 扶云郡主有点后悔 说愿意了 苏虫肯定是故意的 她胳膊一直张开 扶云郡主耳根一点点发烫 她要不跳呢 就是当众落苏虫的面子 她咬了咬下唇 眼睛一闭往下一跳 哎 居然真跳了 很听话 苏虫胳膊一伸 就把扶云郡主抱了个满怀 她抱着扶云郡主 望着重国公世子 就不打扰各位游湖泛舟了 告辞 船夫划船离开 珊瑚站的船头都快急哭了 郡主 你不能有了苏大少爷 去不要我这个小妖狂了呀 扶云郡主紧张的心 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她知道被苏虫抱住了 可就是被抱住 她才更加害怕 她挣扎着要下来 但是苏虫不让 就这么一直被抱着 在重国公世子 怒火燃烧的毛子中 飘然远去 整条船上的人都感觉到 重国公世子的愤怒 永承博世子脸都绿了 她帮重国公世子出的绝妙主意 没想到 没有成全 重国公世子 倒成全了那土匪 扶云郡主这么当众一跳 她和苏大少爷的亲事 就算是板上钉钉了 难道重国公世子 还会娶一个 愿意对别的男子 投怀送抱的女人吗 苏大少爷此举 是在宣战 是在挑衅 是在炫耀 重国公世子 袖子一甩 迈步走到另一边船头 回到自己的船上 船上 大家闺袖们 窃窃私语 苏大少爷 怎么能让 浮云郡主 陪她去游湖呢 浮云郡主 居然还真跳下去了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事 上官凤儿 脸色抑郁 心道 浮云郡主 到底什么眼光 那土匪 怎么能够和我哥比 要不是为了撮合他和哥哥 我至于这么大热天的跑出来晒太阳 气死我了 上官凤儿不说话 易宁郡主 给他们解释的 浮云郡主 和东乡侯府大少爷定亲了 虽然还未成亲 陪苏大少爷游湖是出格了些 但只要亲事不退 也就没事 一时激起千层了 那几个大家闺秀蒙了 啊 浮云郡主和苏大少爷定亲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们怎么都没听说呀 易宁郡主回船舱内 笑道 就是前几天的事啊 浮云郡主被带走了也好 省得他提心吊胆 对于上官凤儿和谢锦鱼 一再地想利用他 利用御卿王府 易宁郡主对他们很是没有好感 将而浮云郡主是他送请帖出来的 一旦出什么事 他是要担责任的 另一船上 崇国公世子回了船上 拎起酒壶就往嘴里倒酒 辛辣的酒穿过喉咙到达胃里 燃烧成一团火 他把酒壶重重地磕在桌上 酒壶离开 酒水沿着桌子往下滴 武安博世子望着永成博世子道 你看你出的什么馊主爷 永成博世子脸黑着道 我注意哪里不好啊 好在哪里啊 成全了苏大少爷 我们来游湖苏大少爷怎么会知道 今日之事一定有人泄密了 武安博世子没再说话 永成博世子这话他也没法反驳 苏大少爷就算清闲 也不会闲到浮云郡主出府 他都跟着的地步 就算跟着浮云郡主也预料不到 他们也在游湖啊 苏大少爷一定是事先知道了 否则不会这么敢抢 游湖的事他们今天才知道 所以不是从他们这里泄密的 那就是崇国公世子那里出了问题 崇国公世子反应过来 一拳头砸在小鸡上 永成博世子劝他别生气 一计不成再是一计就是了 只是下回万不能再出岔子了 崇国公世子眼底寒芒闪烁 下一回 哼 他要连本带利地收回来 小船上 浮云郡主见离大船很远了 他低声道 可不可以放我下来啊 不可以 苏崇回答 浮云郡主直接懵了 他的人生中完全没有遇到过 这么直接了当 做事不拖泥带水的人 霸道的连商量都没有的 苏崇一说不可以 浮云郡主就不知道该怎么接换了 苏崇闷笑 他也没见过这么胆小的人 难怪看见他妹妹打劫 一记眼神飘过来 就自动自觉地 把身上值钱的都上胶了 这么胆小 实在叫人忍不住想逗他玩 苏崇拧着眉 一脸严肃的 胳膊麻了 浮云郡主 挣扎着从苏崇怀里下来 他一脸仗红地望向苏崇 我 我 我了好几声 也没下吻 苏崇坐下来的 给我揉揉 给我揉揉胳膊 浮云郡主脸烫得厉害 他左右看看 只有船夫在划船 他忍着羞涩 朝苏崇的胳膊伸出了手 他的手很好看 叫人忍不住想握着 只是力气小的 苏崇怀疑 他到底是帮她揉胳膊 还是揉她紧袍呢 同样是姑娘 紫家妹妹和她 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别的不说 就拿捏胳膊来说 她要紫家妹妹捏胳膊 她肯定不会干的 还是很乖巧地 把父亲抬出来 我力气小 要不要叫爹爹来给你捏呢 哪有这么听话的时候 就是力气小的苏崇 没法忽视了 你早上没吃饭啊 苏崇问得太突然 浮云郡主愣了下道 吃 吃 吃了 吃了 怎么力气这么小 浮云郡主就知道 自己揉胳膊的力气太小 被嫌弃了 她稍稍加重力道 船夫几次侧目 嗯 这个船夫是东乡侯府小厮打扮的 对自家大少爷 第一次见人家姑娘 就拿着当丫鬟使唤 他决定回去向夫人告状 大少爷 快吃午饭了 是回去吃 还是在船上吃啊 船夫问道 苏崇望着浮云郡主道 就在船上吃吧 浮云郡主看了眼船舱 他没有发现有吃的 他能不能说回王府再吃啊 船就停在这吧 船夫把船停下了 熟练地拿起钓鱼竿 从湖里钓了几条鱼出来 把铜盆烧了炭火 把鱼清洗干净 递给苏崇 苏崇就在船上烤鱼 浮云郡主就一直看着 直到苏崇把鱼烤好 递给他 来 尝尝我的手艺 浮云郡主接了烤鱼 没有盘子 没有筷子 他只能跟着苏崇直接咬 浮云郡主觉得 自己大家闺秀的形象 和这条鱼同归于尽了 苏崇望着他等 你怎么都不说话呀 浮云郡主看了他一眼 飞快地把头低下 他不知道和他说什么 半上才憋出来一句 谢谢 谢我什么 苏崇笑问道 浮云郡主觉得这人真可恶 他明明知道 还非要他说得那么直白 苏崇伸手摸了摸他的头的 你我定亲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不用跟我道谢 浮云郡主脸本就是红的 自打在船上看到苏崇 他脸上的温度 就没有降下来过 现在被苏崇摸了头 整个人快要热炸了 他低着头 一言不发 等他们吃完 船夫就把船划向岸边 船夫心疼 浮云郡主啊 胆小的大家闺秀 碰到他们家胆肥的大少爷 那就是小绵羊遇到了狼 锁在角落里瑟瑟颤抖 怕苏崇把浮云郡主吓坏了 第一次相处不意过久 让浮云郡主好好消化下 等把大少奶奶取进门了 还怕没时间腻歪吗 船靠岸后 苏崇先上了岸 浮云郡主稍后 苏崇伸手 浮云郡主犹豫了 默默把手伸了出去 远处云王世子骑马过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说实在的他有点吃惊 担心浮云郡主出事 所以他赶来 没想到浮云郡主和苏崇在一起 早知道他还担什么心呢 云王世子觉得 还是让他们独处吧 准备骑马离开 可是晚了 浮云郡主的丫鬟珊瑚 看见了他 喊道 世子爷 奴婢在这儿 这一喊 浮云郡主朝着看过来 就看到了骑在马背上的兄长 大哥 浮云郡主喊得很有底气 他轻蹄裙摆 朝着云王世子这边走过来 看到大哥 他觉得呼吸都顺畅多了 苏崇走过来 云王世子从马背上下来 和浮云郡主一样 云王世子在纠结 要不要向苏崇道谢 谢苏崇伸出援助之手 把妹妹给娶了 只是大舅兄谢妹夫 这话有点说不出口啊 将来他要欺负他妹妹 他这个做兄长的 都不好替妹妹出头了 云王世子眉头拧着 一脸犯难 大哥 浮云郡主 转了转云王世子的衣袖 云王世子回过神来 望着苏崇道 浮云来游湖 没想到是与苏兄在一起啊 浮云郡主朝马车走去 不用押换符 自己就爬进了马车里 掀开车帘 瞄着窗外 好奇苏崇和云王世子 在聊什么 苏崇望着云王世子道 今儿浮云来游湖 是崇国公世子的阴谋 云王世子脸色一变 多谢苏兄 云王世子坐一等 苏崇一脸黑显 果然一家长大的人都像得很 浮云郡主已经是他的未婚妻了 过不了多久就要嫁给他 苏崇告诉他这些不是让他道谢的 而是让云王府小心防备 他总不好派人去盯着浮云郡主吧 唉 未免节外生枝 我看 我还是早日迎娶浮云过门吧 苏崇一脸严肃的 船夫牵马过来 看着自家大少爷和侯爷一般的严肃 他有点同情云王世子了 作为大舅兄 应该八戒讨好才对 可他从云王世子身上 完全没看到这样的待遇 让他家大少爷讨好人 那也是不可能的 他不给别人挖坑 就算是讨好了 很明显 刚刚这句话就是坑啊 分明是他想早点迎娶浮云郡主过门 还说得这么一本正经的大义凛然 为救浮云郡主现身 哼 这也骗骗外人的 东乡侯府里 他连小黑都骗不过去 小四千马过来 苏崇翻身上马 朝云王世子抱拳 云王世子还在蒙争中 没有回过神来 苏崇朝马车看了一眼 正好和福云郡主四目相对 福云郡主偷看被发现 脸瞬间发烫 慌乱地把车帘放下 苏崇嘴角微勾 一夹马肚子就跑了 小四骑马紧随其后 云王世子走到马车边 敲了敲马车道 妹妹 你和苏大少爷相处得如何 福云郡主不说话 云王世子把车帘撩起来 和大哥都不能说吗 福云郡主把车帘放下 珊瑚忙道 苏大少爷让郡主从大船上跳下去 郡主跳下去了 他一把将郡主抱住 抱了很久 云王世子惊呆了 福云郡主脸发烫 他很想说 苏大少爷抱了他多久 他就给人捏了多久的胳膊 等珊瑚上马车 福云郡主问他 我很沉吗 珊瑚一头雾水 郡主为什么这么问 福云郡主忙道 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才怪你 珊瑚觉得有问题 马车徐徐往前 云王世子在前面开路 珊瑚盯着福云郡主看 抬手指着福云郡主的发迹道 怎么会有一只木簪 福云郡主抬手摸发迹 问他 在哪儿 珊瑚挪到他旁边 伸手将福云郡主发迹上的木簪取下来 木簪看上去有点眼熟 这不是那天郡主在金玉阁 给王妃挑的玉簪钥匙吗 珊瑚说道 想到什么 珊瑚无嘴笑道 奴婢知道了 是苏大少爷送的 是不是 那只玉簪已经摔得惨不忍睹了 知道玉簪样式的人不多 除了是苏大少爷送的 他想不到会是谁送木簪给他们家郡主 而且看郡主的神情 似乎根本不知道 人家送了他一只木簪 伸云郡主摸着木簪 脸上红云密布 珊瑚故意打去他 你这一簪是准备送给王妃的 郡主要把这只木簪送给王妃吗 伸云郡主瞪向珊瑚 哪有你这样做丫鬟的 一直打去我 这只木簪 你不要和母妃说 伸云郡主说道 珊瑚看得出来 他们家郡主挺喜欢苏大少爷的 苏大少爷送的木簪 他怎么舍得送给王妃呢 而且也不适合 伸云郡主坐在马车内 手一直摸着木簪 觉得有些口渴 他说道 给我倒点水 珊瑚赶紧给伸云郡主倒了杯茶 他喝完 过了一会儿他又要 接连三回 珊瑚纳闷了 郡主你吃什么了 怎么这么渴 伸云郡主没说话 他总不好意思说 苏大少爷给他烤的鱼 盐放了两回吧 伸云郡主没好意思说 但小丝好意思 起马恢复的时候 小丝望着苏虫道 大少爷 你烤鱼的技术 比在青云山的时候 差太多了 哪儿差了 我今天吃的鱼都没放盐 护着大少爷的面子 我没说 不可能 我每条鱼都放盐了 拿捏得很精准 大少爷确定了 苏虫望着小丝 渐渐的 他就嘴角抽抽了 这是他第二次 在伸云郡主的面前失手了 他的形象呢 看着苏虫一脸响屎的表情 小丝肩膀差点抖脱臼了 大少爷竟然是失了平常心 不然不会犯这样的错 不知道是太紧张了 还是太激动了 只是在未来大少奶奶跟前丢脸 脸有点挂不住了 小丝落后十几步 可以让自己畅快地笑 再说福云郡主回府后 他就直接回了院子 云王世子去见云王妃 云王妃急问道 没出什么事吧 要不是苏大少爷警惕 怕是真出事了 怎么回事 云王爷皱眉道 云王世子把苏虫告诉他的事 如实禀告云王爷和云王妃 云王爷脸色冷沉沉的 那苏大少爷可说什么了 苏大少爷他 云王世子顿了顿道 他说为了以防再出事 希望早点迎娶福云过门 云王爷诧异 让他帮忙 他竟这般尽职尽责 云王世子看云王爷的眼神 有点复杂 父子这么多年 他居然没看出来 他父王有被人卖了 还给人数钱的钳区 想到福云也急急了 到了该嫁人的年纪 留在王府难免被人觊觎 早点嫁了也好 有苏大少爷护着 不怕他被人欺负 想到这里 云王世子最担心的 还是福云郡主被苏虫欺负 苏虫骑马从最先楼下走过 北宁侯世子靠着窗户 正好看见他 喊道 苏兄 苏虫抬头 窗户旁蹲了南郡王和楚顺 苏兄 上来一起吃饭 南郡王道 苏虫想了想 从马背上下来 上了最先楼 进屋后 楚顺望着他道 苏兄心情好像不是很好 刚刚烤条鱼有点咸了 这条鱼也能影响心情吗 怎么办 南郡王望着他道 多喝水啊 那条鱼给别人吃了 能让别人多喝水啊 苏虫服恶 他为什么要指望他们四个 能给他想个好的 能挽回形象的办法呢 难道他要去告诉福云郡主 多喝点水吗 楚顺望着他道 什么人吃了鱼啊 竟然让苏兄这么左右为难 没事 没事 苏虫不想提着丢人的事 他望着南郡王道 你们几个帮云王世子 搅黄了崇国公世子 求取福云郡主一事 他应该是记得上了 小心他报复啊 南郡王不以为然 我们既然帮忙 岂会怕他们报复 没 不可掉以轻心啊 北宁侯世子点头的 苏兄说得不错 小心使得万年船 小心没上 南郡王挟了北宁侯世子一眼 我连自己的未婚妻 谁谁都不知道 我就不信他崇国公世子能知道 无法反驳 本来苏崇和福云郡主定亲的事 知道的人很少 但经过今儿再牵贺壶 这事一阵风地传开了 陈湘轩 内吾 苏简得知这事 他是既高兴又生气 我家大哥定亲那么大的事 居然都没人告诉我 就是 不告诉别人就算了 连姑娘都不告诉 馨儿说道 不过馨儿只是抱怨一句 他高兴的 没想到 和大少爷定亲的是福云郡主 奴婢就猜到 大少爷会喜欢福云郡主 苏简望着他 何以见得呢 福云郡主胆小啊 那会儿大少爷娶不上媳妇 奴婢觉得 他抢福云郡主 正合适 那么胆小的郡主 馨儿觉得 他去帮大少爷抢都够了 苏简哭笑不得 他还以为馨儿说 福云郡主和他大哥很般配呢 原来他只是看上 福云郡主的胆小啊 他大哥那么胆大的人 居然娶个这么胆小的媳妇 这反差盟是不是有点大呀 不过对福云郡主 苏简是很喜欢的 未来能有这么一个大嫂 他很高兴 牡丹苑 得知福云郡主 要嫁给苏崇的消息 南章郡主的脸色 可没那么好看了 以前的谢景川 被太后看重 希望他娶寿宁公主 现在不用娶了 南章郡主 在替谢景川 物色大家闺秀 他觉得福云郡主不错 家世容貌财情 皆上家 和崇国公夫人提了一句 他说是不错 他也看重了 不好和崇国公夫人争 他便打消了念头 可没想到 最后落到了崇国公府 大少爷手里 元王府的势力不小 福云郡主嫁给苏崇 元王府就等于向着东乡猴了 南章郡主 为崇国公府担忧啊 外面赵妈妈走进来 丫鬟说道 郡主 赵妈妈回来了 去静安寺一趟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南章郡主说道 赵妈妈笑道 回来的时候 去了松祭兵铺一趟 南章郡主猝眉 你去松祭兵铺做什么 福利兵块不够用了 派人去说一声就是了 永城伯府 往静安寺送了几百块冰 一半是给老夫人消暑的 奴婢去松祭兵铺 打听了下 是永城伯夫人 让松祭兵铺送去的 南章郡主的脸沉了几分 他倒是会计划献佛 回来的时候 碰到了崇国公世子的人 他拜托郡主一件事 什么事 南章郡主问道 赵妈妈附身 在南章郡主耳边 低语了两句 南章郡主眉头拧了拧 想到什么 他又笑了 这主意倒是不错 但他不能出这个头 剧主的意思是 永城伯世子和红二 不是走得挺近吗 我倒要瞧瞧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邪门 谁招惹他都倒霉 东乡侯府 苏崇上了最先楼 小丝直接回府了 嗯 回去之后 小丝就直奔去找唐氏 告诉苏崇的状 不只是把福云郡主 当丫鬟使唤 还有请福云郡主吃了一条 放了两回盐的鱼 唐氏笑得腮帮子疼 苏扬听后 记上心来 凑到沈小少爷和九皇子耳边 嘀咕了几句 九皇子望着他 喂 这样做真的好吗 先替未来大嫂出口恶气 回头我们去冤王府找他 苏扬说道 虽然觉得胳膊肘往外拐 不太好 但九皇子还是积极地配合苏扬的行动 然后苏崇回来 吃的糕点上撒了盐 喝茶润喉 结果茶更咸 晚上的饭菜 就更不必说了 他有点怀疑 是菜掉进了盐罐子里 再傻他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忘了叮嘱小丝不要说油糊的事 他居然什么都说了 想到自己丢的脸 苏崇没敢抱怨 默默地吃了一碗白米饭 苏扬他们躲在床底下 见状苏扬派脑门道 哎哟 忘了叮嘱厨娘 饭也要放眼 九皇子望着他 那是你大哥 我帮的不是大嫂吗 舍不得大哥 套不着大嫂 沈小少爷望着他 你要套大嫂干什么 苏扬手撑着下额 叹气的 哎 你不懂 我们家的女人啊 都是金鸽的 是稀罕宝贝 男人就是大白菜 我不早点和大嫂她好关系 回头我爹揍我 大嫂不一定帮我求情啊 爹爹说的 做人要居安思危 深谋远虑 九皇子嘴角抽丑 心想 这考虑得也太远了吧 你就不能好好琢磨下不挨打吗 苏扬对着一桌子菜 嚼着白米饭 形同嚼辣 偏偏他耳利好 自家弟弟在他床底下闲聊 他听得是一清二楚 想揍他一顿吧 又怕事情闹大了 回头谁都知道他丢脸的事 但他觉得东乡侯府上下 包括小黑都知道了 拜托能不能顾及下他的薄脸皮啊 他嚼着饭道 床底下有老鼠 有老鼠 苏扬面不改色 但他身边还有俩拖后腿的 沈小少爷和九皇子吓了一跳 脑袋砰的一下 撞在了床板上 疼的是眼冒金星 眼泪直飙 两人爬出来后 就坐在地上捂着脑袋 苏扬趴在床底下扶额 九皇子望着苏扬道 你不出来吗 苏扬看着他们 你们傻不傻呀 谁家老鼠这么大胆 看到人不逃命的 我大哥故意吓唬你们呢 苏扬瞥过来一眼 扒饭道 老鼠是没有 但蟑螂还是有一两只的 嗖的一下 苏扬飞快地往外爬 速度之快 看得沈小少爷和九皇子惊呆了 两人盯着他 苏扬的脸胀得通红 他走到苏扬跟前的 大哥 你太过分了 你欺负完大嫂又来欺负我 青云山的祖序你都忘了吗 苏扬无语了 拜托到底是谁欺负谁呀 他望着苏扬道 要么你给大哥个面子 和我吃完这顿饭 苏扬鼻子一哼 不给面子 说完扬长而去 苏扬望向九皇子和沈小少爷 两人目不斜视守着脑门 吹着苏虫跑了 他们可不想被闲死 苏扬跑去找东湘侯 爹 我明天要出门 出门做什么 东湘侯问道 我去看看未来的大嫂 东湘侯看了他一眼道 那就算了 你大哥才把人吓了一通 你再跑去 没得把人吓得退亲了 苏扬仗红了脸 我不下大嫂 东湘侯不信 然后苏扬申请出府的请求 就这么失败了 但他想和未来大嫂 打好关系的念头 却未打消 他回了自己的院子 端着笔墨纸燕 准备给未来大嫂写信 九皇子言没 沈小少爷盯着他 你打算写什么 九皇子问道 苏扬想了想道 好像还不够小大嫂的急 我还得做点什么 九皇子望着他 你想做什么 苏扬眼珠子一转 从椅子上跳下去 把自己的锯翻出来 带着九皇子和沈小少爷 去了苏扬的屋子 苏扬吃过饭后 在书房看书 苏扬带着九皇子和沈小少爷 悄悄地摸进去 点了蜡烛 把苏扬的床入掀开 开始锯床板 忙了好一阵 然后心满意足地把床入扑好 九皇子嘴角抽抽 没见过胳膊肘这么往外拐的 难怪他要孜孜不倦地寻求 未来大嫂的庇佑了 因为他每天都在换着花样的找打 本来这一顿毒打能省了 偏偏他要往苏虫跟前凑 他们只是围观的 可不是帮凶的 大哥要打你怎么办 沈小少爷问道 苏扬坐在床边道 这回啊 我大哥不会打我的 你确定 九皇子不信 苏扬拍手道 当然不会了 我大哥丢脸在前 我帮大嫂出气 他揍我 他难道不怕等大嫂嫁进来 我和大嫂告状吗 再说了 我帮大嫂出气 是经过我娘和伯母同意的 苏扬一脸有恃无恐 他一定要让大哥知道 他是不能被吓唬的 带着句子 苏扬几个出了门 把门关上的时候 想了想到 哎 你们等我会儿 他又进了屋 九皇子和沈小少爷 喂了不少蚊子 催了七八回 苏扬才出来 几人悄悄离去 然而这一幕 全部落在了小丝眼中 小丝们选择视若无睹 苏扬看完书 沐浴完回屋 有些口渴 他端起茶要喝 淋到嘴边 他喝了小口 没有咸味 这才放心大胆地灌茶 要多被咸几次 以后喝茶 估计都会有心理阴影了吧 屋子里的地上 还有细线 苏扬服额 他家弟弟都多大了 还跟他玩这样的小把戏 过五关斩六将 苏扬到了床边 掀开被子没有老鼠夹 床顶上也没有盆 苏扬放心地 宽衣上床睡觉了 在床上躺着 想到今天 在千鹤湖的事 他抬手遮连 夜不能寐啊 一个地方睡热了 他往里面睡一点 刚反进去 啪哒一声 连人带被子 掉到床底下了 和苏扬一样 浮云郡主 一晚上也没睡好 到了早上 实在是困乏了 方才睡过去 日上三干时 他正睡得香 就被丫鬟珊瑚 摇醒了 郡主 郡主醒醒啊 珊瑚唤道 浮云郡主迷糊地 睁开眼睛 珊瑚道 东湘侯府苏小少爷 给您送信来了 苏小少爷 浮云郡主 瞌睡虫跑了一半 郡主没听错 是苏小少爷 浮云郡主脸微红 珊瑚怕他失望 无嘴笑道 苏小少爷的信都送过来了 苏大少爷的信还远吗 浮云郡主脸红如下 你再打去我 我就叫人把你拖下去 伤你板子了 珊瑚连叫不敢 把信送上时 又不怕死地来了一句 这信也有可能是苏大少爷 这苏小少爷名义送的 浮云郡主真的是要追珊瑚打了 珊瑚忙把信塞给浮云郡主 浮云郡主撇了信一眼 谋光在信上的错别字上 逗留了片刻 浮云郡主 亲戚 就这么把我封号给改了 他把信拆开 把里面的信拿出来 浮云郡主扫了一眼 被苏洋一声大嫂给弄懵了 都还没嫁呢 就海上大嫂了 东乡侯府的人也太随意了点吧 等往下看 他没忍住笑出声 珊瑚不懂自家郡主笑什么 凑上去瞄了一眼 被信末尾的一幅画 给笑得塞帮子疼 信上画的是苏虫掉下床 卡在床和地面之间的画面 苏虫脸上的茫然都画出来了 唯妙唯肖 苏小少爷真有趣 珊瑚忍不住的 信上把苏虫下言的事都写了 怕浮云郡主不信 还写了见证人 是九皇子和沈小少爷 两人还摁了手印 确保苏洋所言属实 这封信是认真的 拿出了刑部衙们 供词的严谨态度 并且在信末提了一个 诚恳的小要求 希望浮云郡主 能给苏虫做两双小邪 虽然是苏洋提的要求 让浮云郡主 给苏虫穿小鞋 但浮云郡主 还真没这胆量 她望着珊瑚道 我要不要回苏小少爷 说我不会做鞋啊 郡主 这可是您未来 小数字的第一个要求 不能不满足 珊瑚一脸认真的 虽然还没见过苏洋 但珊瑚已经坚定不移地 站在苏洋这边了 虽然有丫鬟的怂恿 但浮云郡主 还是坚持不做 苏虫救过她 还为了帮她摆脱太后赐婚 愿意娶她 给她穿小鞋 也太不厚道了 珊瑚劝不动她 也就不劝了 但是 最后浮云郡主 还是动手 给苏虫做了小鞋了 笑了一通 困意全无 浮云郡主下床洗漱 刚准备吃早饭 云王世子就来了 她听说苏洋 给浮云郡主送了封信来 专程来问这事的 浮云郡主 不好意思把信给她看 云王世子觉得有古怪 就怀疑信不是苏洋写的 是苏虫写的 浮云郡主 被怀疑得一脸飞红 为了证明 信不是苏虫写的 她只能把信交出来 以免云王世子误会 云王世子被这封信给惊呆了 从来没见过这样相处的兄弟 做弟弟的居然公然让未来大嫂 给自家大哥穿小鞋的 他们兄弟感情真好啊 云王世子说道 浮云郡主望着她道 大哥 你也想让我给你做小鞋穿吗 我就不用了 苏小少爷帮你出气 他提的要求 大哥觉得你应该满足他 云王世子知道了苏扬的要求 然后云王爷和云王妃就都知道了 他们一致觉得应该满足苏扬的要求 然后请了个秀纪高超的秀娘回来 教浮云郡主针线 再然后 浮云郡主就开始每天要扎自己几针的日子 等浮云郡主不扎自己的时候 已经过去十天了 这十天低雨未下 这一天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京都是大齐的都城 选的是风条雨顺大吉之地 连京都都久未下雨 何况是其他地方了 大齐各地已出现旱情 接连烈士当空 良心兵铺的生意是前所未有的好 但这样的生意兴隆 苏锦并不想要 看着良心兵铺送来的银票 苏锦道 要还不下雨 真出下旱灾 这钱就一并捐给那些灾民吧 信儿舍不得钱 但捐赠的钱 她不会舍不得 做好事 老天爷才会保佑嘛 何况她也是经历过天灾人祸的人 明白那种艰辛 多少人只要给一口饭 就能活下来 帮助他们是应该的 信儿把钱拿下去收好 外面走进来一押还道 狮子爷 二姑娘三姑娘来了 苏锦眉头微挑 谢锦秀谢锦欢 他们怎么来沉香轩了 尤其是外头太阳大 这两朵娇滴滴的花怎么来了 别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才好哦 苏锦起身出门迎接 谢锦秀拿着团扇遮挡太阳 谢锦欢看着苏锦唤道 大嫂 苏锦微微一笑 天这么热 你们来了 快进屋坐 陈湘轩甚少来客 所以正堂内没有摆冰盆 以免浪费 苏锦直接请他们进内屋 只是在外见 内屋摆了不少冰盆 一路晒过来的谢锦秀和谢锦欢 觉得身上微凉 两人坐下 谢儿给他们奉茶 谢锦秀擦汗 谢锦欢则道 刚刚老夫人派了人回来 大伯母派丫鬟给我们传话 说是京都各家姑娘都在抄写佛经 祈求老天爷降雨 上我们也抄 大伯母派人来通知大嫂了吗 谢锦欢问道 苏锦摇头 没有啊 不过没有又有什么关系 南庄郡主没派人来 他们不是来了吗 谢锦欢则道 嗯 大伯母怎么没派人告诉大嫂啊 佛经种类多 我们想着来找大嫂商量 大家抄一样的 苏锦淡淡一笑 祈福下雨这是好事 这佛经我会抄的 也不用抄太多 抄三天 九九八十一篇 亲自送到大佛寺就成了 谢锦秀道 苏锦一直想去大佛寺 之前是老夫人在大佛寺住 后来是天热 人懒散的不想出屋子 不然大哥定亲 他怎么也要回东乡侯府一趟的 现在趁着送佛经去大佛寺 走一趟也好 苏锦点头应下 他这么好说话 谢锦秀都有点懵了 这么轻易的就答应 早知道就派丫鬟来说 不自己来了 外头太热 他们才刚来 一点都不想走 就在陈湘萱多待了会 谢儿把做的冰棍拿出来招待他们 谢锦欢吃着冰棍 望着苏锦道 大嫂这冰棍真是太好了 比任何枭树结合的东西都好 尤其是山楂冰棍 吃着还开胃 天太热了 人都少食欲 谢锦秀接了一句 可不是 我年夏天 总要瘦一点 今年托大嫂的佛 长了几斤 这到底是谢他呢 还是在谢他呢 苏锦就当他这是真挚的感谢了 谢锦欢道 今年比去年热多了 但只要不出门 要比去年凉爽不少 这都多亏了大嫂 把冰价降了下来 不然只松迹冰铺 这冰块的价格 估计要卖到五两银子以上了 那么高的价格 只怕连他们的用不起 说到这事 谢锦秀就一直不住内心的好奇 望着苏锦道 良心冰铺的冰块至今没涨价 只要去买都能买到 那么多冰块 大嫂是打哪来的 又来讨他的话了 这些人还真是滋滋不倦呢 苏锦懒得再回答这个问题 谢锦欢这就把话题岔开了 嗯 这冰块味道真不错 良心冰铺不止冰块生意火爆 这冰块的生意也不差 起初知道冰块的不多 但只要在冰铺买冰的 都会送上几只 那些买冰块的尝过冰罐 纷纷派人来购买 如今良心冰铺是客死云蓝 一只冰罐吃完 谢锦欢和谢锦秀也待不住了 起身离开 苏锦送他们出门后 就开始抄佛经了 八十一篇 哎 苏锦翻着佛经 头都大了 最先楼 南安郡王几个钓鱼丸回来 直接上楼吃饭 那四桶鱼则送给了最先楼 交给小四的时候 还不忘叮嘱的 千万别做鱼给我们吃 你已经吃腻了 要不是鱼还活着 就冲南安郡王这话 小四都要怀疑 这鱼是不是被下毒了 上了楼 南安郡王躺在小榻上 猛煽风 包间里就有冰盆 小四又抬了个劲来 北宁侯世子点了七菜一汤 快点上菜 北宁侯世子说道 好嘞 小四硬道 今儿回来的有些晚 肚子饿了 很快菜就端上来 色香味俱全 勾得人肚子里的蝉虫翻滚 几味言慢用 小四拿着托盘 一脸殷勤地退下 小四们刚要下楼 就看到大理寺少卿走过来 他赶紧转身进屋 北宁侯世子刚拿起筷子 夹了块红烧鸡肉 小四过来说道 北宁侯世子 大理寺少卿上楼了 北宁侯世子 飞快地把肌肉塞嘴里 又夹了两块 将筷子放下 拿起桌上的折扇 推开窗户 就往下一跳 那架势 活响慢了一步 就小命不保了 他前脚跳窗离开 后脚大理寺少卿 推门进来 问道 我表弟在吗 刚被你吓跑 楚顺回道 大理寺少卿 看着敞开的窗户 什么也没说 走到窗户处 直接跳了下去 小伙计朝上看了看 心底无比地同情 北宁侯世子 他把门窗关好 退下 定国公府大少爷 叹气道 唉 看大理寺少卿的态度 我看呢 母兄迟早要 被他表哥给弄死 我看大理寺少卿 被弄死的可能性 更大一点 楚顺说道 定国公府大少爷 望着楚顺 刚刚还替北宁侯世子 默哀的他 改替大理寺少卿 默哀了 北宁侯世子 从窗户跳下来 嘴里还有几块鸡肉 他想着 楚顺他们怎么也会帮他 拖住大理寺少卿 让他安静地 把几块鸡肉吃完 他靠着墙喘气 一抬头 就看到大理寺少卿 朝他跑过来 北宁侯世子 想屎啊 他从来不知道 自己表哥这么难缠 折腾的他都派人盯着他了 就怕撞到 他居然跑最先楼 掐着他吃饭的点来找他 这是不给他活路了呀 北宁侯世子 不想去刑部大牢待了 天这么热 刑部大牢那味道 他不敢想象 把嘴里的红烧鸡肉吐掉 北宁侯世子拔腿就跑 大理寺少卿穷追不舍 一跑一追 在闹街上 这种穷追不舍 只有一种情况 追贼 大理寺少卿身上穿着官服 跑得太快 没人看清他追的是谁 只当是抓犯人 被大理寺少卿这么追 也不知道犯什么大案 有围观百姓的 前面瞧着像是 北宁侯世子 有人像他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 大理寺少卿有隐疾的事 天热跑不了一会儿 就出了一身的汗 北宁侯世子 往北宁侯府跑 自家表哥总不至于 追到他爹娘面前揍他吧 他用这样的办法 躲过好几劫 但是这一次 不管用啊 他往北宁侯府跑 大理寺少卿往北宁侯府追 北宁侯世子吓懵了 表哥这疯了吗 难道他也想到我爹娘面前揍我吗 这可是我的底下来啊 北宁侯世子从自家门前跑过去 北宁侯府的小厮都有点懵 等看到大理寺少卿追过来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赶紧去禀告北宁侯夫人 北宁侯世子往前跑 跑到一胡同处 手撑着墙喘气 大理寺少卿追过来 就被北宁侯世子一把勾着脖子 拖进了胡同里 他对自家表哥的忍耐 已经到极限了 有木有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北宁侯世子都没给大理寺少卿 开口的机会 就将他一通暴揍 他本来武功就比大理寺少卿高一点 再加上在东乡侯府训练了那么久 揍大理寺少卿那是不在话下 一通暴打后 北宁侯世子瞪着他道 有着力气追我 你还不如回答陪表嫂呢 下回再追就不放 别怪我这个做表弟还揍你 大理寺少卿靠着墙 浑身疼得他想死 他从怀里摸出两张银票 这回我不是抓你 北宁侯世子有点懵了 他接过银票 一张五千两 一张三千两 这是 你表草怀孕了 大理寺少卿捂着胸口 他有点怀疑表弟是不是想灭了他后 以绝后患呢 拜托疼得他都受不住了 大理寺少卿眼睛一闭 晕过去了 北宁侯世子一把扶着他喊道 表哥 表哥 北宁侯世子想死了算了 他不知道该说表哥蠢的还是他蠢的 本来好端端的一件大喜事 为什么会闹成这样 而且他也没有很大力啊 表哥怎么会晕倒呢 在扛了两回大理寺少卿后 北宁侯世子又扛了第三回 这回没敢往药部里扛了 再者距离北宁侯府也近 北宁侯世子直接把大理寺少卿扛了回去 看着大理寺少卿晕晕着 而且还鼻青脸肿的 北宁侯府小思都吓懵了 如果他们猜得不错的话 表少爷应该是世子爷揍的吧 小思赶紧去禀告北宁侯夫人 屋内 北宁侯夫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赵大少奶奶怀了身孕 赵大太太赶紧差丫鬟来报喜 北宁侯夫人是由衷地替赵家高兴 正笑着呢 丫鬟跑进来道 夫人不好了 世子爷把表少爷揍晕了 北宁侯夫人脸上的笑意一僵 他赶紧起身往外走 正堂内 大理寺少卿坐在椅子上 看着他脸上的淤青 北宁侯世子抬手 遮住了眼睛 管世子回头看了他一眼 悄悄抬手 叹了叹大理寺少卿的鼻心 还好 还活着 只是这一幕 正好落在北宁侯夫人的眼里 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瞪着北宁侯世子道 你怎么能把你表哥 揍成这样 北宁侯世子缩着脖子 我也不想啊 表哥他追了我四条剑 我以为他就弄死我 我已经忍了他很久了 然后我就没忍住 然后 表哥就这样了 还好爹不在家 不然他会被打得跟表哥一样啊 这几天是不能回家住了 北宁侯夫人拿眼睛瞪他 你表哥是向你道喜 北宁侯世子挠着额头道 娘 不要扫回神月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你还把表哥做成这样 北宁侯夫人都想抽他了 北宁侯世子赶紧道 这不是走完了才知道的吗 娘 表哥指些疲外伤 我觉得他可能在外面查案 再加上追了我许久 热中暑子 我已经让人给他请拍衣了 娘 你帮我向公公赔个不是 我先走了 不等北宁侯夫人答应 北宁侯世子赶紧跑 北宁侯夫人是又生气 又拿自己儿子没辙 看着大理寺少卿一副惨不忍睹的样子 北宁侯夫人只觉得脑壳一阵阵的抽疼 太医来得很快 看着大理寺少卿被打得那么惨 内心有点发怒 不过把完卖他松了口气的 是热中暑了 有劳太医开方子啊 最先楼 北宁侯世子跳窗下的楼 他直接从窗户外进去 看着他进来 楚顺笑道 居然回来了 我们都做好去探监的准备了 北宁侯世子表示 事情已经解决了 南郡王望着他 你表哥还活着吗 我表嫂回孕了 楚顺他们愣住 然后就是向北宁侯世子道贺 恭喜啊 恭喜 表嫂回孕 恭喜我做什么呀 北宁侯世子黑线的 还能恭喜你什么 自然是恭喜你 不用被你表哥刁难了 北宁侯世子嘴角抽抽 你们就别忘了上口撒盐了 楚顺他们一脸狐疑 我刚刚把我表哥揍了一段 我估计 他不会分过我 北宁侯世子叹气道 定国公府大少爷没忍住 一口酒喷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包间内 笑声肆意洪亮 重国公世子路过时 脸阴沉沉的 屋内 苏锦在抄福经 馨儿在一旁打讪 看苏锦抄了一篇佛经 用了大半天 馨儿觉得 接下来三天 此家姑娘怕是要和椅子 粘在一起了 抄好一篇 苏锦把笔放下 轻柔手腕 她还是不大习惯写毛笔字啊 歇了会儿 她继续提笔捏墨 抄抄抄 外面 谢景臣推门走进来 她走到书桌旁 看了一眼道 怎么想起了抄福经了 苏锦瞅了她一眼 不是我想起来的 是你两位妹妹来一趟 南章郡主要她们抄福经 祈语 这是好事 我才抄的 要不是好事 她才不会这么勤快呢 虽然她觉得 抄福经并没有多少用处 谢景臣把一张银票 递给她 五千两 馨儿眼睛都亮起来了 哇 姑爷真好 一有钱 就上交姑娘 苏锦把笔放下 接了银票 好奇的 诶 这银票到哪儿来的 大理寺少卿的夫人 赵家少奶奶 回了深院了 这银票是 北宁侯世子 让我转交给你的 哦 原来是我的诊金呢 苏锦把银票 递给谢景臣 我没打算收她的诊金 赵大少奶奶 是北宁侯世子的表嫂 就当是给北宁侯世子 一个薄面了 你确定不要 当然了 馨儿很想把银票接过来 但苏锦一再说不要 她就忍着了 谢景臣伸手接银票 苏锦眉头不改 她手里有美人格 药铺 还有良心兵铺 生意火爆 不愁没钱用 谢景臣把银票交给安卫 让她送还北宁侯世子 苏锦继续抄佛经 谢景臣在屋里看书 偶尔抬头看苏锦一眼 牟底卸出几分笑意来 东乡侯府 北宁侯世子骑马过来 他翻身下马 把马拴好 迈不进府 最先迎接他的是小黑 围着他的脚打转 然后才是苏阳和九皇子他们 苏阳看着北宁侯世子道 穆大哥 你真的来侯府避难啊 这么料是如谁啊 北宁侯世子 厌恨恨意 嗯 是啊 木伯父料准了你会来侯府避难呢 派了小四来找你 都等你大半天了 苏阳道 远处一小四跑过来 世子爷 您可算是来了 北宁侯世子转身 小四上前 侯爷说您不去给表少爷赔礼 他就当没您这个儿子 又是这句威胁 他耳朵都快听出老姐来了 偏偏百事不爽 我知道了 北宁侯世子郁闷的 小四走后 北宁侯世子去见了苏虫 然后骑马去了赵家 在半道上遇到了去找他的暗卫 赵家 北宁侯世子骑在马背上 看着赵家匾鹅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 小四们看着他也没什么反应 北宁侯世子内心有点沉重了 姑父姑母对待他的态度 可是从小四们身上体现出来的 姑母疼他 小四们就殷勤备至 姑母嫌弃他 小四们就爱搭不理 翻身下马 北宁侯世子硬着头皮进了府 他直奔大理寺少卿的住处 嗯 人有点多呀 赵大少奶奶出嫁三年才怀身孕 赵家上下激动坏了 头一个就是赵大太太 还有文喜训赶来的赵大少奶奶的娘家人 但看见北宁侯世子 那些丫鬟婆子又是感激又是埋怨 感激自是不用说 要不是表少爷帮忙请东乡侯府的大夫 那大少奶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怀孕呢 埋怨嘛 自然是北宁侯世子把大理寺少卿给打了 本来躺床上的只是大少奶奶 结果大少爷高高兴兴地出去 最后被人抬回来的 卧床养病的除了大少奶奶 还要再贴一个大少爷 而且太太把大少爷鼻青脸肿的模样 吓着大少奶奶 不许她进屋 把大少爷打发去了小跨院养伤了 直到北宁侯世子来了 赵大太太扶着丫鬟的手出来 是一脸笑容 北宁侯世子有点懵啊 姑母不怪我 搜了表哥 一点皮外伤 养几天就好了 赵大太太道 北宁侯世子把银票还给赵大太太 这是表哥给我的 当然大夫不收 赵大太太愣了 吓到 这钱不能不给 你再送去 北宁侯世子点了点头 他要进屋给大理寺少青赔不是 被告知在跨院 他又去了跨院 嗯 他没能进跨院 大理寺少青不见他 北宁侯世子火气有点大 居然不见他 要不是父亲逼他 他还不来呢 不见就不见呗 北宁侯世子折扇一打 转身就走 这时候已经傍晚 北宁侯世子打算明天再去镇北王府 第二天 北宁侯世子和楚顺他们钓鱼回来 北宁侯世子说服南安郡王他们 陪他去镇北王府 刚进城 就看到了大理寺少青 北宁侯世子眉头拧得紧紧的 楚顺看着他道 你不是说你表哥不见你吗 我怎么瞧着 他像是专门在等你 我是不是把他揍受毛病来了 北宁侯世子有点担心 送上门去不见他 现在又专程来找他 他怎么那么想再揍他一顿呢 北宁侯世子骑马上前 目不挟视 大理寺少青一脸郁闷 他根本不想来 但又不能不来 陈香轩内屋 苏锦手紧脖子 馨儿心疼道 姑娘抄了一上午的佛经了 歇会儿吧 苏锦哪里不想歇呀 可他怕歇了 佛经就抄不完了 我没事 苏锦道 外面丫鬟敲门道 世子妃 北宁侯世子他们来找您 找我 苏锦眉头挑了挑 他把刚拿起的狼毫笔放下 起身去见北宁侯世子他们 他们不在正堂 而是去后院见谢景臣了 苏锦去后院见他们 主屋内 南郡王和谢景臣下棋 楚顺和北宁侯世子他们 在一旁观战 听到有脚步声传来 北宁侯世子迎出来 见到苏锦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银票送上 大嫂 这五千两 姑母让我再给你送过来 让大嫂你无论如何 也要收下 苏锦哭笑不得 你们专程过来 就是送这五千两呢 这么大热天的 他们也真是不怕晒呀 还有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北宁侯世子挠了挠额头 这不是表嫂三年没还深院 看了东乡侯虎的大夫 就怀上了吗 这消息一传开啊 不少人接着探望表嫂的机会 问了方子 方子是大嫂开的 表嫂和姑母不敢轻易送人 让我问问 嗯 赵大太太把这事 交给了大里斯少卿 大里斯少卿 不好顶着一脸伤 来镇北王府 他只能找北宁侯世子了 北宁侯世子是好表弟 不会和表哥一般见识的 帮忙问个话 也只敲了大里斯少卿 三年的俸禄 苏锦还以为 找他是什么大事呢 原来只是问他方子 能不能给别人的事 估计是大少奶奶修鱼 把方子试人 所以拿他做幌子 不过那方子 苏锦没觉得 有什么不能给人看的 见苏锦同意 北宁侯世子就放心了 他们四人 陪谢景臣下了一局棋 本来约好 在陈香轩用饭的 结果他们拎了四桶鱼来 小厨房做了和鱼宴 第一道鱼端上来 他们面不改色 第二道鱼端上来 他们眉头微皱 第三道鱼端上来 他们眉头皱起 第四道鱼端上来 南郡王坐不住了 怎么这么多鱼 小厨房做了和鱼宴 馨儿欢快的 几乎是瞬间 南郡王他们起身 朝谢景臣抱拳 景臣兄 告辞 怕被挽留 紧人抬一脚就走了 等馨儿追出去 只远远地捕捉到南郡王那翻墙的英姿了 苏锦看着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鱼 一头污水 这菜有问题吗 他们应该是吃腻了 北宁侯世子他们去最先楼吃饭 让小厨把苏锦允许药方送人的话 传给赵大少奶奶 当时正好有人问赵大太太方子 赵大太太红着脸 让丫鬟把方子腾抄了一遍 她还望向赵大太太 大夫给娘的方子呢 赵大太太想说 方子只是给她一个人 但既然怀上了 也应该拿出来给她瞧瞧 去把方子取来 赵大太太吩咐丫鬟的 很快 丫鬟就把方子拿来 赵大少奶奶看了一眼 当时就愣在那里 这要方 她鼻子酸涩的 赵大太太看着她的 大夫让我这么跟你说 应该是让你 别有太大的压力 我照着大夫的叮嘱做了 你就怀了身孕 可见过于紧张 也不利于怀孩子呢 方子红着脸 给求药方的少夫人 结果少夫人脸更红了 这药方也太 不敢说质疑的话 人家赵大少奶奶 就是用着药方怀上的 忙把药方收好 然后道谢 但凡来求药方的 最后都是红着脸走的 转眼两天过去了 这一天夜里 苏锦还在奋力地抄佛经 她已经尽力了 然而还差十篇才够数 明天就要去大佛寺了 苏锦抄得哈气连天 眼皮子都快粘到一起了 仙儿劝不动她 谢景臣过来道 还差多少篇啊 还差七篇 先睡吧 明天再写 可明天一早叫去大佛寺了 谢景臣把他手里的笔拿下 勒令苏锦先睡觉 他再坚持 谢景臣就抱他上床了 苏锦还真怕他说到做到 再者 他也实在是困了 临睡前 苏锦吩咐幸尔 一早上阳丫鬟 去告诉谢景臣和谢锦绣 他估计要下午才能去大佛寺 如果他们等不及 可以先去 第二天 吃过早饭后 谢景臣去找谢锦绣 二姐 咱们是等大嫂还是先去 谢景臣问道 当然先去了 谢锦绣脱口道 一来祈福上香 是去得越早越成心 不少人都争着去上头香 二来 让他们抄佛经 其语 是南张郡主 而且点名了 要让大嫂也一起去 直觉告诉他 大嫂这一趟大佛寺之行 会出事 他正愁不知道 怎么摆脱嫌疑 现在大嫂主动 不和他们一起 他正求之不得呢 谢锦绣和谢景欢 带着抄好的佛经 去见了南张郡主 把苏锦要晚些 才能去的事说了 然后出门 直奔大佛寺 等他们从大佛寺 祈福回来 苏锦堪堪抄完佛经 谢锦绣陪着他一起 去了大佛寺 出门之前 杏儿还在翻老皇帝 今儿一出门吗 苏锦笑问 杏儿拿着老皇帝道 姑娘 今天是个好日子呢 一出门 暗卫写了他一眼 世子妃出门 还用看老皇帝吗 万一谁不长眼 撞上了世子妃 那都是别人不宜出门 一行人出门 坐马车去了大佛寺 路上行人少 到大佛寺的速度 要比平常快不少 只是刚到大佛寺脚下 一个小司骑马追过来的 世子妃 王爷有急事 让您去军营一趟 谢景臣掀开车帘 看了小司一眼 小司是李总管的心腹 派他来找 应该是真的有急事 他望着苏锦 苏锦推他 你去军营吧 我祈福完就回府 谢景臣便从马车内出来 骑马离开 暗卫留下来保护苏锦 上了山 苏锦带着佛经 进了大佛寺祈福 看到他们来 小和尚都心慌慌啊 还以为朕北王世子妃不来了呢 没想到他们还是来了 但愿今儿不会出事啊 小和尚双手合十 诵经祈福 苏锦跪下 虔诚地望着菩萨 他希望菩萨能告诉他 他还能不能离开这里 虽然在这里待得 也没什么不顺心 但他毕竟不属于这里 只是求了半天 菩萨也没给他半点反应 馨儿腿都麻了 小声道 姑娘 你打算跪多久啊 苏锦抬了手 馨儿赶紧扶他起来 出了大雄宝殿 馨儿问道 是私下逛逛 还是直接回府啊 直接回府吧 天这么热 再美的景致 也没有心思欣赏 只是苏锦想回府 偏偏有人不顺他的意 往前走了没几步 一个男子从他身侧走 嗖的手一伸 拔下了苏锦头上的金簪 就往前跑 速度之快 苏锦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人已经跑远了 馨儿抬脚就去追 苏锦也往那边走 光天化日 菩萨眼底下 居然就这么放肆地 赶从他头上抢金簪了 这是太岁头上冻土啊 男子跑得很快 馨儿追不上 二位追上去 手里的石子一伸 男子往前一踉枪 从台阶上滚了下去 男子跪在地上 连连求饶 馨儿跑到男子身边 一把将他手里的金簪 抢了过来 然后回头喊姑娘 结果没看到苏锦的人影 这余下地上的一方袖帕 被风吹过来 暗卫脸色一变 不好 中了敌人的 调虎离山之计了 他说话的功夫 跪在地上的男子手一挥 一团民药散开 暗卫和馨儿互望一眼 倒地不起 这一处有些偏 两人倒地时 远处有说话声传来 男子把暗卫拖到假山后 然后回来拖馨儿 随手就把馨儿 扔在了暗卫身上 远远看去 那画面 有些伤风败俗啊 不少人过来玩 瞥了一眼 骂两句就掉头走了 没有一个上前打扰的 很快 这一块就人际罕至了 谢景臣起码赶去军营 小四传完话 起码回府 两人分道扬镳 谢景臣担心有急事 跑得很快 结果在半道上 碰到了王爷 骑马过来 谢景臣 骑马上前道 父王找我有急事 王爷眉头微皱 一头雾水 我什么时候找你了 谢景臣脸色一变 简短地将他 陪苏锦去大福寺 结果小四找他说 王爷让他去军营的事一说 王爷心底 也涌起了不好的预感 皇上急召他进攻一事 他不好耽搁 谢景臣掉头赶去大福寺 来的时候 他跑得就很急 去的时候更急 八百里加急都没他急 越急就越容易出岔子 他骑马上山的时候 马车正往山下跑 车夫看到谢景臣 神情一慌 以至于手里的缰绳没拉稳 马车从一块石头上卡过去 马车差点翻了 苏锦被困着手脚 嘴里塞着布条 本来是昏迷的 马车一撞 他原本靠左边 这一颠簸 他的脑袋直接朝右边撞过去 额头撞疼 直接将他给疼醒过来 嘴里塞着布条 手脚背负 苏锦再啥也知道 自己被人给绑架了 暗卫和杏尔追那抢发三的贼 他往那边跑 结果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道是谁绑架他 胆子是真够肥的 先是支开谢景臣 再是转移暗卫 这分明就是冲他来的 他来大佛寺 虽然是他早有打算 但如果不是要抄佛经祈福 他不会今天来 这事不知道是南章郡主背后指使的 还是老夫人算计的 又或者 他们两个都脱不掉干系 这回他要逃脱 那绝对会叫他们吃不完兜着走 苏锦心底恼得厉害 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身上有毒药 可双手被捆 也无济于事 苏锦想往车夫边移动 可是马车跑得很快 他转过来转过去 五脏六腑颠倒了胃部说 浑身像是要撞裂开 看到谢景臣回来 车夫慌了 他必须抓紧时间把人送到 否则等镇北王世子追来 他小命休矣 他赶马车下山 半道上就看到永成伯世子 马车赶紧跑去等 爷 永成伯世子见他神情慌乱问 事情没办成 成是成了 镇北王世子飞就在马车里 可是计划有变 小的下山时 镇北王世子上山了 小似急的 他跑得很急呀 应该是知道上当了 等在大佛寺找不到人 他肯定会追来呀 这么短时间下山的人不多 一查便知 永成伯世子只能临时改变计划了 你敢马车继续往前跑 我带他去别院 永成伯世子道 车夫掀开车帘 就看到苏锦望着他 爷 他醒了 永成伯世子从怀里拿出黑布 把自己的脸蒙上 这被王世子飞邪门得很 招惹他的容易倒霉 万一计划失败 没被看清脸 自然不怕被报复 车夫把苏锦打晕 然后从马车内拖出来 永成伯世子将他扔上马背 马常常嘶吼一声 差点扬体而去 永成伯世子翻身上马 一甩马鞭 就往另外一条道跑去 车夫赶马车继续狂奔 谢景臣直奔上大佛寺 问小和尚苏锦和馨儿在哪 小和尚有点懵 世子妃和丫鬟 一刻钟前就走了 谢景臣越发不安了 他从大雄宝殿出来 就听到有妇人嘀咕 光天化日佛门重地 也能做出那般伤风败俗 犹辱斯万恬不知耻的事 也不怕天打雷劈 谢景臣觉得不对劲 往那边走去 远远就看见杏尔和暗卫 两人只是昏迷 而不是被杀 谢景臣松了一口气 叫不醒暗卫 谢景臣拔了杏尔头上的银簪 朝暗卫的手指猛了一扎 暗卫疼醒过来 到底出什么事了 谢景臣急问道 暗卫蒙了片刻 脸色一变 狮子飞出事了 他把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地禀告谢景臣 谢景臣听后 拳头钻紧了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苏锦就在他上山时 遇到的那架马车内 谢景臣转身便走 安慰起身时 头还有点晕 那迷药药性很强 只是扎一针药性还在 他强撑着把杏尔抱起来 走到大雄宝殿前交给了小和尚 照顾好他 暗卫吩咐 不等小和尚答应 暗卫去追谢景臣了 小和尚表示 他是最怕和镇北王世子妃 还有他的那个小丫鬟相处啊 比面对住持方丈的时候 还要胆怯 暗卫急着去追谢景臣 但是要性未去 下台阶的时候 两眼一黑 直接从台阶上滚了下去 谢景臣骑马追下山 他在刑部待过 知道怎么追踪 从他和马车相遇的地方起 一直注意车轮痕迹 下山后 车轮痕迹在一处游身变浅 倒是马蹄印子伸了不少 谢景臣就知道 苏锦从马车被人带上了马背 他骑马往前追去 永成博世子带着苏锦 往别院方向跑 他不觉得谢景臣会发现他 所以跑得不算快 但听到身后有急切的马蹄声 他回头看了一眼 真的 三魂去掉了七魄 阳光下 谢景臣的容貌一览无余 永成博世子手里的鞭子甩出去 马身上的鞭痕隐隐见血 一个在前面跑 一个在后面追 永成博世子不敢和谢景臣正面交锋 他的武功不仅南安郡王 但谢景臣的武功在南安郡王之上 顾着逃命就不管往什么方向跑了 这一跑就跑错了路 等永成博世子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虽然没有连人带马摔下悬崖 却也到了悬崖边 他带着苏锦从马上腾起 马没能杀住脚 掉下了悬崖 马蹄声就在身后 永成博世子拿着匕首 对着苏锦的脖子 苏锦早在永成博世子 带他狂奔的时候 就颠簸醒了 冰冷的匕首 透过肌肤传来 四肢百骸都冰凉 谢景臣骑在马背上 他俊美无仇的脸 阴沉得能低沫 眼神冰冷如刀 永成博世子的手 有些颤抖 如果苏锦的手能活动 他有十足的把握 下毒能把他撂倒 但现在他连话都说不了 谢景臣就那么看着 永成博世子慌乱地往后退 身后是悬崖 他脚踩在边缘 乱石带着泥土往下掉 他手里的刀 距离苏锦的脖梗 越来越近 他望着谢景臣的 别过来 否则我就要他的命 他刀一用力 冰冷的刀锋划过苏锦雪白的藕井 疼痛感传来 他清晰地感觉到血流下来 谢景臣眸光一缩 这声音 永成博世子拖着苏锦往旁边站了站 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谢景臣 放了世子妃 少你不死 谢景臣道 少我不死 这是要追究到底 永成博世子要的是全身而退 当今天的事没有发生过 但看谢景臣的神情显然不可能 但苏锦在他手里 谢景臣不敢轻举妄动 甚至永成博世子看出他眼底流露的紧张 人有了弱点就容易击败了 永成博世子刀抵着苏锦的脖子 望着谢景臣道 我要你一条胳膊 你自断一臂 我就放了他 谢景臣握着缰绳的手 钻得紧紧的 他从马背上下来 望着永成博世子道 你敢动他一根寒帽 你今天这休想活着离开 你要我一臂可以 让他说话 其实永成博世子更想要谢景臣的命 但他觉得没有人会为一个女人送命 天下女子那么多 以他镇北王世子的身份 还怕没人嫁给他吗 以前他娶不了媳妇 那是因为体内有毒 没人愿意嫁给他手寡 所以永成博世子才要谢景臣一臂 断一只臂膀 重伤之下他不会输 至于谢景臣要他拆开苏锦嘴里塞的布条 永成博世子是不可能答应的 除非断一臂 否则他不会放了苏锦 谢景臣站着没动 双方陷入僵持 不过很快 永成博世子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了 谢景臣在拖延时间 现在只是谢景臣一人 他都不一定能逃掉 那若是再来人的话 以朕北王府和东湘侯府的势力 他怕是要牢底坐穿了 比起要谢景臣一只胳膊 他更想要自由 他掐着苏锦的脖子的 我没有时间跟你耗 要么你拿一条胳膊换他一命 要么我杀了他 你我杀个你死我活 苏锦呼吸一点点被夺去 谢景臣是真急了 他抽出腰间佩戴的软件 永成博世子抓着苏锦 朝谢景臣的马绝影靠近 他想要骑马离开 站在马边上 永成博世子就更有恃无恐了 谢景臣知道自己不中伤 永成博世子是不会放心的 他抽出剑朝自己刺下去 谢景臣倒在地上 手捂着伤口 血落了一地 苏锦脸色刷白 永成博世子嘴角一勾 他把苏锦往悬崖处一扔 自己翻身上马 转身要逃 谢景臣被永成博世子的举动 吓白了脸 眼底一抹杀气闪过 手中的剑朝永成博世子扔过去 剑直插永成博世子心口 他身子一僵 低头看了一眼穿胸而过的剑 嘴微微张开 嘴里的血流出来 人从马背上翻下去 绝影受惊 扬体而去 谢景臣其实并不确定 这一剑能不能要了永成博世子的命 他把剑扔出去之后 总是一跃要去抱苏锦 人是抱住了 却是抱着苏锦往下掉 苏锦双手被束缚 全靠谢景臣抱他 谢景臣一手抱着他 一手拿着随身携带的短匕首 从石头上划过 匕首和石头带出火花来 削铁如泥的匕首 吹毛断发 坚硬无比 可在滑动中断成两半 一半在谢景臣手中 一半从苏锦耳边划过 断了他一缕青丝 真的 苏锦没差点被活活吓死 他无比地期盼 电视剧中长在悬崖峭壁上的树 能出来帮他们一把 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内心的祈祷 被老天爷听到了 还真的有数 但他们掉下来的冲击太大了 那棵胳膊粗的树 根本挡不住他们 只感觉到被人从下网上 狠狠地抽了一边子外 没有任何的用处 悬崖下长了棵大树 谢景臣抱着苏锦 掉向大树 不知道压断了多少树枝 谢景臣试图抓树干 但没能抓紧 稍稍缓冲了一下 就和苏锦一起摔下来 两人一起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苏锦醒来时 只觉得浑身没有哪一处不疼 有人在擦拭他的手 只是轻轻地碰触 就疼得浑身打哆嗦 他猛然睁开眼睛 倒是把给他擦拭伤口的妇人 给吓了一跳 姑 姑娘你醒了 那妇人声音颤抖 苏锦想起来 只是身子一动就疼得他想杀人 妇人忙道 你身上不少的瘀青 别动了 苏锦也没发现谢景臣 她心中一慌 问道 我相公呢 相 相公 妇人懵了 姑娘说的可是和你一起晕倒的那个男子 她在哪儿 妇人手往后指的 她在牛棚里呢 怎么在牛棚啊 苏锦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从床上起身 谢景臣为了救他 捅了自己一刀 当时就流了那么多血 苏锦不敢相信现在他怎么样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他 只是浑身无力 差点摔趴下 妇人赶紧扶他 道歉道 哎呦 实在是对不住啊 我不知道那是你相公 我和相公遇到你们的时候 你双手被绑着 我没以为你是被他挟持的呢 苏锦一看就是弱者 谢景臣就不同了 妇人和他相公 脑补出苏锦和谢景臣 同归于尽的场面 本来都不打算救谢景臣的 只是他还活着 就这么放任不管 他十有八九活不了了 然后男子就把谢景臣带回来 双手双脚捆着 扔在牛棚里 等查清是好人就放了 是坏人就任由他自生自灭 啊 谢景臣是被牛给吵醒的 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头牛 四目相顿啊 真的 他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场面 当时就懵了 嘴里塞着布条 双手双脚被捆 喊不了也挣扎不了 牛就那么望着他 大概是反感属于他的地盘上 多了个人吧 苏锦出门 那妇人扶着他等 姑娘慢点 听到声音 谢景臣望过来 有那么一瞬间 他想死了算了 他一点都不想自己的窘迫处境 被苏锦看到 院子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在打闹 还有一个老夫人在树荫下纳鞋底 看到苏锦出来 俩小孩远远地望着他 没敢上前 苏锦急得朝牛棚走去 一个男子背着捆柴出来 夫人忙道 当家的快把人放了吧 那是这位姑娘的相公 怎么是相公啊 男子忙把背上的柴放下 进牛棚放人 谢景臣从牛棚出来 苏锦望着他腰间 急问道 你伤得重不重啊 我没事 也不知道被塞了多久的布条 他塞帮子酸得厉害 怎么会不重 苏锦急红了眼 我明明看到你流血的 谢景臣抬手 双手虽然一直被捆 但手腕包扎过 他望着苏锦道 掉的是掌心的血 刺破的只是紧泡 永成伯世子 也算是镇北王府的常客了 永成伯世子一开口 谢景臣就听出是他的声音 虽然不明白 永成伯世子为什么要要挟苏锦 但谢景臣知道 自己没有认错人 永成伯世子 不是信守承诺的人 他要是有什么万一 苏锦就更难从永成伯世子手下逃脱了 断臂自尽这样的牺牲 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不断臂 选择扎自己一刀 当时俯下身子 永成伯世子的视线 只能看到剑剑 他根本分不清 见是穿破锦袍 还是刺杀了自己 再加上血滴下来不少 很容易蒙混视听 只是他没想到 永成伯世子心狠手辣到 会把苏锦扔下悬崖 他更没想到 他们还能活下来 苏锦浑身都疼 谢景臣也不遑多让 每咳嗽一声 都牵扯着五脏六腑 他是摔下来时震出内伤来的 若不是苏锦帮他泡了两个月的药玉 泡出了铜筋铁骨 那么高摔下来 他必死无疑 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还能活着 哎呀 两位必是福泽深厚之人 快进屋歇着吧 妇人道 谢景臣勉强能走动 苏锦要扶着才行 两人回屋躺在床上 苏锦和谢景臣同床共诊太多次了 但这一次感觉和以往大不相同 苏锦内心无比的安宁 如果还有别的那就只有感动了 他从来没想过 这世上会有人为了救他能豁出性命 他今日出门是想求菩萨给他一点指示 他不知道今日的遭遇算不算是他求来的 但他已经有答案了 谢景臣在咳嗽 苏锦听出他咳嗽中带着压抑 他是在怕他担心吗 苏锦小心坐起来帮谢景臣把脉 谢景臣的脉象很乱 他伤得远比他看上去要严重得多 不赶紧医治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苏锦喊人 妇人正在做饭 是那少年进来问的 你是要喝水吗 我需要笔墨纸验写药方抓药 苏锦说道 老夫人见少年进来 他吩咐少年的 快去李秀才家借纸笔来 少年点点头飞奔出去 过了一刻钟 少年才拿了纸笔来 纸张粗糙 笔毛差不多快掉光了 苏锦就将就着写了张药方 把头上的金簪拔下来 递给少年的 有劳帮忙抓三副药回来 三副药治不好谢景臣的内伤 但足够谢景臣带他回镇北王府了 就这么失踪 还不知道爹娘如何担心呢 待三天 不知道京都会不会炸开锅呀 苏锦不知道 馨儿一醒过来 直到苏锦出事了 京都就炸了 他随身带的胯包里 有东香喉交给他的信号弹 姑娘都出事了 下落不明 信号弹这时候不用 什么时候用呢 信号一发出去 所有在京都的青云山兄弟 都知道苏锦出事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东香喉府 东香喉带人匆匆赶到大佛寺 问馨儿道 出什么事了 馨儿嚎啕大哭 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姑娘不见了 而且不只是姑娘不见了 姑爷也不见了 馨儿把苏锦失踪前发生的事 告诉东香喉 东香喉一听 就猜到苏锦被人绑架了 只是当时天色已晚 天际最后一抹晚霞 被夜色吞没 东香喉想杀人了 他不敢相信这一夜 他女儿是怎么过的 谢景臣到底有没有和他在一起 想到无数种可能 每一种可能都让他发狂 七北侯劝他冷静 如果是被绑架了 一定会有信送来 且无急躁 让绑匪情急之下撕票啊 东香喉谋底寒芒毕露 我倒要瞧瞧 到底是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绑架锦儿 他们只能耐心等了 等绑匪提要求 这一夜 东香喉府没一个睡得着的 哪怕是沈小少爷和九皇子 天空繁星璀璨 蛙明一片 永成伯府 一个小厮跪在地上 头压得低低的 永成伯夫人在屋子里来回地走 她心乱得厉害 她从来没有这么乱过 心底总担心会出事 偏偏自己的儿子到这会儿还没回来 虽然以前也有过儿子柳肃花棉 彻夜不归的情况 可她从来没这么不安过 丫鬟劝她 夫人别担心 世子爷吉人自有天相 不会有事儿的 有小厮跑进来 永成伯夫人急问的 找到世子了吗 没有 各个花楼都找过了 都没瞧见世子爷 小厮回答 怎么会都不在 有没有遗落没找的 永成伯夫人急的 小厮保证没有 永成伯夫人望向屋子里一直跪在地上的小厮 她望过去的瞬间 小厮正好抬头 眸光碰撞 小厮眸底闪过一抹慌乱 赶紧把头低下 永成伯夫人又急又气 她都急得火烧没冒了 她还瞒着不说 还不老实交代 给我拖下去 乱棍打死 永成伯夫人气得 小厮吓住了 这才招人的 世子爷 挟持了镇北王世子妃 去了别院了 永成伯夫人身子一晃 要不是丫鬟扶住她 她都能摔了 她脸色刷白 那是一个谁惹谁倒霉的煞星 要挟持她做什么 惹到的是旁人 永成伯夫人还不会太担心 可永成伯世子招惹的人是苏起 那可是连寿宁公主 都有胆量让人抬回宫的人呢 马峰横行 太后皇后还有皇上都遭了痒 虽然青云山不是土匪窝 可镇北王世子妃一身的匪气 却不是假的 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 整个京都都还没有几个 永成伯夫人是一宿翻来覆去没能睡 眼皮子跳了一夜 若不是宵禁 再加上城门紧闭 她是恨不能要连夜出城 去找永成伯世子挽回局面呢 辗转了一夜 天麻麻亮 她便起了身 匆匆忙坐上马车 到了城门口 等了一刻钟 城门才开 永成伯夫人是第一个出城的 一路快马加鞭地赶到别院 别院小丝还没睡醒 哈欠连天地开门 谁啊 这么一大清早就来敲门 嗯 等开门 见到永成伯夫人一脸急色 小丝的瞌睡虫吓得魂飞泼散了 夫人怎么来了 小丝紧张地 永成伯夫人身边的丫鬟急问 世子爷是不是在别院 小丝懵了 世子爷没来别院啊 他回道 永成伯夫人眉头打了个死结 怎么会没来呢 他回头望向小丝 那小丝正是昨儿赶马车的车夫 他说道 卓是世子爷亲狗说来别院的 小的不敢欺瞒夫人 永成伯夫人心抖成了筛子 来人 都给我出去找 他的声音几乎被抖碎 小丝不敢耽搁 让别院里的丫鬟小丝都出去找人 永成伯夫人就在别院等候 一夜未眠 再加上担心折磨得他疲惫不堪 义正殿和往常一样 皇上和百官上朝商议朝政 但今天又和以往不同 草朝空荡荡了许多 老镇北王和镇北王 东湘侯 冀北侯 还有冀北侯两位老爷都没来上朝 皇上坐在龙椅上 眉头拧成麻花了 怎么 这是约好的 一起告假吗 皇上一脸不渝 陷得过的大臣一个没来 大殿上除了南安王几个 都是重国公义党 还有商议朝政的必要吗 即便他是皇上 如果他的意见没有大臣支持 他就是太上皇驾灵也没有 有大臣站出来 禀告皇上 老王爷他们未曾告假 皇上眉头更皱上几分 既没有告假 人也没来 这是要东湘侯也就罢了 他是早朝迟到的习惯了 可老王爷和冀北侯最守规矩 难道也被东湘侯带歪了 这显然是件不可能的事 自大从东湘侯恢复身份 就鲜少有迟到的时候 以前迟到 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伪装 他土匪的身份 掩人耳目而已 皇上望向镇北王府三老爷 老王爷 为什么没来上朝 三老爷有些尴尬 他也不知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但他知道 谢景臣和苏锦去大佛寺祈福 一夜未归 但老王爷不会因为两个小辈 一夜未归就不上朝的人呢 三老爷摇头 臣也不知道 那用的废语 这句话在皇上喉咙里转了一圈 到底是没骂出来 做皇上的也不能随便报粗口 尤其是当着百官的面 随意商量了会朝政 皇上就下了朝 回了御书房 皇上把奏折扔龙岸上道 让东湘侯得朕滚进宫来 福公公心在颤抖 他觉得肯定是出事了 当即派了心腹小公公 去东湘侯府传话 东湘侯担心了一夜 脾气不好 听小公公圆风不动地把皇上的话传达 他火气很大呀 让皇上给我滚出宫来 真的 皇上让大臣滚的机会都比较少 让皇上滚的大臣 那更是没有 东湘侯这一句 小公公愣在那里半嗓没反应过来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颤了 但是他又不敢问 东湘侯脾气大成这样 万一他说错了话 还不当场把他撕了 小公公退下 出门的时候 问东湘侯府小丝的 侯爷火气怎么这么大 小丝叹气 我家姑娘和姑爷一起失踪了 不是吧 谁这么胆肥不怕死啊 绑架镇北王世子也就算了 居然连世子妃也敢绑架 不得不敬他是条汉子呀 难怪东湘侯府和镇北王都没上朝了 一个是东湘侯府的掌上明珠 一个是镇北王的爱子 做儿女的失踪了 朝堂上又没有十万伙计的大事 告假一两天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他们凑到了一起 才惊动了皇上 小公公快马加鞭地赶回皇宫 直奔御书房 皇上不在御书房 福公公在 小公公走过去 福公公问道 东湘侯怎么没进宫啊 朕北王世子和世子妃一起失踪了 东湘侯正急得上火 皇上让他滚进宫 他让皇上滚出宫 福公公 这话待会儿要如实禀告皇上吗 小公公问道 福公公刚想说 你要是不怕死你就禀告 就感觉到一股怒火朝他喷来 不用禀告了 皇上已经听见了 皇上脸黑成了锅底色 一半是被东湘侯气的 一半是担心苏锦和谢景臣 东湘侯和老王爷 他们之所以没上朝 就是怕他们上朝后 会有绑匪送消息来 心中担忧 便是上了朝 也难静下心来 何况每天上朝 都是和崇国公一党斗智斗勇 东湘侯脾气冲 平常还能压制 这气头上 在朝堂上打起来 都很有可能 只是一等再等 迟迟没有等到消息送来 东湘侯的暴脾气 气得双眸赤红 再说永成伯府小思 一路往京都寻找 来来回回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永成伯世子的身影 倒是在岔道处的草堆里 捡到一只金簪 小思一眼就认出了 那是苏锦头上戴的 小思们看向另外一条路 脸色齐齐一变 这条路的尽头是悬崖呀 小思们抬脚往前走 远远的就看到一男子 倒在地上 身穿锦衣华服 认得那紧袍的小思 双腿发软 因为那把剑 实在是太显眼了 小思们脸色刷白 世子爷可是永成伯府的 独子啊 别怨呢 永成伯夫人神情憔悴而胶着 丫鬟劝他 夫人先歇着吧 世子爷福大命大 不会有事的 话音刚落 外面一个小厮跑进来 和端茶下去的丫鬟撞上了 丫鬟手里的茶盏 往地上一砸 哐当之声传来 茶盏四分五裂 丫鬟被撞倒在地 手巢茶盏碎片扑过去 惊叫声中 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 小丫鬟手鲜红一片 小思没理会他 快不上前道 夫人 世子爷他 他 小思脸色惨白 永成伯夫人心沉到了锅底 风儿 风儿他 小思不敢禀报 丫鬟催道 你倒是快说呀 你想把夫人给挤死吗 不是他不说 是他不敢说呀 他怕夫人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 可止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小思哽咽的 世子爷他 被人杀了 永成伯夫人身子一晃 丫鬟赶紧扶着他 才没有摔了 他脸色惨白如纸 身子在颤抖 眼泪模糊了双眼 心如刀脚 受不了这份沉重的打击 永成伯夫人晕了过去 骨子里乱成一团 把永成伯夫人扶上床 丫鬟问小思道 是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杀世子爷 小思摇头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明明是世子爷吃了雄心豹子胆 绑架朕北王世子妃 世子爷被杀 除了被朕北王世子和世子妃杀了 哪还有别的可能 大夫赶来 帮永成伯夫人施针 等他醒过来 永成伯世子的尸体 已经抬回去了 天气炎热 尸体在野外过了一夜 已经散发臭味了 永成伯夫人扑在尸体上痛哭 那场面实在是闻者伤心 听者流泪啊 永成伯匆匆赶来 虽然已经知道 永成伯世子被人给杀了的事 但真见到 他还是承受不了丧子之痛 永成伯夫人是崇国公庶妹 永成伯是靠着崇国公府 一步步爬到永成伯的位置上的 在永成伯府 永成伯夫人说一不二 永成伯别说是妾室了 他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 膝下只有一双儿女 如今儿子被杀 他断后了呀 永成伯脚步踉跄地走过来 永成伯夫人哭着扑到他脚边 老爷 我父儿死得太惨了 你要给他报仇啊 杀子之仇不共戴天 岂能不报 可我也得知道仇人在哪里吧 镇北王世子和世子妃失踪 已经闹得京城人尽皆知了 永成伯世子是绑架镇北王世子妃才被杀的 他的尸体找到了 那镇北王世子和世子妃呢 谢景臣随身携带的软剑 永成伯剑了 但认不出来 谢景臣极少在人前动武 让他拔出剑的时候 更是少之又少 外人自然不得而见 直到永成伯世子是在悬崖边找到的 他让小丝去悬崖下看看情况 一个多时辰后 小丝回来了 带回了他们在悬崖下找到的东西 一把断成两截的匕首 还有一只金簪 以及一些碎裙伤 匕首端上来 永成伯经站起 那把匕首他认得 那是先皇赏赐给老王爷的 吹毛断发 削铁如泥 是把万中无一的好匕首 这些东西是在哪里找到的 永成伯急问的 世子悬崖底下 小丝忙回的 那镇北王世子和世子妃呢 永成伯夫人嗓音沙哑 眼底带着恨意 没见着 悬崖底下臭烘烘的 到处是骨头和被咬烂的肉 他们不敢猜那些肉 是世子爷的马还是 但小丝们这么说 永成伯和永成伯夫人 就直接当谢景臣和苏锦 尸骨无存了 本来还愁着怎么给儿子报仇 现在仇人坠崖了 这仇非但不能报 还得瞒着 镇北王和东湘侯若是知道 他们的儿子女儿 是被永成伯世子绑架 坠押身亡的 必定会不顾一切地 报复永成伯府 这样的怒气 永成伯府承受不起 所以 直到永成伯世子 绑架苏锦的丫鬟小丝 都得死 永成伯夫人几度昏厥 永成伯世子 装炼进棺材中 永成伯亲自带回府 对外宣称 永成伯世子 是在别院被人毒杀而亡的 镇北王府 牡丹院 南章郡主 歪在贵妃榻上 神情慵懒 赵妈妈在给她倒茶 押缓匆匆进府的 郡主 永成伯世子死了 南章郡主心头一震 谁死了 她不敢相信 下意识以为自己听错了 丫鬟回道 永成伯世子死了 赵妈妈望向南章郡主 她眼底闪过一抹担忧 但南章郡主脸上 却是找不到一丝惶恐 她摆了摆手 屋子里的丫鬟都退下了 南章郡主脸上 一抹笑意绽放 还真是个好消息 郡主 赵妈妈不解 心道 永成伯世子是自己人 怕死了 郡主怎么还高兴呢 不过转头一想 赵妈妈就明白了 她望着南章郡主 要不要派人 并告老夫人 南章郡主歪在小榻上 永成伯父都在老夫人掌控之中 这么大的事 她岂能不知 静安寺 老夫人跪在菩萨跟前 真诚的诵读经文 从昨晚起 她就有些心绪不宁 诵读经文 能让她稍稍心安 王妈妈就站在身侧 红袖上前的 王妈妈 永成伯父的小寺 找老夫人 王妈妈摆摆手 红袖退下 王妈妈望着老夫人道 老夫人 永成伯父 小思求见您 老夫人心头一慌 她抬手 王妈妈扶她起来 跪得有些久了 老夫人有些体力不支 王妈妈扶着她往前 俩妇人走进来 边走边聊 你说这人哪 真是事事无成 全还在肩上 瞧见永诸伯世子 这转过脸 她就死了 可不是 可怜永成伯 就这么一个儿子 世子一死 她就无后了 辛辛苦苦 挣得爵位和家义 后继无人了 老夫人身子一晃 王妈妈差点没扶住她 人是扶住了 但老夫人手里 捏着的佛珠 重重摔落在地 王妈妈知道 老夫人心疼永诸伯世子 刚要劝她 结果老夫人 抬脚往前走 老夫人走得很快 那一串佛珠 被她一脚踢到角落里 出了门 永诸伯府的小丝 快步上前 向老夫人报丧 老夫人脸上的血色 迅速褪散 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老夫人的晕倒 是王妈妈始料未及的 她更没想到 永诸伯世子会被人毒杀 王妈妈派人去请大夫 然后和洪秀 把老夫人扶回屋 老夫人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洪秀望着王妈妈 小声嘀咕 永诸伯世子死了 老夫人怎么反应这么大 老夫人对永诸伯的疼爱 洪秀和王妈妈都看在眼里 但那是因为永诸伯 救过老夫人的缘故 疼爱永诸伯就算了 没道理把人家的儿子 也当亲孙子疼吧 世子爷当初身中剧毒 几次脚都踏进了鬼门关 最近的一次 就是被世子妃抢了 从东乡侯府抬回来那次 老夫人脸上 连担心之色都没露一些 永诸伯世子被杀 她却这么着急 洪秀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原本王妈妈就心存疑惑了 再经过洪秀这么一说 她心底的怀疑就被无限放大 再加上大夫来给老夫人把脉 说老夫人是悲从心来 才导致昏厥的 老夫人对永诸伯府 是好得过分了 便是王府里的那些少爷姑娘 估计都没能让老夫人这么悲痛吧 最先楼包间 永诚伯府拉着棺材 从最先楼下经过 崇国公世子和武安博世子 还有兵部尚书府大上爷 就站在旁边看着 他们的脸色一个比一个苍白 昨天还和他们有说有笑的人 才过了一夜 就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如何不害怕 虽然绑架镇北王世子妃的主意 是永诚伯世子出的 他存有私心 想替永诚伯府大姑娘 要几何去伤疤的药膏 但这个计划的实施 他们三个人都有份 而且计划原本是由崇国公世子 亲自出马的 不知道为何改成了永诚伯世子 镇北王世子和世子妃失踪 下落不明 永诚伯世子却死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们心底又是害怕 又是好奇 但他们要做的是守口如瓶 否则必惹祸上身 镇北王和东湘侯等绑匪送勒索信 等得坐不住凳子 若真是被绑架了 肯定会送消息 上午都快过去了 却迟迟没有消息 他们担心谢景臣和苏锦 凶多吉少了 尤其在等待的时候 永诚伯世子被毒杀的消息传了来 镇北王和东湘侯都知道 苏锦医术高超的事 虽然始终不明白 他是从何处学来的医术 他们觉得在这不寻常的时候 出现了这么一件不寻常的事 没准和苏锦他们失踪有关 东湘侯派人去永诚伯府打探 永诚伯府办丧事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小四去了永诚伯世子丧命的别怨 他赶到的时候 别怨正燃起熊熊烈火 他进去一探 那些丫鬟小四已经中毒身亡了 小四没敢多呆 匆忙回府 把打探的消息禀告东湘侯知晓 东湘侯脸阴沉沉的 永诚伯府灭掉别怨上下 一定是在掩盖永诚伯世子死亡的真相 他一定不是被毒杀的 东湘侯不敢胡思乱想 他的锦儿伏大命大 不会有事 就这样 东湘侯府上下煎熬了一天 到了傍晚 这样的煎熬更胜从前 苏重和南安郡王他们 去大佛寺找谢景臣 他们是从大佛寺失踪的 或许从大佛寺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可惜找了一整天 一无所获 天色渐晚 他们骑马下山 每一个人的心头都仿佛压了块锯石 沉甸甸的 以往嬉皮笑脸 笑容仿佛浪映在脸上的南安郡王他们 脸上找不到一丝笑容 他们下山 远处有一匹马走过来 楚顺眸光睁大 那是绝影 是景臣兄的马 他们骑马跑过去 等看到绝影 他们几乎差点窒息 马鞍上一片血迹 吸引了不少苍蝇在马鞍上飞 这是谢景臣的马 谁能猜到马背上的血迹 是永成博世子的 而不是谢景臣的呢 这么多的血 楚顺他们的眼底泪花闪烁 与此同时 李家村 一座很普通的农家小院内 一个穿戴朴素的女子正在监要 从背影绝迹看不出来 是身份尊贵的镇北王世子妃 苏锦在监要 妇人走过来 伸手去拿苏锦手里的蒲扇道 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 这样的粗活 让我来就行了 不用 我自己可以的 苏锦说的 苏锦坚持 妇人只能随她 院外过来一个老妇人 妇人赶紧迎上去的 春花婶怎么来了 老妇人笑道 我来向你借牛肉 她手里拿着十个铜板递给妇人 妇人伸手接过道 呃 什么时候要啊 明儿 老妇人道 她注意到苏锦笑道 家里来人了 是啊 是我的远房表妹 这身段不错 嫁人了吗 嫁人了 老妇人有些失望 她可是最爱给人保媒拉线的 约好了明天来牵牛 老妇人就走了 苏锦接好药 倒在碗里 端进屋给谢锦臣喝 谢锦臣正要下床 苏锦道 你下床做什么 谢锦臣望着她 你都下床了 我是皮外伤 谢锦臣讨厌皮外伤 在王府的时候 晚上还能抱着苏锦睡 这一皮外伤 连碰都不能碰了 苏锦端起药碗 胳膊动一动 疼得她眉头狠狠一皱 她身上带着的药膏 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拜托人家去买药 忘了提一句 买点活血化瘀的药来 就这么靠自己恢复 少说也要七八天才能好 怕爹娘担心 她想拜托男子去说一声吧 结果男子怕进城 半年前进城 被人打了一顿 差点没命 有心里阴影不敢去 苏锦也不敢 不好强求 能帮忙买药 已经是难得了 她端着药碗坐到床边 为谢景臣喝药 谢景臣很想让苏锦喂 但她胳膊疼 她舍不得 从苏锦手里接过药碗 谢景臣秀了秀道 太苦了 良药苦口 趁着喝吧 谢景臣望着她 苏锦又道 没有密集啊 你有 我哪有啊 谢景臣一口把药干掉 苏锦接过药碗 就被谢景臣带到怀里 双唇相接 一个绵长的吻 口中含几分苦涩 又有几分甘甜 谢景臣心满意足了 方才松开 苏锦脸红如霞 在谢景臣炙热的眸光注视下 苏锦狠狠地擦着唇板 谢景臣脸黑了几分 两眼瞪他 你嫌弃我 谁知道你在牛棚里住的时候 有没有被牛亲过 谢景臣一口气涌了胸口 疼得他咳嗽不止 咳嗽声之大 把院外的妇人都吸引了过来 这是怎么了 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瞧瞧 那药方是苏锦写的 妇人没见到他给谢景臣把脉 只当他是凭记忆腾抄的 这药可不是随便乱吃的 就算以前适合 现在也未必 何况还是从悬崖上摔下来的 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 没有粉身碎骨 也没有断胳膊断腿 只是一点内伤 已经是老天爷保佑了 男子去抓药的时候 妇人就建议请大夫 苏锦说不用 他也只能随苏锦 没吃药前虽然也咳嗽 却也没这么厉害 这一吃药 咳嗽声就这么剧烈 实在是很难叫人不怀疑 是药有问题吧 啊 不用 苏锦尴尬的 妇人觉得苏锦够执拗 哪有拿自家男人性命 开玩笑的 又不是缺钱的人 那只金灾买药 用得不过十分之一 把钱给苏锦 他不要 苏锦很大方的全部送给了他 当作答谢 他们一家老小 挣十年 也不过那个数 出手阔绰 怎么就不愿意 给自家男人请个大夫呢 妇人性子急 偏生嘴又笨拙 不知道该如何劝 谢锦尘 咳的嘴里都有血腥味了 从悬崖上摔下来的内伤 都不及苏锦一句话 把他气出来的严重 苏锦去倒了茶来 谢锦尘喝了两口 方才缓了几分 他就拿两只眼睛 望着苏锦 妇人被他那如狼似虎的眼神 看得心底发毛 赶紧转身走了 苏锦瞪呢 看你都把人吓着了 谢锦尘不想说话 被气得胸口痛的感觉 一点都不好受 他不说话 苏锦反倒不自在了 他真的生气了 可自己说的是真心话呀 昨儿出门 就看到他和那头牛深情对望 他有此担心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依照谢锦尘的脾气 他肯定气得不轻 想到坠崖的事 苏锦心就软了 气大伤身 更不利于内伤恢复 苏锦凑上去 在谢锦尘的脸上 亲了一口 谢锦尘没反应 虽然心底的怒气 消了那么一分 苏锦能怎么办 自己造的孽 怎么也要想办法弥补啊 他朝谢锦尘的唇绊 亲过去 本来只想蜻蜓点水 结果腰被谢锦尘一抱 把这个吻加身了 屋外走进来俩小孩 看到这一幕小脸一红 做哥哥的一只手 捂着自己的眼睛 另外一只手捂住妹妹的 转了身后 把妹妹往外拖 妹妹抗议道 哥哥托偶做什么呀 我还没有问大姐姐他们 是不是桂花弹偶呢 软诺声传入耳 苏锦身子一激灵 一把将谢锦尘推开 要说谢锦尘也是够倒霉的 猝不及防之下 被苏锦一推 后脑勺磕到了床头上 砰的一声传开 谢锦尘倒吸了一口气 苏锦手足无措 你 你没事吧 苏锦问得小心翼翼 他觉得自己可以一头撞死了 谢锦尘眼神哀怨地看着他 谁惹他谁倒霉 他知道 但为什么他也在内呢 谢锦尘反省 自己是不是也该去烧起捆箱啊 这才是亲了两口 要是来点别的 他还能活命吗 接连碰了两回臂 谢锦尘老实了很多 谁让他娶了个爱大厦风景的媳妇 不认也得认呢 再说苏崇他们 确认那匹马是谢锦尘的 他们就带着马回了东乡侯府 看着马背上的血迹 所有人心头都沉甸甸的 清晨醒来 苏锦觉得浑身疼痛 缓了三分 至少胳膊不会抬一抬 就疼得醋没 谢锦尘吃的是苏锦开的药方 再加上他身强体重 恢复速度比苏锦酝酿得要快得多 清晨醒来 比苏锦还要精神抖擞 苏锦和妇人身高差不多 穿的是妇人没舍得穿的新衣裳 谢锦尘身量比男子高 他穿的衣裳是男子买药的时候 顺带买回来的 寻常袍子 却丝毫不影响他的郡浪 看得人怦怦心跳 嗯 长得好看的人 到哪里都惹人惦记 昨儿来租牛车的老妇人 早上来牵牛 看到了谢锦尘 当时老妇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这男子生得一副好面孔 这相貌 十里八乡的姑娘 哪有不愿意嫁的 他走过来 围着谢锦尘转了一圈 去和这家老妇人说话呢 老姐妹啊 这是谁呀 瞧这身板 调打奋奏三里地 都不带喘气的 还没有娶媳妇吧 谢锦尘的脸 瞬间黑成了锅底色 更叫他生气的还是苏锦 他从屋子里出来 迈不下台阶 正好听到老夫人淳朴的话 真的 完全没忍住就笑出声了 谢锦尘转身望过来 苏锦脸上的笑赶紧忍着 只是抖动的肩膀 泄露了他憋不住的事实 谢锦尘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他到底遇到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形容他身体强健也就算了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形容啊 谢锦尘抬脚回屋 夫人感觉到他的怒气 有些害怕 谢锦尘和苏锦的穿戴都不俗 尤其是谢锦尘扔掉的锦袍 滚边用的是金丝银线 让这样身份尊贵的人去挑大份 哼 他能不生气吗 夫人赶紧过来道 春花婶 她是我远房表妹夫 你这样说 我表妹 想到苏锦的笑 夫人到嘴边的话给咽了下去 自家相公都快要气晕了 他还笑得那么灿烂 老夫人一脸失望 说是可以 他还想给自己的孙女搓和下 没想到明草有主了呀 不过看到苏锦的容貌 老夫人笑道 你这表妹和表妹夫 瞧着就般配得很 男才女貌啊 乃是天作之合 我还有事吗 就先走了啊 夫人赶紧把牛牵出来 让老夫人牵出去 夫人朝苏锦走过去 尴尬的 乡下人不会说话 让夫人见笑了 没事 夸赞得很真挚淳朴 苏锦闷笑 屋内谢景臣又在咳嗽了 这地方他是片刻也不想多待了 苏锦会刚刚没忍住的笑 尽量弥补 他望着夫人道 从这里到京都要走多久啊 夫人想了想道 以我的较程 天不亮出发 能赶到京都去吃午饭呢 怎么这么远啊 谢景臣或许能走这么久 他肯定是走不了的 苏锦将最后一只金簪 和耳朵上的珍珠耳坠摘下 递给夫人道 有劳帮我们买辆马车 李家村距离镇子有些远 牛见人了 夫人的男子李大牛 只能徒步去镇子上 他先去了当铺 得把金簪和珍珠耳坠当了 他才有钱去买马车 当小伙计看着他道 昨儿你当了一只金簪 现在又来的 我们当铺可不说 来路不明的东西 这话明显是怀疑 金簪和珍珠耳坠是偷来的 被人质疑人品 李大牛仗红了脸 他虽然穷 但穷得有骨气 李大牛望着小伙计道 这金簪和珍珠耳坠不是我的 是我替人典荡的 我就住在李家村 要出了什么事 你只管去找我 而且这金簪是活档 人家没准啊 会把金簪赎回去的 小伙计就是随口怀疑 毕竟这金簪精致绝美 打造难度之大 绝非一般人能佩戴的 像李大牛这样的操汉子 别说有了 就是看到的机会 都是不多 既然承认不是偷的 又是活档 小伙计把档票写好 让李大牛摁了手印 拿了三十两 李大牛转身离开 只是一出当铺 就被人给盯上了 两个地痞流氓 靠在当铺外的大红漆木柱上 嘴里叼着狗尾巴草 一看就心怀不轨 等李大牛从当铺出来 两人悄悄跟了上去 李大牛怀里揣着银子 唯恐丢了 抱得严实 走过路过 一看就知道他身上有钱 也算是比较招摇了 可也因为抱得严实 俩地痞偷不到 直接动手抢 钱不是李大牛的 让人抢了 他可赔不起 他拼死护着 结果庄前的荷包被扯烂 几两碎银掉在地上 他弯腰去捡 挨了地痞好几拳头 远处 有牙差过来 俩地痞下着了 随手把地上的碎银子抢了 拔腿就跑 李大牛疼得呲牙咧嘴 没敢耽搁 直奔买马车的地方 他鼻青脸肿地过来 买马车的见了都醋眉 但一听要买马车 又笑开了脸 要买什么样的马车啊 小伙计道 要宽整一点的 小伙计帮李大牛介绍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花了十六辆买了辆马车 买了马车后 李大牛就赶着马车 去买鱼精的药 还有大米和肉 把大米扛进马车后 李大牛赶马车往前走 半道上 看到有卖簪花的 他想了想 把马车停下 给媳妇和女儿 一人挑了一朵 可就在他买簪花的时候 一个男子 捂着受伤的胳膊走过来 两眼发黑 看东西已经模糊了 男子手撑着马车喘息 远处马蹄声近在耳畔 男子一个月身 跳进马车 李大牛买了簪花 心满意足地转身 骑把个黑衣男子骑马而过 和马车只隔了 简短的距离 他却心慌不安 怕马突然跑了 等坐上车员 李大牛才放下心来 他赶着马车回到李家村 马车刚停下 就听到欢呼声传开 娘 爹爹买马车回来了 妇人正在烧菜 她赶紧把菜盛起来 往锅里舀了一瓢冷水 她走出来 就看到李大牛脸上的伤 她急问道 这是怎么了 李大牛摇头道 我没事 从荡坡出来 被两个地痞流氓盯上了 挨了顿打 被抢走了五两银子 快 快进屋歇着 我先把东西掰下来 妇人一把将她拉到一旁 李大牛知道自己媳妇的脾气 说一不二 让她歇着 她要是不听 媳妇就开始生气了 好在东西也不多 她迈不进院子 结果走了没几步 就听妇人喊道 大牛 这人是怎么回事啊 哪有人啊 妇人手一僵 她慌乱地把车帘放下 退后几步 她以为自己大白天活见鬼了 李大牛过去掀车帘 看到男子也吓得不轻 这人是什么时候上的马车呀 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她多看了两眼 她好像受伤了 妇人一脸黑线 是人就好 只是这几天 怎么老是见到人呢 而且看穿戴 又是一个身份尊贵的 小院不大 有什么风吹草动 都听得一清二楚 苏锦走过来 就看到李大牛和妇人 把人从马车里搬下来 往哪搬呢 已经没地方住了 让她待牛旁吧 苏锦仿佛看到谢景臣 被搬进来的场面 虽然没能亲眼看到 但照着这倒霉男子 脑补就差不离了 大概和苏锦想的差不多 谢景臣的脸 黑成了锅底色 等看清男子的容貌 谢景臣眉头扭成一团 怎么是他 见李大牛夫妻俩 把人往牛棚抬 苏锦抬手扶恶 这家的牛棚真实啊 堂堂朕被王世子 在牛棚里待了半天 这要是传出去 估计应该有不少人 来参观吧 首当其冲的 就是南郡王那几个 看着男子 像是中毒的样子 苏锦道 还是把人抬接 话还没说完 就被谢景臣打断了 他住牛棚挺合适的 什么叫他住牛棚挺合适的 苏锦一脸黑线 你认识他 有过几面之缘 谁啊 苏锦更好奇了 大皇子 大皇子 认出了大皇子 居然还让人 把他往牛棚里弹 苏锦脑门上的黑线 瞬间粗壮了许多 这是自己住牛棚不甘心 要大皇子陪他一起吗 嗯 将来聊起来 也有住过同一间牛棚的情谊 被谢景臣如此对待 苏锦有点怀疑 这个大皇子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结果还没问 谢景臣抬脚朝牛棚去了 啊 虽然让大皇子住牛棚 但谢景臣明显是想救他的 谢景臣对牛棚没有丝毫的好感 但因为大皇子在 他迈步走了进去 这大皇子躺在稻草上 唇半发黑 胳膊上绑了纱布 但已经被写尽尸 苏锦跟在谢景臣身边 问道 哎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无论好坏 你都要喊他一声表哥 苏锦有点懵 他哪来的表哥呀 他只有沈家两位堂兄好吧 不过谢景臣不会骗他 何况他也不会见死不救 苏锦赶紧蹲下帮大皇子把脉 牛棚里味道有点大 熏得人头晕 手搭在大皇子的脉搏上 苏锦眉头皱得紧紧的 大皇子身中剧毒 虽然服了解毒完 但并没有什么效果 再不给他解毒 不出半个时辰 他必死无疑 时间不等人 帮大皇子把过脉后 苏锦就回屋写药方 昨天见来的纸还剩一张 李大牛要去抓药 苏锦没同意 大皇子所中之毒耽误不得 需要快去快回 买辆马车都被人盯上 还被打得这么惨 万一路上有事耽搁了 大皇子这条命 那就保不住了 对于这个刚冒出来的身份 尊贵的表哥 苏锦堵不起 谢景臣接了药方 把马车卸了 骑马离开 等谢景臣走后 苏锦让李大牛 帮忙把大皇子抬进屋 毕竟是大皇子 让他待牛棚不大好 把大皇子搬进屋后 妇人和李大牛退出来 李大牛望着妇人道 他好像不认得自己的表哥呀 妇人也觉得纳闷 自己的表哥自己不认识 反倒夫婿认得 这也太奇怪了些 许是远逢表哥吧 妇人猜测的 只是这一家子人 长得也太好看了些 谢景臣直奔镇子上 尽药不抓药 客官稍等 小伙计仔细抓药 这药的分量是错不得分好的 否则会出人命的 俩牙差走了过来 边走边到 也不知道镇北王世子 是不是还活着 其中一牙差的 我看玄啊 听说镇北王世子的马鞍上 有一滩血迹 好不容易才解毒 又娶了媳妇 立为了世子 要这么一命呜呼了 要是我肯定死不瞑目啊 另一牙差说道 这里有家药铺 进去问问 谢景臣眉头拧了紧紧的 牙差走进来 小伙计赶紧放下手头的伙计 问道 两位差页可是有事 其中一个牙差把画像打开 问 可见过画中之人 过来求医吗 画上画的正是谢景臣 画的还挺像 身穿紧袍 头戴玉冠 气宇不凡 画的太尊贵不凡 以至于他换了身普通长袍 就被人忽视了个彻底了 或者说是先入为主吧 认定谢景臣重伤 或者已经死了 所以没有受伤的人 牙差都懒得多看一眼 小伙计瞅了谢景臣 再看看画像 觉得挺像的 可是牙差就在 不应该没看见 小伙计好奇道 这人犯了什么罪啊 不管说有没有瞧见 不该问的少问 牙差脾气不是很好 小伙计见谢景臣 没有一点心虚 觉得应该是人有相似 便摇头道 没见过 走 去下家药铺问问 牙差说的 小伙计把药抓好 谢景臣付了钱 拿药走人 时间紧迫 他没工夫和牙差周旋 再者大皇子遇刺 刺客没转还在镇子上 会是什么人刺杀大皇子 谢景臣多少心里有数 除非是镇北王府 和东霄侯府的人找来 否则谢景臣 不会暴露身份 为了确保苏锦和大皇子周全 谢景臣只能让王府 和东霄侯府 多担心一趟了 左右明天就回京了 谢景臣快马加鞭 回了小院 苏锦赶紧把药尖上 喂大皇子服下 药呢 是妇人喂的 谢景臣怕苏锦累着 不让他喂 苏锦问道 他是云飞生的 是皇子 又是他的表兄 除了是云飞所出 苏锦想不到别的可能了 谢景臣道 倒不是云飞生的 不是吗 苏锦有点诧异 谢景臣对苏锦的吃惊 很是无语 连大皇子的事他都不知道 居然会一手高超的医术 谢景臣只能替他解释 大皇子的生母是会妃 当年会妃怀有身孕时 其母族犯错 受母族牵连要被太后处死 是云飞求皇上饶 惠飞一命 惠飞难产 剩下大皇子后就过世了 临死前把大皇子托付给云飞 至今大皇子还记名在云飞膝下 记在云飞膝下就是云飞的儿子 纪北侯是云飞的舅舅 苏锦是纪北侯的外孙女 大皇子自然就是苏锦的表哥了 惠飞及其母妃被诛灭 大皇子无依无靠 只有靠着云飞之子 搭上纪北侯这个外祖 这么多年 太后和皇后压根就没把大皇子放在眼里 大皇子也从不争夺二皇子的风头 倒也相安无事 只是如今东乡侯回来 还带回了崇国公府大少爷 苏锦又嫁给了谢景臣 成了镇北王世子妃 纪北侯府势力远胜从前 估计是怕纪北侯府会扶持大皇子 所以先下手为强了 谢景臣一点都不怀疑 东乡侯府是崇国公府的克星 不然怎么会刺杀大皇子 大皇子都剩下半条命了 躲个马车还能躲到苏锦跟前 还被他给救了 崇国公府书房外的回廊上 崇国公心情很好的斗鸟 东乡侯府和纪北侯府急得火烧煤猫 满京都的找人 崇国公心情岂能不美好 暗卫李中上前的 国公爷 二皇子回京了 那大皇子呢 大皇子下落不明 李中说完 崇国公眉头拧得紧紧的 李中一看就知道崇国公对这样的答复不满意 毕竟下落不明是可能会回京的 像东乡侯都死了十五年 不还是回来了吗 而且是回来专门和国公爷作对的 没有见到尸体就不能掉以轻心 但大皇子不同 李中道 大皇子身中剧毒 在京都外三十里的镇子上失踪了 暗卫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派人继续找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东乡侯府和镇北王府在找人 国公府派人搜查的话 怕是会被他们给误会 算算时间 这会儿大皇子应该已经毒发身亡了 顾及东乡侯和镇北王府 寻找大皇子一事不了了之 御书房内 镇北王和东乡侯两天没上朝了 皇上得知谢景臣马鞍上有血迹一事 也替他和苏锦捏了一把冷汗 心情不好 批阅奏折时心不在焉 昨儿的奏折都还没有批完 今天又多了不少 皇上拿起奏折完全看不进去 外面的小公公跑进来道 皇上不好了 出事了 瞬间 皇上的心掉到了谷底 扶公公心提到了嗓子眼 可别是镇北王世子和世子妃 真出了意外啊 小公公上前道 皇上 二皇子和大皇子回京途中遇刺 二皇子受了伤 大皇子中毒 下落不明啊 皇上脸色一变 猛然从龙椅上站起来 扶公公忙道 皇上别担心 大皇子福达命吧 一定不会有事的 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 先是永成伯独子被人毒杀 再是镇北王世子和世子妃失踪 现在二皇子受伤 大皇子中毒下落不明 事情一桩接一桩 让人心惶惶不安呢 二皇子受伤 被抬回宫 皇上去看他 寝殿内 二皇子靠在大营枕上 气弱有丝 太医再帮他包扎伤口 皇后站在一旁 心疼得眼眶通红 气不成声 太医包扎完伤口 给皇上请安 皇上摆手 免礼 二皇子伤得严不严重 太医看了二皇子一眼 回道 二皇子福达命的 若是再晚片刻回宫 纵然臣医术再高 也回天乏术 二皇子的毒已经结了 只是胳膊上的伤 深刻见顾 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二皇子望着皇上 脸色苍白 侍儿臣没用 没能把皇兄带回来 二皇子懊悔 皇上没说话 皇后说道 你能活着回来 遗数万幸 二皇子伤成这样 皇上哪会责怪他呢 他只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是在何处遇刺 大皇子又是怎么失踪的 二皇子伤重 说话就渴 让人替他揪心 一旁站着的护卫 向皇上禀告道 大皇子和二皇子 是在距离京都 最近的驿站里遇刺了 刺客来势汹汹 大皇子扶上后 提议分开跑 二皇子回宫才知道 大皇子没有回来 护卫脸上有伤 胳膊包扎过 显然经过一番惨烈厮杀 二皇子没有性命之忧 皇上更担心大皇子的安危 叮嘱二皇子好好养伤 皇上转身离开 这边皇上刚迈出 二皇子的寝殿 那边寿宁公主 带着宫女过来 看到皇上 寿宁公主有点心虚 毕竟她还在禁足 但二皇子是她嫡亲的兄长 兄长遇刺 写些小命不保 她这个做妹妹的 不亲眼见见 实在难以安心 寿宁公主迈不上前 结果还未扶身 皇上已经迈不走了 从头到尾 皇上都没看见她 如果说刚刚寿宁公主 在担心被皇上斥责 这会儿则是在生气了 她宁肯被自己的父皇训斥两句 也不要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里 父皇都看不见她 看着皇上挤走的背影 寿宁公主狠狠地跺了跺脚 此时天色已晚 皇上派心腹带人去大皇子失踪之处寻找 小院内 大皇子服下药后迟迟未醒 苏锦帮大皇子把脉 妇人吃惊地看着她 等苏锦把手收回 她问道 夫人还会医术 会一点 那她的毒解了吗 已经解了 但要到明天早上才能醒 只要毒解了 大皇子就没有性命之忧 只是身上有多处剑伤 流了不少血 好在包扎及时 否则等不到她相救 就失血过多而亡了 李大牛望着苏锦 脑后脑勺道 夫人医术高超 能不能也给我娘瞧瞧啊 苏锦望着她 老夫人身体有样吗 这家的老夫人身子不见了 气色红润 不像是有病的样子 李大牛不知道该怎么说 夫人道 倒也不是什么要命的毛病 就是一到刮风下雨 膝盖就疼得走不了路 听她这么形容 苏锦就懂 老夫人腿脚什么毛病了 让李大牛把老夫人扶来 她帮忙把卖 不过苏锦没有开药方 她说道 等回去后 我亲自调这些药膏 派人送来 夫人连连道谢 苏锦和谢景臣的屋子 给了大皇子住 然后他们就没地方住了 夫人带孩子和老夫人挤一张床 把床扑腾出来 给苏锦和谢景臣 至于李大牛就只能睡牛棚了 苏锦和谢景臣一晚上没能睡好 听了一晚上的啪啪声 李大牛打了一晚上的蚊子 天蒙蒙亮 苏锦和南安君王他们就起了 或者说一晚上就没能睡着 简单洗漱 几人就起码去了镇北王府 没人知道谢景臣和苏锦在哪 这样漫无目的地找苏锦着急 他想到了绝影 如果说有谁知道谢景臣出事的地点 那就只有绝影了 或许绝影能带他们去找谢景臣呢 虽然可能性是小了些 但不妨碍他们试一试啊 镇北王府前 几人骑马停下 苏锦下马去敲门 结果手刚抬起来 小四就把门打开了 小四还打着哈欠 想睡个回笼觉 但看到苏锦几个 没差点吓死 几位爷怎么来了 小四连忙说道 把你们世子爷的马绝影牵来 楚顺道 我这就去牵马 苏锦他们没进王府 就在门口等着 很快马就牵进来了 苏锦摸着绝影的脑袋等 带我们去找你主人 也不知道绝影听没听懂 苏锦说完 南安俊王拍了下马屁股 绝影往前跑 苏锦他们翻身上马 就跟在绝影身后 吃了早饭后 苏锦就同妇人告辞 妇人舍不得他们走 但挽留的话又说不出口 几间破茅草屋 哪是他们这些身份尊贵的人住的 何况他们失踪了 爹娘兄弟肯定着急 等苏锦坐上马车后 妇人摆手 路上小心 苏锦挥挥手 谢景臣赶马车离开 这边苏重他们跟着绝影出城 那边镇子上官兵们在挨家挨户地寻找大皇子 从李家村出来 不经过镇子上直接回京 而苏重他们跟着绝影走向去悬崖的路 谢景臣赶马车从另外一条路过来 正好错过 马车徐徐赶往京都 马车内苏锦掀开车帘 风吹进来 心情好到爆 绝影往前走 然后停了下来 马亭的地方正好是一滩干涸的血迹 苏重他们从马背上下来 看着那滩血迹 脸寒如霜 苏重快步往前 就走到了悬崖边 看着深不见底的悬崖 南安郡王他们心抖成了筛子 绝影怎么把我们带到了悬崖边 莫非景臣兄和大嫂坠崖了 平常打去惯了 但这样的猜测谁也没敢说出口 苏重脸上前所未有的严肃 他起码离开 很快拿了绳子来 他捆在树上 另外一端抛下悬崖 抓着绳子 他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留下定国功夫大少爷在上面看着 南安郡王他们都下去了 悬崖下臭气熏天 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没有大哥大嫂坠崖的痕迹 楚顺道 庆臣兄和大嫂福大命大 不会有事的 北宁侯世子道 这时候南安郡王突然开口道 快看 树上有块绸缎 苏重纵身一跃上了树 把绸缎取下来 寻警 南安郡王声音颤抖 苏锦失踪那天穿的什么衣服 他们虽然没见过 却都知道 为了找苏锦 幸尔详细描述了苏锦的穿戴 她穿的正是云锦 绝影带他们到悬崖边 悬崖底下又有云锦 刚刚从悬崖上下来 注意到悬崖上被匕首划过的痕迹 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坠崖了 那么高的悬崖摔下来 南郡王他们不敢想象 可若是坠崖了 可悬崖下什么都没有啊 南郡王他们在心底告诫自己 不要胡思乱想 众多六年都没能要锦成兄的命 没道理读解了 还没命啊 他没那么容易死 大嫂就更不会了 哪会别人招着他 不是别人出事啊 给菩萨成鬼烧香的人 哪那么容易死 绝对不会 苏崇没有想那么多 他四处寻找 没有找到人 又往远处寻找 南郡王他们紧随其后 把带在悬崖上的 定国公府大少爷 望了个底朝天 定国公府大少爷 呆得心慌啊 若不是有绝影陪着他 独自面对悬崖 他非吓着不可 他朝悬崖喊了几声 没人回应他 定国公府大少爷 有点坐不住了 不会出事了吧 一等再等 他实在等不住了 抓着绳子跳下悬崖 看着空荡荡的崖底 真的 比带在悬崖上 还叫人发怵 苏崇他们找谢景臣和苏锦 定国公府大少爷找他们 谢景臣赶着马车回京 虽然城门口有守卫 但没有人搜查 更没有人把他认出来 畅通无阻地进了城 谢景臣直奔东乡侯府 半道上看着马车走过来 小四觉得自己看眼花了 那好像是孤爷啊 他不敢确定 问另外一个小四道 快看 那个是不是孤爷啊 等小四转过头 只看到马车屁股了 哪有孤爷 你是不是看花眼了 难道真的是看花眼了 东乡侯府 马车徐徐停下 谢景臣从马车上下来 然后把苏锦扶下来 马车狭小 里面还有大黄子 实在呆得让人不舒服 两人迈上台阶 平常敞开的东乡侯府 尖儿关得格外的掩饰 谢景臣敲门 没人应答 苏锦推门 更是推不开 人都去哪了 苏锦敲门道 不会都出去找我们了吧 喂 有没有人呢 府内 小黑听到动静 飞快地奔向门口 冲着门外叫 苏锦嘴角抽抽 还好 小黑还在 不然他真担心 东乡侯府人去楼空了 苏扬他们见小黑 突然不对劲 追着小黑过来 就听到苏锦在喊小黑 哎 是我姐的声音 苏扬欣喜的 他飞快地跑到门口 趴在门缝里往外看 姐 姐 是你吗 是我 苏锦浑身无力的 我开不了门 姐夫 你帮我开门 苏扬贴着门缝 看谢景臣 谢景臣抚了抚额头 纵身一怨 翻墙进了东乡侯府 把门栓打开 东乡侯府的门栓 格外地难打开 别说苏扬了 就是谢景臣 也费了点功夫 小厮都派出去找人了 怕苏扬乱跑 所以把大门紧闭 门栓难开 是防他的 门打开后 苏锦走进来道 谁能去哪了 林书去见老国公了 其他人都去找你们了 嘿 没想到他们出去 没能把你们找到 我们几个呆在家里找到了 苏扬一脸喜悦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上调功劳吧 谢景臣望着苏锦道 既然岳父岳母不在 我们先进宫吧 嗯 也好 两人怎么进府的 就怎么走了 苏扬倒没有闹着要跟进宫 他迫不及待地 要把苏锦和谢景臣回来的好消息 传达东乡侯和唐氏之道 他飞快地跑回正堂 把青云山用来传信的信号弹拿出来 咻的一声 信号弹冲向天空 那是报平安的信号 只要是青云山的人都认得 只是苏扬过于激动 忘记了沈小少爷和九皇子 两人见信号弹心奇得很 一人拿了一个 九皇子手轻轻一拨 另外一个信号弹冲向天空 那是求救的信号 我爹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出事了 啊 那现在怎么办啊 苏扬也不知道怎么挽救了 射出去的求救信号 没法不让人看见 他想了想 回屋又多拿了几个报平安的信号弹 射向天空 一连发了七八个 林叔跑回来道 小少爷 那不是完的 啊 我知道 姐姐和姐夫回来了 苏扬说道 在哪儿 进宫了 可惜 苏扬的话 林叔不信 小少爷 你仔细好也回来 仇你 林叔把其他的信号弹 收起来 哼 东霄侯看到信号弹 果真起码赶回来了 也和林叔说的一般 把苏扬揍了一顿 苏扬眼泪婆娑 心道 什么天上掉功劳 分明是掉下来一顿毒打 爹 我没骗你 姐姐和姐夫真的回来了 苏扬再一次道 我要骗你 你就不是我爹了 沈小少爷和九皇子颤巍巍的 我们能作证 他们真的回来过 东霄侯望向林叔 林叔摇头 我没有瞧见姑娘和姑爷 侯爷不妨先进宫看看 此时 谢景臣正赶着马车进宫 那辆马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侍卫看守宫门 还从未见过这么普通的马车 走正门进宫 等马车靠近 侍卫眼睛睁圆 这 这不是镇北王世子吗 侍卫眼睛盯着谢景臣看 直到谢景臣赶马进宫 他们才反应过来 马车停下后 过来俩公公 谢景臣将苏锦扶下来 然后吩咐公公道 把大皇子扶下来 大皇子在马车内 俩公公掀开车帘一看 顿时眼珠子睁圆 马车内的不是大皇子又是何人 崇国公府书房 崇国公夫人推门走进去 但崇国公并不在书房内 他便坐下 押缓奉茶 他刚把茶盏端起来 就听到有脚步声传来 崇国公夫人 忙把茶盏放下 然后起身 崇国公走进来 他迎上去的 又去试着说服北沐王了 崇国公没说话 崇国公夫人抱怨的 他在我们崇国公府 也待了许久了 骨头硬得很 国公爷还说服他做什么 你懂什么 皇上的人还在呢 即便说服不了 我也得每天都去 崇国公坐下 望着崇国公夫人道 永成伯府还好吧 我一大儿子死了 哪能好得了 万兴的事 仇人也死了 心里多少好受一点 死了一个永成伯世子 帮他们除掉两个劲敌 也算是死得其所 崇国公夫人心情很好 门被敲响 进来 小四推门进来 上前说道 国公爷 朕北王世子和世子妃找到了 找到了 崇国公夫人的声音 陡然拔高 在哪找到的 他急问道 这个问题 小四犹豫了下 朕北王世子和世子妃 在哪里找到的 他还真不知道 他能禀告的 就只有他知道的 他们送大皇子进宫了 崇国公夫人脸上的 震惊之色越深 他望向崇国公 崇国公的脸色 也不比他好多少 三个在他们眼里 已经死了的人 居然都回来了 能送大皇子进宫 足以说明 他们无恙 崇国公想问问 大皇子情况如何 这时候 又有一阵脚步声传来 脚步声很熟悉 但凌乱而急切 王管似的走进来道 国公爷 二皇子差人来 向您拿解药 什么解药 崇国公猝眉 就是大皇子 所中之毒的解药 崇国公夫人 皱眉道 二皇子是糊涂了吗 他还想救大皇子不成 王管是摇头 大皇子和二皇子 所中之毒一样 二皇子的毒 太医帮忙解了 皇上让太医 给大皇子解毒 太医解不了 崇国公拳头攥紧 手背上的青睛抱起 把解药拿给他 这几个字 几乎是从他的牙齿缝中 挤出来的 楚心积虑的要除掉大皇子 结果快要成功了 还要给他送解药去救他 哼 那他们忙这么一通的意义 何在呀 这是要让大皇子知道 他们要杀他 逼他和他们作对吗 崇国公气得心口疼 他捂着胸口 崇国公夫人吓着 快醒太医 永成伯府 一顶软轿停下 轿帘掀开 老夫人走出来 他抬头看着 永成伯府匾额上挂着的白仇 脸寒如霜 半晌没动 老夫人 王妈妈唤道 世子和世子妃失踪三天了 一大清早 老夫人决定回府 虽然王妈妈觉得 更应该待在静安寺 送经祈福 祈求菩萨保佑 世子爷和世子妃平安 但老夫人要回去 王妈妈也只能随他了 半道上 老夫人让小司 改道来了永成伯府 王妈妈的呼唤 让老夫人回过神来 她把眸光 从白仇上移开 任由王妈妈扶着她的手 迈进永成伯府 正堂内 摆着永成伯世子的棺果 压惯小四跪在地上烧纸钱 抽气不止 永成伯夫人几度晕厥 并不在 永成伯闻讯匆匆赶来 老夫人就站在那里 什么话都没说 什么也没做 小四点了三炷香 都快烧尽了 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 王妈妈越发觉得 老夫人不对劲了 世子爷和世子妃失踪 向落不明 他不着急回府 反倒来给永成伯世子送行 哪有这样做祖母的 永成伯哽咽道 老夫人能来给风儿送行 风儿全下有之 也能安息了 老夫人擦掉眼角的泪花 风儿是我看着长大的 就这么被人给害死了 我岂能不送他一程 他摆摆手 让王妈妈退下去 不只是王妈妈 还有正堂内烧纸钱的丫鬟小丝 只是这边 黄妈妈他们刚退下 那边永成伯管事 匆匆进去 管事的话到嘴边 瞧见老夫人 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 永成伯看了他一眼 有什么话就直接禀告 老夫人不是外人 再不是外人 他要禀告的话 也不能叫镇北王府 老夫人知道啊 管事的把永成伯拉到一旁 伯爷 镇北王世子和世子妃回来了 管事的道 永成伯脸色铁青 活着回来的 他声音冰冷 仿佛来自地狱 不止活着回来了 他们还救了重伤的大皇子 管事的声音有点飘 皇上高兴 大家赏赐 管事的禀告声越来越弱 他禀告的时候 看了一眼永成伯世子的官国 内心发怵 世子爷绑架镇北王府世子妃 结果自己赔进去一条命 他们非但毫发无损 还救了大皇子 立下一份大功 世子爷听到这消息 肯定会死不瞑目吧 什么 朕被王世子和世子妃还活着 他们还立功了 永成伯 胸前怒火翻涌 眼前发黑 一口血喷了出来 人往后一倒 元儿 老夫人急喊道 管事的赶紧把永成伯扶住 伯爷 伯爷 快来人呐 管事的大叫 守在门外的丫鬟小丝听见 一窝蜂的涌进来 王妈妈被赶着进屋的小丝撞到了门上 疼得呲牙咧嘴 红袖扶着他 王妈妈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快去扶老夫人 王妈妈急道 红袖赶紧进屋 彼时 老夫人已经被挤到一旁 闭上肩 踢翻了给永成伯世子烧纸钱的铜盆 红袖扶着他道 老夫人 咱们还是先回府吧 老夫人望着吐血晕倒的永成伯 眸底闪过一抹悲痛 王妈妈扶着老夫人 迈出永成伯府 正好正被王府的小丝骑马过来 小丝翻身下马 面带喜色的 老夫人 世子爷和世子妃已经找到了 王妈妈先上一喜 可是胳膊却是一沉 老夫人身子几乎站不住了 半边身子都压在王妈妈的胳膊上 王妈妈心头一沉 仿佛压了块巨石 世子爷和世子妃找到了是好事 老夫人怎么这样反应啊 他抬头正好看到老夫人 牟底一傻而逝的杀气 王妈妈身子都凉了半截 可他细看老夫人脸上又只剩下喜悦 仿佛先前是他的错觉一般 列祖列宗保佑 总算是找到了 老夫人手掐得紧紧的 恢复吧 王妈妈扶老夫人坐进软窖内 窖帘放下 王妈妈撸起袖子 看着手腕上被老夫人掐出来的瘀青 窖子里 老夫人脸上的喜悦消失殆尽 强忍着的悲痛再忍不住爬上脸颊 渐渐的被凛冽杀气所取代 宋大皇子回宫有功 皇上龙心大悦赏赐颇风 狭小的马车装了赏赐就坐不下了 谢景臣赶马车 苏锦就坐在他身边 打扮普通又是坐在车缘上 还真没什么人注意到 马车直奔东乡侯府而去 东乡侯府外 苏杨坐在大门前 小脸上全是怒气 东乡侯蹲在一旁给他打扇子 这样的场面着实引人注目 走过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看过来 大太阳蹲在门口 这是脑子瓦头了吗 做儿子的蹲着就算了 做爹的还陪着 这回是爹错了 爹给你赔不是 东乡侯道 苏杨撇过头去 门边上 沈小少爷和九皇子两颗脑袋叠着 两人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虽然东乡侯脾气不好 说揍人就揍人 但他做错了会认 还给儿子赔不是呢 不像他们的爹 错了也是对的 谁让他们是爹呢 只是苏杨这么拿巧 感觉东乡侯又想要揍他了 做人要懂得见好就收啊 少年 远远的 苏锦和谢景臣赶马过来 就看到这一幕 两人都有点吃惊 马车停下 苏杨飞快地起身过来的 姐姐姐夫 你们给我平平礼 苏锦从车员上跳下来的 平礼 平什么礼啊 他问道 苏杨把他们走后 他的悲惨遭遇说出来 那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得苏锦强忍着才没有效 他不能把自己的欢乐 建立在自家弟弟挨揍上来 我给爹爹他们传消息 虽然出了点岔子 但我又不是故意的 他就不分青红皂白的 把我痛揍了一顿 他是不是该补偿我 苏杨问道 怎么补偿你啊 苏锦问道 给我一千两银子 苏杨举住三根手指头 再让我们出去玩三天 东乡侯走过来 手一抬 苏杨的后脑勺 就挨了一巴掌 毛都还没长齐 就敢打劫你爹我了 爹 你又打我 苏杨抗议道 东乡侯望着他 前前那一顿揍 挨得的确无辜 这一巴掌是找打的 我让你们出去玩两天 再想别的 我再揍你一顿 苏杨躲在谢景臣身后 苏锦望着他道 九皇子跑出来说 那一千两应该是大皇子陪你们 你们哪天进宫找他要 对对对 应该找大皇兄要 要不是急着送大皇兄进宫 你也不会挨打 苏杨想了想 重重地点了下头 在门口堆了半天 晒得人热死了 他跑进府 沈小少爷和九皇子就追着他 我这顿打挨得特别直 苏杨高兴的 九皇子和沈小少爷 他们怎么觉得 苏杨又在找打了 东湘侯望着苏锦和谢景臣道 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太多的疑问 盘踞在东湘侯的心头 他们为什么会被人绑架 又是怎么逃脱的 怎么还救了大皇子的 这里是大门口 不便说话 进府后 谢景臣把永成博世子 绑架苏锦的事 告诉给东湘侯 东湘侯脸寒如霜 他就猜到 苏锦和谢景臣出事 可能和永成博世子有关 只是派人去查了 一无所获 但没想到 还真是永成博世子倒的鬼 想到苏锦和谢景臣坠崖 东湘侯灭永成博府 满门的心都有了 苏锦望着谢景臣道 你先回王府吧 待会儿来接我 谢景臣失踪 王府其他人或许高兴 但老王爷和王爷 肯定急坏了 如今回来 自然要回去 让他们瞧瞧 也好安心 谢景臣向东湘侯坐一 然后骑马离开 谢景臣前脚走 后脚唐氏赶来了 拉着苏锦上下左右的看 说道 告诉娘 有没有哪里受伤 本来苏锦没事 唐氏这一碰 苏锦疼得倒吸了一口气 东湘侯眉头皱紧 唐氏心急如焚 苏锦忙道 娘 您别担心 我没事 就是在马车里颠簸的时候 撞了好几下 身上没有带药膏 等我回去涂两天药膏就没事了 这几天 着实把唐氏和东湘侯急坏了 要不是昨儿大皇子遇刺失踪 他都进宫找皇上了 万幸的是苏锦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永成博世子 为什么绑架你 唐氏问道 唐氏的疑问 也正是苏锦的疑问 他和永成博府井水不犯河水 算得上是无冤无仇吧 真要说有什么矛盾 也就是他和池夫人联手 算计南章郡主 结果坑被老夫人抢了 坑了永成博府大姑娘 这事与苏锦无关 何况闹出来 王府为了弥补 也给了永成佛大姑娘两盒药膏啊 唐氏望着东湘侯道 永成博西下只有一字 虽然是永成博世子咎由自取 我看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会善罢甘休 东湘侯疑惑了 他就是父亲请罪 我也未必饶了他 嗯 东湘侯脸色冷沉 若非锦儿福大命大 他岂有命活着回来 胆敢挟持锦儿 永成博的命 我要定了 东湘侯是苏锦回掌上明珠 平常都舍不得苛责一句 却被永成博世子生下悬崖 这口气不是永成博世子死了就一笔勾销的 教子无方 永成博的过错更大了 唐氏知道东湘侯是真的动怒了 他望着苏锦道 先去换身衣装 你要让厨房准备你爱吃的菜 苏锦随丫鬟走了 唐氏往小厨房去 走到半道上问小丝道 虫儿他们呢 还没回府吗 还没有 小丝摇头 这是跑到哪儿去了 唐氏边走边道 李家村 苏崇他们找人找到了李家村 可是问了一通 没人见过苏锦和谢景臣 几人到了李大牛家 南郡王一说长得好看的 又说从悬崖上掉下来 李大牛就心肝颤了 苏锦走之前叮嘱他们 不要说见过他们的事 他是怕李大牛一家 坏了敌人的奸计会被报复 李大牛谨记于心 现在被问起来 他摇头如捣蒜 不知道 悬崖那么高 摔下来哪能活着呀 楚顺把画像拿出来 你再仔细看看 确定没见过 确定没见过 李大牛肯定道 几人失望离开 只是没走一会儿 就碰到了春花婶 牵牛走过来 楚顺几个看到了他 他也看到了楚顺几个 眼睛瞬间就亮起来了 几个小伙子长得真是好啊 气宇轩昂 乃是人中龙凤呢 南郡王拿着画像走过去问道 大牛 你见过画中人吗 春花婶看了眼画像 扭眉道 这不是大牛 这不是大牛媳妇的表妹 表妹夫吗 大牛 南郡王问道 表妹 表妹夫 楚顺有眉 大牛就在前面 你们随我来吧 春花婶一脸热情 大牛可是十里八项 出了名的老实人 性子端厚 媳妇更是贤惠热情 啊 楚顺他们又跟着春花婶 到了大牛家 还没进门 春花婶就喊道 大牛 有人找你家表妹和表妹夫 李大牛走出来 和南郡王他们几个 你们看着我 我看着你们 李大牛仗红了脸 他本就是实在人 要不是苏锦叮嘱 他不会骗人 大牛 你家表妹表妹夫呢 春花婶问道 李大牛吱吱呜呜 夫人走出来道 春花婶 你糊涂了呀 我哪有什么表妹表妹夫 春花婶有点懵了 夫人拉着她到一旁 给她使眼色 让她别乱说话 小心惹上杀身之祸 春花婶爱给人做媒 也见惯了形形色色的人 刚刚看到画像的时候 她就有点纳闷 画像上的人模样 和大牛媳妇的表妹表妹夫 一般无二 但穿戴却是天差地别 苏锋将李大牛和夫人脸上的神情 一览无余 显然 他们是知道苏锦和谢锦臣的 南安郡王不是个有耐心的 一再追问 夫人和李大牛就是不说 春花婶感觉不妙 匆匆跑了 南安郡王拿银子贿赂他们 没笑过后 没忍住 一把掐住李大牛的脖子 说还是不说 南安郡王问道 李大牛呼吸不畅 脸都紫了 夫人急坏了 哎哎 我说 我说 快说 北宁侯世子催道 夫人忙道 他们坠崖之后 我和大牛把他们拉回来 可是还没来得及请大夫 他们就没气了 我和大牛就把他们给埋了 埋了 苏崇他们脸色一变 埋在哪儿了 就 就埋在了悬崖底下 夫人说了个位置 南安郡王他们赶过去 崖底还真有几座新坟 而且没有立碑 看着那坟 南郡王几个眼泪婆娑 我不信 锦尘兄就这么死了 楚顺道 把坟挖出来看看 南郡王说道 苏崇已经动手了 没有锄头 没有铁铲 就徒手挖的 只是挖了没一会儿 就有好几个人 抬了一个石碑来 其中一个男子喊道 你们是谁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白天的 就该挖我爹的坟了 男子脸色铁青 暴跳如雷 苏崇看着 自己沾满泥土的双手 你爹的坟 苏崇声音微抖 男子拿着棍子过来 两眼恨不得 把苏崇他们活活蹬死 男郡王望着苏崇道 我们是被老神给耍了吗 从来只有他们 把别人忽悠的 团团转的时候 没想到会被人忽悠的 挖人祖坟那一天 很好 很强大 苏崇赔礼认错 帮忙把挖下来的土 给推回去 男子全程拿棍子看着他们 他们五个气宇不凡 穿戴非富极贵 一看就不好招惹 再加上态度不错 一人上了三炷香后 就走了 没有被刁难 等人走远了 才有人小声道 瞧样子 像是挖错坟了 苏崇他们去找李大牛算账 结果李大牛家空无一人 他们又没有马车 想追都不知道往哪里追 几人往悬崖下走 抓着绳子上悬崖 骑马回京 刚进京 就得知镇北王世子和世子妃 救了大皇子的消息 南郡王他们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几人齐齐黑线 拜托 他们担心得要死不活了 他们非但没事还立了功 这牛都要被他们给活活气死了 几人骑马赶回东乡侯府 正好和谢景臣碰上面 谢景臣回府待了半个时辰 沐浴更衣又回来了 楚顺翻身下马 拉着谢景臣看 你没受伤吗 一点内伤 无碍的 无碍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几天是怎么过的 楚顺叫道 谢景臣知道 他们找了他和苏锦几天 急得吃不下睡不着 让你们担心了 别说这些虚的 我们这几天瘦掉的肉 你必须要请客给我们补伤 南郡王道 谢景臣一脸黑线的印象 苏崇他们一身脏兮兮的 看谢景臣一身紧袍 俊义不凡 一人给了一个拥抱 回去沐浴了 谢景臣拍着身上的泥土进府 只是他们进去后没多久 一辆牛车就在东乡侯府门前停下 到了 李大牛道 夫人掀开车帘 看着气派的东乡侯府 他不敢相信道 这真的是东乡侯府吗 李大牛问路过的人 回来道 没错 这就是东乡侯府 只是怎么没人守门呢 不敢进府的他们 就站在门口等着 等了大半天 才有个小厮出来 问道 你们找谁啊 我们是从李家村来的 是位叫苏锦的少夫人 让我们来的 夫人唤道 认识我家姑娘 小四有点诧异 你们先等会儿 等了约莫一刻钟 苏锦和谢景臣就走出来了 苏锦一身群伤 华贵无匹 妇人有些不敢相信 苏锦也是有点吃惊 李大牛一家 对他和谢景臣有救命之恩 他是想把他们接近经安置的 李家的条件实在是太太太差了 稍微来个课 李大牛就要睡牛棚 只是李大牛宁愿睡牛棚 也不愿意离开李家村 老夫人更是年纪大了 故土难离 虽然李家村和京都相隔不远 他们不愿意 苏锦也就不强求了 只是他们才回京 他们就找来了 何不直接跟着他们一起进京呢 可是出了什么事 苏锦问道 夫人解释道 一个时辰前 有人去李家村打听你们的下落 被我们给糊弄过去了 那几个人呢 实在是凶狠 我们怕他们报复 就脱下带口的过来了 若不是怕没了 他们实在不愿意离开李家村 但愿他们找不着人就走了 他们还能回去 快请见 李大牛把老夫人 从牛车上扶下来 刚迈进府 就和苏锦他们迎面碰上了 一个呼吸的功夫 李大牛的脸色 就变了好几个来回 他已经懵了 他们快牛家边的跑京都 都避开他们 结果避到他们眼跟前了 苏锦他们也懵了 在李家村死活找不到的人 居然在东霄侯府找到了 南郡王手里的玉扇 啪哒一下和哨 说道 好家伙 耍了我们还敢找上门来 什么淳朴的老实人 我看京都都找不出几个 比他胆子还肥的 南郡王一脸凶残 李大牛有些颤抖 尤其是俩孩子 吓得直接往妇人身后躲 南郡王手中的折扇 戳了下苏崇的肩膀道 我记得他好像叫李大牛 看来今天我们是要关门打牛了 第一次被人忽悠的那么惨 一路上回来 他们已经想了十七八个 整死李大牛的办法 看到李大牛 南郡王他们手心就痒痒 妇人脸色刷白地望着苏锦 这些人是 苏锦服额 可千万别告诉他 南郡王他们就是妇人口中凶残的人 苏锦给妇人介绍苏崇 这是我大哥 他们几个 是我相公和大哥的好兄弟 稍后介绍妇人和李大牛的 大哥 我和相公坠崖 就是他们一家救了我们 南郡王他们看着李大牛一家的眼神 有点复杂 他们救了苏锦和谢锦臣 他们感激 但是 这一家子把他们几个忽悠的也够惨呢 已经不是颜面尽尸的问题了好吧 报仇吧 没良心 不报仇吧 浑身不舒坦 直到苏锦把李大牛一家领着走远 南郡王他们也没想到该怎么办好 是先报恩 还是先报仇 哼 恩仇一起报 苏崇笑道 怎么报啊 楚顺望着他 我青云山独特的训练 南郡王他们都是过来人 经过青云山的训练 身体强健 但吃得苦头 现在想起来还心疼自己呢 这办法好 就怎么办 南郡王赞同道 其他人无不同意 虽然李大牛一家把他们耍得很惨 但不得不说 李大牛一家够骨气 他们都掐他脖子了 还能硬着骨头忽悠他们 这样的硬骨头还真是不多见了 李大牛一家就苏锦和谢锦臣有功 是东乡侯府的恩人 东乡侯和唐氏对他们敬重有加 只是他们来得稍晚一些 东乡侯府已经吃过午饭了 想着从李家村进京 应该没吃午饭 赶紧上厨房准备吃的 满满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别说吃了 李大牛一家见都没见过 大饱口服后 李大牛一家就要告辞了 他们不愿意离家 实在是不得已 现在知道是误会了 自然要回去 尤其南安郡王他们盯着李大牛 眼底散发出狼盯着猎物的光芒 李大牛内心发怵啊 救人对他们来说 不过是举手之劳 只是把人从悬崖底下搬回去 再帮着买了点药而已 苏锦给他们的答谢够丰厚的了 这地方不是他们能来的 还是早点走为好 这会儿时辰还早 还能赶回李家村吃晚饭呢 李老夫人是执意要走的 苏锦留不住她 也就随他们了 皇上赏赐了苏锦和谢景臣一堆东西 苏锦给了夫人四匹赎锦 五十亩粮田 外加一套黄金首饰 这么贵重的谢礼 把夫人吓懵了 他不敢收 推辞不要 这是救了大皇子 皇上给的赏赐 该有你们一份的 苏锦笑道 不论是他还是谢景臣 还是大皇子的命 都远非这点东西能比的 推托不掉 夫人就到谢道 南安郡王则诱惑李大牛的 听说过飞虎君吗 听过 李大牛飞快地点头道 想不想加入 南郡王问道 我能加入吗 李大牛眸光闪亮道 南郡王有点懵啊 这么快就上钩了 我都还没开始忽悠他呢 通过考验就能加入 南郡王正色道 楚顺望着李大牛说 你为什么想加入飞虎君 加入飞虎君是我大哥的遗愿 他没有做到的事 我想做到 李大牛回道 十五年前 飞虎君盛极一时 多少人挤破头想加入 只是飞虎君挑选严苛 大部分人都被拒之门外了 李大牛的兄长也不例外 那时候 李大牛才十岁 听兄长诉说飞虎君的英勇 心向枉之 只是随着李大牛兄长战死沙场 李老夫人就不许他参军了 再加上有老婆孩子 李大牛也舍不得离开 没想到 自己会救下东湘侯的女儿 又加入飞虎君的机会 南郡王望着他 你叫李大牛 你大哥叫什么 我大哥叫李小牛 李大牛道 你们家取名字还真是随心所欲 李大牛憨厚地挠了挠额头 我爹叫李铁牛 有了儿子后 自然就叫李小牛了 只是没想到又生了个儿子 为了李大牛叫什么 他爹也是煞费苦心 做弟弟的名字不好大过兄长 但李小牛叫了十几年了 认识的都这么叫 改不过来呀 为此 李大牛的爹还特意抱着他 去找了算命先生赐命 算命先生说他福气不错 给他取了李大牛这个名字 南恩郡王觉得 李大牛的爹是被算命先生给忽悠了 算命先生十有八九是解决不了 名字比李小牛小这个问题 才取名叫李大牛的 不过他愿意参加飞虎军就好 他们都是有恩必报的人 会很认真地监督他训练的 南恩郡王摇着玉扇 笑得李大牛心底发毛 东乡侯府门前 李大牛一家坐上牛车回李家村 送他们走后 苏锦坐上马车回镇北王府 镇北王府前 馨儿就站在石狮子旁 瞧手一盘 他已经在大门口等了半个时辰了 他十分后悔听了姑爷的话 他应该跟去东乡侯府的 听到有马车车轱轮轮声传来 馨儿往前一看 就看到了谢景臣 馨儿鼻子一酸 眼泪就涌出来 等苏锦从马车内下来 馨儿一把将他抱住 嚎啕大哭 走过路过的 都被馨儿豪放的哭声给吓着了 苏锦疼得呲牙咧嘴 他觉得自己浑身每一个瘀青 都被馨儿抱紧了 好痛啊有木有 馨儿力气很大 抱得又紧 苏锦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他抱着自己的胳膊松开 好了别哭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苏锦哄道 姑娘福大命大 有事的肯定是别人 馨儿挂着眼泪道 谢景臣望着苏锦道 外头太阳大 先进府吧 知道苏锦和谢景臣安然无恙后 老王爷和王爷先进宫向皇上请罪了 这会儿估计人在军营 毕竟失踪了几天 如今回来了要向长辈报平安的 所以谢景臣和苏锦去了七贺堂 正堂内 老夫人坐在罗汉榻上 手里的佛珠拨弄肩捏得紧紧的 王妈妈伺候在一旁 世子爷世子妃大难归来 老夫人没有在静安寺待够一个月 老王爷也没有计较什么 但王妈妈觉得 对于世子爷和世子妃的回来 老夫人是一点都不高兴 这样的感觉让王妈妈周身冰冷 她总觉得哪里有问题啊 而且是大问题了 可她就是说不上来 就像是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 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吞咽间疼得人受不住啊 屋子里除了老夫人 还有南章郡主 二太太三太太也都在 毕竟老夫人被罚去大佛寺 到今儿才回来 他们这些做儿媳妇的 当然要在跟前尽几分孝心啊 丫鬟进来的 老夫人 世子爷和世子妃来给您请安了 一抹寒芒从老夫人牟底窜过 南章郡主嘴角微勾 直到苏锦和谢锦臣还活着 并且救大皇子立了功的消息 南章郡主是气得不轻 但气静过了 她又没当回事 人家命大 她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这一回也幸得她存了几分警惕 否则死的就不是永成博世子 还是崇国公世子了 为了感激她 崇国公世子还专程来给她请安 现在永成博气得吐血 老夫人归来 往后王府里是少不了热闹桥了 丫鬟退下去 苏锦和谢锦臣走进来 两人并肩上前 扶身给老夫人请安 谢锦臣先前回来时 老夫人还未回来 她看到谢锦臣又望望苏锦 平安回来就好 老夫人说道 南章郡主看了老夫人一眼 笑道 不但平安回来了 还救了大皇子 可是大功一件呢 自顾不暇 让人提心吊胆之计 还能立功的 大概也就我们镇北王府 世子妃这独一份了吧 好不容易回来 听着南章郡主这阴阳怪气的话 苏锦实在是觉得刺耳 这是巴不得他们永远别回来了呀 心情一不好 苏锦说话就扎心了 她望着南章郡主 又看了眼老夫人 能救大皇子 还多亏了母亲和老夫人呢 苏锦说道 二太太眉头一挑 怎么亏了郡主和老夫人呢 当然多亏了母亲和老夫人了 若不是老夫人派人回来说 要抄佛经旗语 二姑娘和三姑娘 也不会去找我 我不去大佛寺 怎么会被人绑架呢 又怎么会在落难之际碰到同样倒霉的大皇子呢 正好绑架她的又是永成伯世子 苏锦很难不怀疑 这是老夫人联合永成伯府给她设的局啊 这个局没能害死她 反倒让永成伯世子葬送了一条小命 那可是永成伯的独子啊 为了永成伯府大姑娘 老夫人能放下尊严投池夫人的药膏 永成伯世子没了 她心底肯定不好受 她就是要告诉老夫人 永成伯世子的死与她有关 看她心底好不好受 老夫人脸色一变 猛然望向王妈妈 我什么时候让府里的姑娘朝佛镜其语了 王妈妈惶恐 奴婢没有传过这话呀 没说过 苏锦柳眉微粗 她不信老夫人 但她相信王妈妈 她望向谢锦绣和谢锦欢 二姑娘和三姑娘去找我的时候 不是这么说的吗 谢锦欢看了谢锦绣一言道 是大伯母让我们抄佛经的 因为去的时候 王妈妈刚走没话 所以我们就误会是祖母 让我们抄的了 抄佛经其语是好事 如果我们知道会差点连累大嫂 我们一定不会叫上大嫂一起 万幸的是 那天她们先去 没有和大嫂一起 否则大哥大嫂出事 她们难辞其咎 她们是被大伯母给利用了 二太太望着苏锦道 好在是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要是真出了什么万一 或然她们怕是要愧疚一辈子的 这几天在外面 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回去好好歇歇吧 三太太问道 可知道是什么人 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绑架你们 一群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呢 苏锦会信 他们不知道绑架她的是永成伯世子 只是永成伯府对外宣称 永成伯世子是被人下毒害死的 她不会傻到主动承认 毕竟她和谢景臣平安无恙 还救了大皇子 人家永成伯断后了呀 绑架我的人蒙着脸 并未看清楚容貌 直到相公追上来 自知敌不过就逃了 相公顾着救我 也没胆住她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抓住她了 你装傻 我冲漏 把这个并不愉快的话题岔开 苏锦拂身和谢景臣退下 出了七贺堂 苏锦和谢景臣走在前面 馨儿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 沉闷了几天 馨儿又活过来了 几天没好好吃饭了 她现在肚子特别地饿 回了陈湘萱 丫鬟婆子们也是老泪纵横 虽然侍子妃看上去挺霸道的 但从来没有打骂过他们 要是苏锦和谢景臣真有什么万一 他们这些伺候的人 十有八九会被打发到庄子上去 如今世子爷和世子妃 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真好 外头热 苏锦直接进了屋 推开门 一张纸飘到她脚边上 苏锦扫了一眼 是撕碎的老黄历 馨儿飞快地把老黄历碎片捡起来 那边桌子上还有一堆 不过一半已经被粘好了 怎么撕了 苏锦问道 老黄历上说一出门 结果姑娘和姑爷差点回不来 我一气之下就把她给撕碎了 只是没想到老黄历还真准 姑娘和姑爷没事 还救了大皇子立了功 我又把老黄历粘起来了 馨儿是很相信老黄历的 但这一次老黄历给她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她气愤之下撕碎了 因为怕被其他丫鬟婆子瞧见 一直没拿去烧掉 谢景臣回府 馨儿就后悔了 虽然能买一本新的 但馨儿有自己的执念 老黄历一年只能用一本 换一本可能就不灵了 只是撕得太粉碎了些 不一定粘得起来啊 馨儿着急 丫鬟把马车内皇上的赏赐搬进来 那些赏赐 苏锦想拿一部分给东乡侯府 结果唐氏怎么也不要 他只好原样带回府 马车里还有四匹云锦 只是云锦昂贵 寻常人都不能穿 不然就一并送给李大牛媳妇了 想到库房里还有一堆的绸缎 苏锦真怕他们会烂掉 昨晚没能睡好 再加上坐马车回京 又进宫 再去东乡侯府 苏锦疲惫的两眼都该粘到一起了 在贵妃榻上躺着歇会儿 结果就睡着了 馨儿唤了两声 都没能把苏锦叫醒 他把冰盆抬近一点 拿了个宝毯替苏锦盖上 然后安静地继续沾老黄历了 只是安静不了一会儿 馨儿就急躁了起来 拿着个碎片 半天不知道沾哪 清秋院内屋 池夫人靠在大影枕上 脸色苍白 神情憔悴 绿翘走进来道 夫人 奴婢 奴婢瞧见世子爷 世子妃了 他们都没事 池夫人没什么血色的脸上 展开了一抹笑来 喜鹊站在床边道 奴婢就说世子爷和世子妃 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 夫人偏不听 现在他们回来了 夫人却病倒了 郡主还不给您请大夫 奴婢去找世子妃帮忙 知道谢景臣和苏锦失踪后 池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就晕了过去 喜鹊去禀告南章郡主 可是禀告了一回两回 都石沉大海 采菊和绿翘又不敢越过南章郡主 去找李总管 这么不把南章郡主放在眼里 万一王爷训斥南章郡主 以南章郡主的气量 绝对会弄死他们的 再加上李总管带人去找谢景臣 也不在府里 给池夫人治病的事 就耽搁到现在了 现在苏锦和谢景臣平安归来 还是带着皇上的丰厚赏赐回来的 他去找世子妃帮忙 世子妃肯定不会拒绝 喜鹊以池夫人为重 但池夫人不让他去 夫人 喜鹊心急如焚 池夫人只摇头 他没觉得自己病得有多重 他只是听到噩耗 一时间头晕眼花而已 不用请大夫养两天就好了 世子和世子妃差点没命 肯定受惊不清 需要好生调养 他不想为了一点小事 就去劳烦他们 池夫人不同意 喜鹊不敢擅作主张 池夫人就靠着大营诊 几个丫鬟不敢离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院外有幻生传来 喜鹊 彩菊 那儿骗 喜鹊心上一喜 是杏儿 他飞快地跑出去 把门打开 就看到了杏儿 你怎么来了 喜鹊眸光闪亮 他正愁不知道 怎么去找杏儿好呢 杏儿手里拎这个小包袱的 我来找你们帮忙的 采菊愣了下 找我们帮忙 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呢 杏儿是世子妃身边的大丫鬟 如果她都办不成的事 更别提他们了 杏儿把包袱打开 把里面撕碎的老黄历给他们看 哎呀 我把老黄历撕碎了 粘了半天 没粘起来 杏儿的急性子 差点没忍住再撕一回 她不好意思找陈祥轩的丫鬟 就想到了喜鹊和采菊他们 杏儿信得过他们 不担心会泄密 虽然喜鹊也纳闷 老黄历撕掉了再买一本就是了 多大点事呢 不过杏儿要他们帮忙 他们是肯定不会拒绝的 杏儿眸光扫了一圈的 池夫人呢 我家夫人病了 喜鹊忙的 她正愁杏儿不问呢 啊 病了 杏儿吃惊 怎么会病了呢 喜鹊忙把池夫人病倒的经过 说给杏儿听 杏儿替池夫人打抱不平 就因为是妾室身上有钱 都不能请大夫进府 需要南章郡主同意才行 病了就要治病 就要吃药 她这是在罔顾别人生死啊 杏儿最讨厌这样的人了 她说道 我家姑娘在睡觉 等她醒了 我和她说 我的老皇帝 你们可一定要帮我站好啊 杏儿叮嘱 喜鹊连连点头 那我先回去了 杏儿告辞 喜鹊送她出青秋院 杏儿回了陈香轩 苏锦还在酣睡 不过她从贵妃踏上 睡到了床上 身边还多了一个人 见谢景臣搂着苏锦睡的香 杏儿没敢打扰 红着脸悄悄退下 这一睡 就是一个半时辰 等苏锦醒来 天边晚霞绚来 谢景臣半个时辰前就起了 苏锦醒来时 床上就只有她一个 她慵懒地伸个懒腰 杏儿在珠帘外探脑袋 正好瞧见 姑娘 你总算是行了 苏锦揉着紧脖子的 出事了 池夫人病了 但是南章郡主不给她请大夫 我看她好像病得挺严重的样子 虽然池夫人和画像长得不一样 但杏儿还是觉得 池夫人和赵徐有关 赵大少爷还不错 她的亲人肯定要照顾好 苏锦眉头拧得紧紧的 她掀开被子下床 杏儿忙伺候苏锦穿衣 苏锦洗了把脸 让自己清醒过来 重新梳理了发迹 便迈不出门 杏儿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 书房内 谢景臣在看书 修长的手拿着书 信手翻了一页 暗卫走进去道 世子爷 石夫人病了 狮子飞去星球院了 谢景臣眉头应揉 石夫人怎么病了 她的身子骨不是挺好的吗 这么多年 没听说她有什么病痛 失踪回来就去清秋院 太引人注意了 对持夫人不是什么好事 我不便去 你跟着过去看着点 谢景臣吩咐道 暗卫纵身一跃 就出了书房 清秋院外 苏锦带着杏儿走过去 喜鹊正好出来 看到苏锦 她眼睛一下子就亮堂起来 杏儿望着她 你这是要去哪 喜鹊把布包递给杏儿道 老黄礼已经粘好了 正打算给你送去呢 苏锦携了杏儿一眼 没看出来啊 这小丫鬟还挺会偷懒的呀 喜鹊把包袱递给杏儿 杏儿迫不及待地 把包袱里的老黄礼打开 喜鹊和采菊他们 粘得很用心 至少比杏儿自己粘得 要好太太太太多了 杏儿发现 她粘的部分 有不少被撕下来重新粘了 应该是被嫌弃了 苏锦更关心 池夫人的病 她抬脚进屋 屋内 池夫人靠在大营枕上 脸上戴着面纱 看不清楚容貌 但能感觉到 她的虚弱无力 看到苏锦 池夫人撑着床作证 只是胳膊没力气 撑不起来 苏锦快步走过去 坐到床边的 哎 身子不适就别乱动 池夫人挤出一抹笑来 苏锦忙抓过她的手 帮她把脉 仙儿几个丫鬟 就站在一旁看着 见苏锦的眉头 拧成一团 几个丫鬟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世子妃这神情 一看就知道 池夫人病得不轻啊 她医术高昌 能让她露出这般神情 那必定是 池夫人的病 棘手难治了 不会没得治了吧 喜鹊鼻子酸酸的 眼泪涌出来 苏锦手动了动 再帮池夫人把脉 这一次 眉头皱得更厉害 馅儿的小心肝都跳得飞快 池夫人是好人 她不想池夫人死呢 池夫人自己也吓着 望着苏锦用眼神询问 我病得很严重吗 苏锦望着她 池夫人的眼睛很好看 这会儿那双好看的毛子里 盛满了恐怖 没有人不害怕死亡 尤其池夫人边很累累 容貌被毁 都坚强地活下来了 她心中一定有 特别牵挂的人和事 苏锦想透过池夫人的毛子 看穿她的心底 但她什么都看不出来 她扭着眉头道 是喜脉啊 苏锦的声音有点飘了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间 然后就爆发出一阵喜悦 喜鹊和采菊他们高兴的 手舞足蹈 绿翘激动的 是喜脉 夫人怀生孕了 苏锦有点懵了 池夫人手隔着被子 摸着自己的小腹 眸底隐隐有泪花闪烁 兴儿望着喜鹊 池夫人怀的是王爷的孩子 不是王爷的还能是谁的 喜鹊茫然的 可王爷不是从来都不来 青秋院的吗 问完这一句 兴儿觉得自己的话不够严谨了 王爷是没有明知来过 可是王爷偷偷来过呀 他还把自己腰间的荷包 落在青秋院的树上 还是他爬上去取下来 送给王爷的呢 王爷肯定没少偷看池夫人 喜鹊想起来王爷来青秋院 过夜的事没有和兴儿说 他是打算说的 可那天皇上赏赐世子妃荔枝 他话说了一半 兴儿就跑了 后来虽然也见了兴儿 但因为王爷没有来 他便把这事忘了 要不是和兴儿熟 就刚刚兴儿的话 分明是怀疑池夫人偷人了 喜鹊都能和她打起来 喜鹊忙把那天的事说了的 那天池夫人在凉亭弹琴 王爷听着琴声走了进来 后来还送了夫人一架古琴 苏锦恍然大悟 他就说嘛 王爷平时连青秋院都不来 怎么会突然送给 池夫人一架古琴呢 哦 原来如此 我家夫人没事吧 喜鹊有点担心了 没什么大碍 就是有些动胎气了 苏锦回到 待会儿我让兴儿 送安胎药来 采菊则道 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爷吗 世子妃会医术的事 叮嘱过他们不要往外提 采菊不敢随便乱禀报 心儿望着她道 这是好事 当然要禀告了 池夫人朝采菊他们摇头 不让他们说 喜鹊说道 我听大厨房的妈妈说过 怀深运头三个月不稳 不意往外说 左右没人来青秋运 等夫人身子稳了再说也不迟 苏锦望着池夫人的 还不能说话吗 池夫人没有回答 喜鹊说 夫人已经能说一两个字了 只是还不利落 她从来不人钱说话 别说和苏锦 就是和喜鹊他们 池夫人也不说的 只有在没人的时候 池夫人才会努力练习说话 嗯 能开口说话就好了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苏锦很庆幸 池夫人体内的毒解了 不然她就是怀了身孕 这腹中的胎儿也留不得 池夫人动胎气有两天了 不宜再耽搁 苏锦要回去给她抓药 便起身了 书房内 谢景臣还在看书 暗卫跳窗进去 谢景臣望着她 池夫人的病很严重 池夫人怀了王爷的孩子 暗卫回道 谢景臣还没从蒙争中回过神来 苏锦的脚步声传来 暗卫赶紧闪人 苏锦退门走进去 谢景臣把桌上的书拿起来 他以为苏锦会和她说池夫人怀身孕的事 结果苏锦只看了她一眼 就从侧门去了后院 池夫人怀孕的事什么时候说都行 抓药危险 谢景臣眉头拧成一团 沉默了半晌后 他把书放下 起身走了出去 谢景臣去了前院 书房内 王爷正在写奏折 谢景臣推门进去 王爷看了他一眼道 怎么来了 谢景臣看王爷的眼神有些复杂 池夫人的脸 苏锦向他仔细形容过 即便有所恢复 也依然吓人 父王他 有什么事张不开口的 王爷促眉道 池夫人动太气了 谢景臣回道 王爷的笔刚沾了墨汁 准备署名 听了谢景臣的话 他手一顿 笔尖的墨汁掉下来 刚写的奏折就这么毁了 王爷眉头打了个死结 怀心运了 父王这么吃惊 莫非孩子不是父王的 谢景臣道 王爷皱紧的眉头稍稍松开 镇北王府守卫严明 除了惯常翻墙进来的南郡王几个外 其他人想进来难比登天 池夫人怀的肯定是他的孩子 只是他没想过才这么一次 他就有了身孕 使他太大意了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谢景臣朝王爷伸手道 父王是不是该把我的东西给我了 什么东西 王爷眉头皱成一团 玉佩 王爷望着他 谢景臣道 这次我和世子妃回京 半道上有人拦下我 说是曾经送了块玉佩来王府给我 那块玉佩和我的身世有关 我问过安卫 那块玉佩被父王拿走了 父王不肯告诉我我娘是谁 也不许我去查吗 谢景臣手伸着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王爷 门外 暗卫听着书房内的对话 转身朝书房看了一眼 虽是什么都没看见 但暗卫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 想知道世子爷是怎么一本正经的 好像真有那么回事的 炸王爷的 他听着都要信以为真了 不知王爷会不会上当 暗卫竖起耳朵偷听 书房内 王爷的眸光从谢景臣手上移到他脸上 眉头未皱到 那块玉佩我尸首打碎了 打碎了 谢景臣眉头一拧 眼神里充满怀疑 王爷眸光收回 落到被他弄脏的奏折上 岁玉佩就在架子上的锦盒里 王爷诞声道 谢景臣走过去 他翻了最小的锦盒 没有碎玉佩 又翻了两个 最后从最大的锦盒内 看到碎掉的玉佩 谢景臣眉头拧了松不开 且不说这玉佩 是不是和他的身世有关 至少这玉佩是赵许的 就这么被父王打碎了 他怎么跟人家交代啊 是他们要试探父王的 虽然当初和计划有出入 还没有开始计划 玉佩就被父王给要走了 但玉佩被毁 他们要负一半的责任 谢景臣想不明白 父王从安慰手中要了玉佩 叮嘱不要告诉他 最后却把玉佩给摔了 谢景臣看着手中碎得很彻底的玉佩 望着王爷 知道自己是得不到答案的 谢景臣带着碎玉佩离开了 确定他走远 王爷朝窗外望了一眼 一个男子闪身出现 王爷有何吩咐 承阿出门的时候 跟着他 若有什么可疑之人 与承阿接触 终阿来见我 安慰硬下 等安慰走了 王爷就开始头疼了 他不知道 该不该让池夫人 留下腹中胎儿 让池夫人怀上身孕 是他之过 但他是南梁送给他的妾室 他来王府的墓地 尚未查清 若真是细作的话 哪怕不是 一旦让南章郡主知道 必定会惊动太后 那到时候 孩子还是会保不住 估计还不到惊动太后 老夫人就先赐了 堕胎药了 陈湘轩后院 竹屋前 馨儿在煎药 苏锦就坐在竹屋前台阶上 看晚霞将天际 渲染得如火如荼 馨儿扇了几下风 望着苏锦道 姑娘 药件好了 给池夫人送去吧 馨儿把药倒在碗里 然后装好 送清秋院去 馨儿走了 苏锦待得无聊 也起了身 推开后门进书房 就看到谢景臣 抬手扶额 谢景臣扶额的动作 苏锦是见惯了的 但基本都是因为他才扶额的 这会儿他人不在 这额怎么又扶上了 不会是头疼了吧 苏锦走过去 就见书装上的薰纸上 摆着几块碎玉佩 虽然碎得还缺了一脚 但苏锦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眼睛猛然睁大道 这玉佩怎么碎了 父王失手摔碎的 谢景臣惆怅的 这下不止谢景臣 苏锦也头疼了 这玉佩是赵许的 他还指望着这块玉佩任母呢 就这么把人家的玉佩摔碎了 怎么跟人家交代呢 尤其拿玉佩试探王爷的搜主业 还是苏锦出的 他内心充满了负罪感 他望着谢景臣的 现在该怎么办 让人打造一块一模一样的 这样能行吗 谢景臣知道苏锦误会了 便说道 这样的碎玉佩 没法拿出去找人 先用假的 把人家玉佩摔了 只能在他回来之前 帮他找到生母来弥补了 谢景臣心累啊 他想知道自己生母是谁 一点消息都没有 现在却要不遗余力地 帮别人找娘 同样是做爹的 南梁又向巨石相告 让赵许不远千里来寻母 他旁敲侧击 父王却始终不肯透露半个字 谢景臣把玉佩装进锦盒内 交给暗卫 让他明天拿去 找人打造一块一模一样的 暗卫拿着玉佩走后 苏锦望着谢景臣的 啊 还没恭喜你 即将要多一个弟弟或妹妹了 谢景臣眉头微挑 什么意思 池夫人怀身孕了呀 谢景臣望着他 苏锦辈他看得脸一红 以为脸上有脏东西 抬手擦了擦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我只是想到了大理寺少卿 谢景臣眸光没有移开 父王一把年纪了 还要再添一紫 我娶妻许久 你却迟迟未有喜讯 只怕我会落得和大理寺少卿 一样的下场啊 谢景臣眸光黯淡的 苏锦恨不得给自己来一拳 他为什么要告诉他 池夫人怀身孕的事呢 他居然把自己和大理寺少卿 联系到一起 还有他的话 什么叫落得和大理寺少卿 一样的下场 人家赵大少奶奶已经怀了身孕了 人家大理寺少卿扬眉吐气了 不是下场 还是上场了好吗 在这王爷一把年纪了吗 王爷今年也不过三十七岁吧 这年纪在前世 没媳妇的都一大把 在这里他都要做祖父的年纪了 苏锦在走神 谢景臣把他脸上的神情 尽收眼底 他嘴角微勾 为夫也要努力了 努力 苏锦一个机灵袭来 拜托你要不要这么有上见心啊 我可没想过这么早生孩子 苏锦坚决地向谢景臣表达他的态度 努什么力啊 你要想抱孩子 等知夫人生了 借来给你抱两天就是了 七岁 谢景臣一脸黑线 苏锦嘴角抽了下 话说得太快 就容易出错嘛 意思你懂就行了嘛 我不懂 这有什么不懂的 苏锦望着他 唉 生了孩子 在你身上拉屎撒尿 你嫌弃都还来不及呢 儿子女儿是扔不掉的 弟弟妹妹还能扔回去啊 谢景臣不想说话了 刚刚是借 现在是扔 想到在东乡猴和堂市 摧残下长大的俩兄弟 谢景臣有点替未来的儿子担忧啊 这一看就不像是亲娘 屋外 安卫听着书房的争论 差点没从树上摔下来 他嘴角狂抽不止 两个成亲许久 连房都还没圆的人 议论生孩子这个问题 太早了吧 清秋院 池夫人靠着大营诊上 喜鹊把馨儿送去的安胎药 递给池夫人 苦涩的药味散开 闻着味儿 喜鹊就感觉到药的苦涩了 馨儿怕池夫人咸苦 说道 我家姑娘撞伤了 没法调治药丸 先喝两天 回头捏成药丸就不苦了 虽然池夫人和赵大少爷画像上的人 长得并不同 但馨儿一直拿她是赵大少爷的生母看待 池夫人算得上是她敬佩的人了 那么严重的伤都能挺过来 要是不怕尖人伤疤 馨儿真的很想问问 每每画到嘴边都咽了下去 馨儿憋得有点难受 池夫人眉头未皱 端过药碗 将面纱摘下来 一饮而尽 财君忙把蜜饯送上 池夫人吃了一颗 看着她把药喝下 馨儿就放心了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馨儿拎着石盒 心情很好地穿过花园 回尘香轩 走到一半 远远看到王爷走过来 路过时 馨儿忙扶身请安 然后目送王爷走远 只是王爷去的方向 正好是馨儿来的方向 馨儿拎着石盒 悄悄跟上去 她好奇 王爷是不是又去偷看池夫人了 王爷头也未回 馨儿开始还偷偷摸摸 然后就胆子肥了 再然后脑门上就挨了一十字 猝不及防下 差点没把她活活吓死 一旁的大树上 暗卫一脸黑线 没见过这么胆大 不怕死的丫鬟 居然敢跟踪王爷 馨儿挨了一十字 不敢再造次 拎着石盒 飞奔回陈香轩 王爷迈步进了情求院 绿翘正好出来 她先是一愣 紧接着便朝屋内喊道 王爷来了 几个丫鬟忙出来给王爷请安 退下吧 王爷说道 王爷都发话了 喜鹊他们不敢不听 稍稍走远了些 喜鹊道 王爷怎么突然来情求院了 采菊和绿翘齐摇头 屋内 王爷走进去时 池夫人正要掀开被子下床 王爷见了道 就躺着吧 池夫人便没动了 然后 屋子里就陷入了静谜 虽然池夫人是王爷名义上的妾室 但她在镇北王府待了十五年 王爷从未对她上过心 就听了首曲子 看花了眼 春风一度 伤她有了身孕 看着池夫人的眼睛 王爷再一次失了神 池夫人稍稍垂眸 避开王爷的眸光 王爷回过神来道 你好好安胎吧 池夫人错愕地抬头 王爷已经转身走了 不怪池夫人错愕 馨儿刚刚送药来 还说池夫人怀身孕的事 没有告诉王爷 结果她前脚走 后脚王爷就来了 喜鹊他们还以为 王爷要待好一会儿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了 不过也难怪 池夫人没法开口 王爷和她也聊不起来 王爷走后 丫鬟们要进屋 结果被从树上跳下来的暗卫 差点吓得魂飞过散 丫鬟们惊魂未定 暗卫把手里拎着的锦盒 递给丫鬟后 追着王爷走了 确定暗卫走远 喜鹊连拍胸口 差点没被吓死 快看看 王爷赏给夫人什么了 采菊好奇的 喜鹊忙把锦盒打开 一锦盒的燕窝 一锦盒的冬虫夏草 还有一根人参 喜鹊高兴坏了 她家夫人总算是 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王爷在外院 没人关心她做什么 可王爷一旦建了内院 而且去的还不是牡丹院 那王爷在内院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南章郡主的耳目 尤其是 王爷去的还是青秋院 王爷送古琴给池夫人 是南章郡主心底的一根刺 南章郡主坐在贵妃榻上 脸色隐隐泛青 一个丫鬟走过来 凑到赵妈妈耳边 嘀咕了两句 赵妈妈望着南章郡主道 世子妃醒来 去了青秋院 回来后 世子爷就去见了王爷 十有八九 是池夫人病还没好 找世子妃够壮了 南章郡主猜到了 她冷笑一声 哼 曲夫人是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 死里逃生回来 曲夫人病了这么点小事 还要劳烦他们奔前跑后 苏锦和谢景臣越是关心池夫人 南章郡主就越是生气 赵妈妈则道 这事已经惊动王爷了 奴婢看 还是给池夫人请大夫看看吧 虽然有些晚了 但之前没顾上池夫人 完全可以说是担心 世子爷和世子妃的缘故 王爷不都是担心的 连早朝都没法去吗 南章郡主没说话 她在等王爷 只是一等再等 等回了王爷回外院的消息 王爷在青秋院待了不到小半斩茶的时间 就回外院了 丫鬟回道 南章郡主眉头拧着 竟然没有来斥责我 这是怕我说世子飞惯得太宽吗 南章郡主谋底闪过一抹肌腹 竟然不敢明说 那她就让她把这个口给憋着 明儿一早请个大夫 去给池夫人看看 陈香轩 馨儿拎着石盒回去 苏锦和谢景晨正从书房出来 准备回屋吃饭 馨儿揉着后脑勺 有些呲牙咧嘴 苏锦见了道 怎么了 哎呀 嗯 刚刚被人打了 谁敢打你啊 嗯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想看看王爷 是不是去青秋院 然后 就被人拿石头 打了一下 馨儿摸着后脑勺 一脸的委屈 苏锦嘴角狂愁 她居然跟踪王爷 这丫鬟的胆子 还能不能更肥一点啊 好奇归好奇 但这么胆子肥 苏锦真怕 她哪天会被自己的胆大 给害死啊 只是拿石头砸她一下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这么胆大 打个半死 她都没法求情的 再不给点教训 这丫头迟早能上天了 进屋后 苏锦狠狠地训斥了杏儿几句 杏儿低着头 一言不吭 晚上饿一顿 好好地反省反省 挨骂 杏儿不回嘴 可不让她吃饭 杏儿抬头了 眼底含着泪花 求饶道 啊 姑娘 我知道错了 能不能 只罚我半顿 真的 杏儿的求饶 苏锦直接懵了 只罚一顿饭不吃 已经轻到不能更轻了 这丫鬟居然还贤重 还和她讨价还价 苏锦望着她道 你这样求饶是跟谁学的 啊 跟小少爷学的 成功过吗 杏儿的诚实 让苏锦问得认真 杏儿把眼泪憋回去 赶紧的 嗯 我这就回去反省 出了门 杏儿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她只记得小少爷和侯爷讨价还价 差点忘了后果 还好她跑得快 不然她肯定明天早饭也别想吃了 饿两顿会死人的好吧 自打被唐氏带上青云山 杏儿就没再饿过肚子 这是第一次被罚不吃晚饭 杏儿觉得时间特别的难挨 尤其是吃晚饭的时候 好像饭菜箱从四面八方都涌到她鼻子里来 勾得她肚子里的蝉虫翻滚啊 陈湘轩的丫鬟不知道她被苏锦罚了 殷勤的 杏儿姐姐还不及吃晚饭吗 杏儿觉得这是在往她伤口上撒盐呢 她还要顾着脸面说违心话呢 我不饿 那我们先去吃饭了 丫鬟道 杏儿抱着柱子 脸上刻着几个大字 能不能把我也拖过去 她就是一时好奇跟了王爷会儿 挨了一时子不说 还不知道王爷是不是去了青秋院 回来还被罚了 早知道打死她也不跟踪王爷了 杏儿觉得自己肠子都悔轻了 等苏锦和谢景臣吃完晚饭 杏儿才进屋 桌子上的菜还剩下一半 色香味俱全 她咽了咽口水 把眸光移开 杨环进来收拾 把桌子擦干净 杏儿把窗户打开 让饭菜箱飘散 一晚上 杏儿殷勤备至 苏锦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小心思 想她回心转意让她吃饭吗 可怜兮兮的小模样 尾时叫人心疼 但苏锦没有松口 不长点记性 只怕还有下回 等苏锦睡下 杏儿才回屋 以前她是一个人睡间屋子 苏锦和谢景臣失踪后 杏儿没有安全感 把碧珠叫来和她一起住 杏儿回屋的时候 碧珠正在打烙子 见她回来问道 你晚上没吃饭 不饿吗 知道她一晚上没吃 还问她饿不饿 我当然饿了 我有桂花糖 你要不要吃点 杏儿咽了下口水 摇头道 我不饿 要是能偷吃 小少爷就不会和侯爷讨价还价 结果被罚得更重了 受罚不听 把姑娘的话当成耳旁风 会被罚得更重的 她都挨到现在了 睡醒了就能吃了 最多她明早上多吃点 把晚上没吃的补回来就是了 杏儿坚定地补了一句 我不饿 碧珠想 她大概是真不饿 吹掉蜡烛 打着哈欠睡过去 夜里闷热 睡得本就不够安稳 结果半夜还被哭声给惊醒了 杏儿再哭 哭得可伤心了 碧珠吓着了 点了蜡烛 过来摇杏儿的 送恶梦了 杏儿似醒非醒 嚎啕大哭 我牙齿掉了 哪里掉牙齿了 碧珠一头雾水 醒醒啊 摇了好几下 杏儿才醒过来 发觉自己是在做噩梦 杏儿忙把眼泪擦干净 碧珠问她 你做什么噩梦了 杏儿摇头 太丢人了 她才不说呢 她经常做梦梦的好吃的 比皇上吃的御膳还丰富呢 可刚刚她梦到被姑娘罚 饿得不行 暗胃塞给她好几个包子 热气腾腾的 她馋得口水直流 她不吃 她说姑娘怪罪 她担着 杏儿感动的拿起包子一啃 哗啦一下 两颗大门牙掉下来 包子是石头馅儿的 杏儿想到以后开口说话漏风 心里就着急的大哭了 梦到啃包子这样丢人的事 杏儿觉得说出来都让人笑话的 打死她都不肯说 碧珠觉得 她肯定是做了什么可怕的噩梦 安慰了她半宿 杏儿几次看窗外 啊 这算早上了吗 还能睡一个时辰呢 碧珠的 杏儿把被子抱紧一点 怕肚子咕咕叫声 被碧珠听到 她忍忍天就亮了 鸡鸣了一遍 杏儿就爬起来 小厨房的厨娘刚打开门 杏儿就过来了 厨娘有点懵 杏儿姑娘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我睡不着 我帮你生火吧 对于杏儿的要求 厨娘求之不得 她揉粉做包子 杏儿就在下面添柴 等包子出炉了 厨娘道 快尝尝 这包子好不好吃 杏儿拿了一个肉包子 要搁到以前 她肯定狼腾虎咽了 可昨晚的噩梦太吓人了 杏儿小心翼翼地把包子掰开 确认是肉馅才敢吃 厨娘们面面相去 世子妃的丫鬟变斯文了呀 连吃了十个肉包子 杏儿才心满意足 厨娘们彻底竟呆了 问道 还要吗 杏儿摇头 嗯 我吃不下了 待会儿 我再来吃两个 看着杏儿走远 厨娘们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这丫鬟 也太太太能吃了吧 不止是包子 暗卫给杏儿的心理阴影更大了 连带看暗卫的眼神都变了 暗卫待会儿要上街 问杏儿要不要带什么吃的 杏儿理都没理她 谢景臣见了 问暗卫 你得罪世子妃的丫鬟了 暗卫摇头 很坚定的摇头 借几个胆子给她 她也不敢惹世子妃的小丫鬟不快呀 谁惹谁倒霉的 不是只有世子妃 丫鬟也一样啊 看着杏儿的背影 暗卫内心有点慌 刚刚丫鬟偏来的眼神 怎么看都像是和她有血海深仇啊 清秋院 采菊出门去大厨房拎饭菜 刚出门走了没几步 就瞧见一丫鬟领着一个大夫走过来 采菊愣了一瞬 转身就往回跑 屋内 池夫人坐在梳妆台前 看着自己脸上的伤疤 她小心地把药膏涂上去 绿窍端着铜盆出去 采菊跑进来 直接就要和出门的绿窍撞上了 手里的铜盆 哐当一声砸在地上 绿窍吃疼的 火烧没梦了吗 好这么快 比火烧没梦还急 采菊说的 牡丹院的丫鬟红英 领着大夫来了 红英是南章郡主身边的大丫鬟 池夫人怀孕的是 连王爷都不告诉 何况是南章郡主呢 待会儿大夫一把脉 可不就瞒不住了 喜鹊急得团团转 屋外红英的唤声传来 人呐 声音里透着一丝的不耐烦 来了来了 喜鹊抬脚走出去 喜鹊出门 正好红英走进来 身为南章郡主身边的大丫鬟 架子肯定少不了 紧绷着一张脸 逮着喜鹊就是一通训斥 若待一个青秋院 院子里也没一个丫鬟照看 池夫人不会说话 你们就这么欺负她 这话听的喜鹊实在是刺耳 论欺负 谁比得过南章郡主呢 前几天夫人病了 找南章郡主要请大夫 迟迟不来 不得已劳烦了世子妃 南章郡主又派了大夫来了 被训斥了 还要陪着笑脸 喜鹊嘴甜的 青秋院少有人来 夫人刚醒便在屋子里伺候了 还望红英姐姐见谅 当着大夫的面 红英也不敢太过分 红英问道 是夫人起了没 郡主让我领大夫来给她瞧瞧 喜鹊便说 前几日夫人是病了 但已经好了 红英垮着个脸 她都领着大夫来了 却告诉她病好了 病好了 昨儿还和世子妃告状呢 还惊动了王爷 我只是奉命领大夫来 池夫人病好了 也能让大夫请个平安卖 郡主也好给王爷有个交代 红英脸色不善 绿翘走过来 拉了喜鹊一把刀 让大夫给夫人把卖 我们也安心 喜鹊一脸狐疑 要是能让大夫把卖 她就不阻拦了 绿翘稍稍一用力 就把喜鹊拉到一旁 红英抬脚走进去 大夫紧随其后 地上是一滩水渍 红英是一脸嫌弃 池夫人躺在床上 沙漫河上 她走进去的时候 池夫人撩开沙杖 看了红英一眼 四目相对 池夫人愣了下 赶紧把沙杖放下来 红英还是看到了 池夫人的容貌 很美 也很难看 上面疤痕纵横 一目了然 这还是用了世子妃 给了去伤疤的药膏呢 要是没用 还不知道难看成什么样呢 绿翘瞧见脚踩凳旁的绣鞋 脸色变了变 她赶紧端了绣凳过去 脚轻轻一踢 就把绣鞋踢到床底下 她把绣凳放下道 有了大夫 给我家夫人把脉 大夫坐下 对着沙曼道 把手伸出来 很快 一只手伸出来 看着那只粗糙的手 喜鹊蒙了 夫人的手修长如竹笋 极其好看 这是 绿翘把绣帕搭在手上 大夫才开始把脉 一两个呼吸的功夫后 大夫醋没了 夫人不必紧张 大夫等 心跳得太快 我没法帮忙把脉 红鹰脸上扶起一抹鄙 真是上不了台面哦 上大夫把脉也能下得心跳加速 这府里还能找到 比池夫人更单小的吗 过了一会儿 脉搏才平稳下来 大夫把完脉后说道 夫人脉相沉稳 问题不大 只是有些肝火旺盛 开几副药服下即可 大夫写了药方 红鹰道 我会派人抓药送来 说完 拿着药方 领着大夫离开了 绿翘送红鹰出青秋院 确定人走了 采菊才把沙掌掀开 拿袖子擦了脑门上的冷汗 刚刚真是吓死他了 好在是有惊无险的糊弄过去 下回可别再让他做这样的事了 他胆小 送走大夫后 红鹰回了牡丹院 把请大夫给池夫人诊脉的经过一说 南章郡主兴致确权 红鹰继续道 奴婢瞧见了 池夫人的脸 伤痕累累 要不是奴婢有心理准备啊 估计要被他吓得不轻 这事儿 南章郡主感兴趣多了 红鹰把药方递上 南章郡主眸光微动 刚要给红鹰使眼色 外面走来一个丫鬟的 郡主 老夫人让您去七贺堂一趟 南章郡主眉头拧着 有些天没去七贺堂请安了 倒把这事儿给忘了 没想到才晚去了会儿 就差人来请了 南章郡主不想去的 就说我身子不适 明儿再去给她请安 七贺堂内屋 老夫人跪在蒲团上 诵经祈福 丫鬟走进去道 老夫人 郡主身体不适 说明儿再来给您请安 老夫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她手中的佛珠拨弄着 把王妈妈打发走 王妈妈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在门外站了片刻 小丫鬟就跑出来了 王妈妈眼神黯淡 她知道老夫人找南章郡主合适 她只是没想到 老夫人这么防备她 小丫鬟又去了牡丹院 听到老夫人上丫鬟来 南章郡主的脸上 闪过一抹不渝 请她进来 她说道 小丫鬟走进去 南章郡主歪在贵妃榻上 神情慵懒无比 小丫鬟扶身道 老夫人说 如果郡主不想管家权 旁落世子妃之手 就不要在池夫人的药里 动手脚 南章郡主眉头一紧 她要给池夫人一点苦头吃 这事儿老夫人都猜到了 小丫鬟禀告完 扶身退下 见南章郡主眉头紧锁 照妈妈劝道 郡主 还是听老夫人的吧 是夫人对您够不成危险 万一被世子妃逮到把柄 得不偿失 南章郡主心里也在打鼓 要是以往 她肯定不会把老夫人的话 放在心上 但是永承博世子死了 还是死在世子和世子妃的手中 老夫人比谁都不希望他们好过 她若是丢了管家权 接手的必定是世子妃 罢了 让她再痛快些日子 南章郡主松口道 清玉阁 暗卫走进去 她把井河里的碎玉阁 递给掌柜的看 能不能打造一块一模一样吗 暗卫问道 掌柜的把玉阁拿起来 看了几眼 摇头道 这块玉阁啊 材质上层又碎得彻底 小铺子没法打造